第一章 累了 输入最后一行代码 按下回车键 面前顶尖的智能保险大门 应声而开 成林 催了一口带血的唾沫 放下便携电脑 捡起地上的AK47 用基本没有剩下一块好皮的手背 擦了擦嘴角 黑暗中 唯有一双眼亮晶晶的 他小口快速喘着气 警惕往外看 一道强光朝他射来 他立刻将额头上的黑色防护眼镜拉下来 抱着枪就地一滚 躲到了另一颗山石后面 林大厨 不 应该叫你成特工 我知道你在这里 一个阴柔的男生想起 出来吧 我答应你 会放了这里的孩子们 成林冷笑一声 他抬起手腕 看了看热红外成像的显示屏幕 一群小孩蹲在广场 在他们周围 一群大汉拿着枪等候着他 成林心中莫数 一 二 三 十一 十二 他从腰后抽出最后一个弹夹 快速将自己的枪弹夹 更换成新弹夹 下一次强光探照灯扫过来的时候 成林动了 他足间点地 另一只用发射器朝墙头 射出一条长索 不等长索一端 三角尖挂住墙头 他单手将长索缠绕在手腕 用力一蹬 整个人就像一枚炮弹一样 从藏匿的角落 朝墙头飞奔而去 墙头上站着一排大汉 中间保护着的 正是此次的任务目标 大毒枭 在那儿 快射击 探照灯 跟上他 不要让他靠近老大 哒哒哒 子弹在他身边飞驰而过 他估算着自己的速度 就像一尾鱼 及时在海底 敏捷躲过所有的子弹 等到他飞到墙面后 迅捷抓紧绳索 另一只胳膊单手 拎着近时经的 AK-47 朝着围绕人质的黑衣大汉们 就是一缩子子弹 巨大的后座力 冲到他的肩膀 那里有几道伤口 最深的能看到森森白骨 撕扯般的疼痛 令他不由的暗骂一句 但他手脚 没有丝毫的停顿 一边拽着绳索 单手向墙头站立的 毒枭快速攀爬 一边忍着剧痛 炸掉生理性疼痛出现的泪花 干净利索的 将围绕人质的 所有持枪歹徒击毙 忽然肩膀一阵剧痛 墙头有人击中了他 拎着枪的胳膊 他倒吸一口气 将枪扔了下去 随后全力往上爬 毒枭近在眼前 保护老大 保护老大 成林躲避着子弹 最后用脚一蹬 在空中抱着自己的膝盖 转了个圈 落地后 犹如脚下安了弹簧一般 朝着人群扑过去 顺手还从自己的马丁靴里 抽出了匕首 对方鹤枪实弹 他只有一把小小的匕首 然而 他就像一个冲进羊群的恶狼一般 轻易瓦解对方的攻防阵型 敌人圈就像洋葱一样 一层一层被撕扯开 最后 露出了里面的毒枭 成林抓着匕首 朝毒枭走去 三个保镖忠心耿耿 护住了毒枭 那毒枭是个长得很好看 金发碧眼的年轻男子 他柔柔一笑 怪不得你始终不肯 答应我的求婚 成林看着毒枭没开口 毒枭叹了口气 你是因为我喜好美食 才去学的厨艺吧 要我说 那些米其林三星饭馆的大厨 没有一个比得上你的厨艺的 可惜再也吃不到了 成林手持匕首 面无表情 毒枭眼神复杂 里面有憎恨 也有同情 最后他笑了 程客公 你难道不好奇 你的身份怎么暴露的吗 你明明伪装的天衣无缝 明明没有 让我反击的机会 闭嘴 成林吼了一嗓子 毒枭看了看他 看来你不是没有起义 算了 你怎样 对我都不重要了 再见了 随后 成林听到 地上有一声金属落地的脆响 手雷的拉环 成林一个后 滚翻向身后的柱子狂奔 哄 毒枭连同几个 没有来得及撤离的手下 变成一堆碎块块 成林的耳朵被巨大的轰鸣声震的瞬间 失去了听觉 眼皮前一层细碎的强光 十几秒后 他睁开眼睛 四周一片寂静 可能是爆炸引起的短暂失聪 还没恢复 成林试着活动了一下重弹的胳膊 疼得他一阵呲牙咧嘴 他用另一只还算完整的胳膊 抬手摸了摸脸 他的头皮被剧烈的冲击和火光炸掉了一层 脸上黏黏乎乎的 不知道是自己的血 还是对方的血 成林身体晃了晃 咬牙撑着地面站起来 然后在一片刺耳的耳鸣中 听觉慢慢复苏 他听到身后传来脚步声 小林 干得不错 一个灰白发五六十岁金发碧眼的男人 鼓着掌 无视地上的横尸遍野 缓步走来 他穿着考究的西装 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眼神有着政客独有的犀利 成林皱起眉 擦了擦嘴角 您怎么过来了 这里还没有解除危险 男子不在意的摆摆手 他身后跟着的十几名保镖 立刻鸟散撞分开 你办事 我放心 男子盯着站在对面的成林 开口问 小林 你跟着我多少年了 干爹 我婴儿时期被您收养 到现在已经二十八个年头了 中老年男人看着成林 表情一阵恍惚 怅然开口 都二十八年了呀 成林双手背后站得鼻挺 是 男人抬头冲他笑 不用这么拘谨 成林点头 但身姿一如之前 你都帮我做过多少事 杀了多少人 男人手撑着脸 像是在回忆 为了潜入敌方 你学了钢琴 小提琴 你学了厨艺 你的枪法抄群 你的计算机技术 也是数一数二的 为了能够成功潜伏在敌方 你甚至还特意去学了演技 这些年辛苦你了 成林盈盈感觉有些不对 但她还是一板一眼 像个军人一般回答 不辛苦 这是我应该做的 我以为 史密斯会更厉害一点的 男人叹息 史密斯 是刚刚被炸成肉块的毒枭 成林皱起眉 若是她再厉害一点 我就不用亲自动手除掉你了 成林一愣 碰 一瞬间 她感觉到了热 然后是冷 她低头看了看 心脏的部分 有一个黑洞洞的枪口 贯穿撕裂的伤口 后之后绝开始喷血 随后她跪到了地上 她努力向上抬着头 想透过眼底漫起的血污 看清一副的脸 男人从西装前进口袋 掏出了一枚白手帕 擦了擦飞 见到她手背和脸颊上的血 冷冷看着成林 你知道的太多了 有你在 我这个位置坐着不踏实 再见了 小林 原来说好最后一个任务完成 就放自己浪迹天涯 是假的 她一点别的心思都没有 只是想认真活一次 享受一下人生 怎么就不行了呢 也是 她这种心思缜密的人 怎么可能放自己自由呢 成林笑了 一边笑一边咳血 她努力抓住自己的胸口 可力气飞快地流失 她想说点什么 但觉得说什么都没意思 算了 那就这样吧 她好累好累啊 第二章 溺水 急诊室里乱成一团 你非拽着我干嘛 她溺水 又不是我造成的 女明星星曼 一脸烦躁 看了一眼 躺在病床上 一动不动的女孩 女孩脸色清白 被海水打湿的头发 一缕一缕 海藻似的 摊在枕头上 毫无生气的 就像个死人 可我女儿是去了 你家别墅后出的事 一个中年美妇 一脸悲痛 抓着星曼的胳膊 没错 泳装派对是我举办的 可我没有邀请成林 是她自己偷偷溜进来的 我还没有找她 算私闯民宅的罪呢 星曼用力甩脱开女人的手 我家小林水性特别好 一个人就能独自横渡海湾的 女人强忍悲痛 哼 知不知道善勇者腻 星曼嗓音提高 翻了个白眼 再说了 你女儿是成年人 是自己健康安全的 第一责任人 我有义务和责任 去保护她的安全吗 女人还想说什么 却被遗弃发出刺耳声 打断了 爹 一屋子人看着心电突击中 微弱跳动的曲线 变成了直线 护士尖叫 快 电机 病人没有心跳了 除颤一拉过来 几个医护人员 开展紧急抢救 医护人员将两个电机板 放在女孩的胸口 充电 她的身体 就像冰死的鱼一样 从床上弹起来 再落下去 加大电量 三二一 继续 星曼和女孩妈妈 都死死盯着心电突击上 笔直的直线 忽然 直线蹦出了一个小小的波动 然后 一个两个三个 越来越密集 最后规律地跳动起来 就像一曲漂亮的二维舞蹈 女孩妈妈不顾形象 捂着嘴哭了起来 星曼心里骂了句脏话 趁着女孩妈妈没注意 悄悄从急诊室旁边的门走出去 她来到紧急通道的楼梯间 摸出手机 拨通电话 那边很快被接起来 没有人看见吧 星曼压低声音 对方笑了 我办事 你还不放心吗 星曼不满意地 择了一声 对方才说 放心吧 皮划挺和潜水服 都处理干净了 成林落水的时候 你跟我们几个人一起喝茶呢 当然不知道他什么情况了 星曼满意地笑了 他拉起防晒服的长袖子 愤愤地说 这死丫头 差点把我胳膊挠伤 隔着潜水服 都能留下红印 对方问 成林现在什么情况 星曼安骂 妈的 死丫头命还挺硬 刚刚心跳明明都成直线了 电机抢救了一会儿 心跳恢复了 对方迟疑了一下 他醒了 星曼冷笑着打断对方的话 放心 我当时穿着潜水服从后面按住他的 他没看到我的样子 他到底看没看见 咱们一起吸粉 对方声音变得有些凶狠 万一他看见了 醒了后瞎说 那就要看你想不想出现在社会新闻的头条上了 星曼带着笑说 对方沉默了 星曼摸出自己口袋里 女士细长的香烟 单手用打火机点着了烟 油油吸起来 一分钟的沉默后 对方开口了 这件事我会处理的 我警告你 不要说错话 星曼心里暗暗松了一口气 但语气跟之前没有任何差别 我的经纪人 可逼着 我学了整整两年的 语言的艺术 就怕我在媒体前 说了什么不得体的话 对方嗡了一声 挂断了电话 星曼冷笑着 将手机丢进自己的包里 想让我独自一人面对 做梦 拐角出现一个保洁 拎着袋子和扫帚 一眼看到吞云吐的星曼 大着嗓门喊 哎哎 你干嘛呢 医院禁止吸烟 星曼摆了一眼保洁 用力吸了一口 然后将烟头扔到地上 抬起脚 精致挫满小碎钻的高跟斜斜肩 用力撵了撵烟头 不顾保洁一连串的指责 拉开门走了出去 急诊室内 成母感激涕零 谢谢医生 谢谢护士 谢谢你们 医生公事公办的开口 目前病人暂时脱离生命危险 但还要住院观察 这期间 需要病人家属配合 站在门外的星曼 牙齿咬了咬红唇 一扭腰离开了医院 接到成母的电话时 成父和成林哥哥 正在单位紧急处理 一宗境外网络攻击事件 一听说成林逆水 生命垂危 两人立刻抛下工作 飞奔机场 搭乘最近的航班 直奔海市 等五个小时飞机颠簸后 紧赶慢赶冲到医院时 逆水的成林还没醒过来 成母守护在病床边 成父成大哥 推开门冲进来 小林怎么样了 一看到丈夫和儿子推门进来 成母提着那口气 一下子松了 站起来微弱地说 老成 百胜 然后腿一软眼前一黑 直接晕了过去 好在成大哥反应快 一把抓住了晕过去的母亲 又是一连串的喊医生护士 兵荒马乱忙活了好一阵子 成母被安顿在同病房空着的床位上 等成伯胜办好了医院的手续 跟医生护士打听清楚了 回到病房 成父给满头大汗的成伯胜 递过一瓶矿泉水 看着儿子大口大口灌下去 大半瓶抹了抹嘴后 才追问 知道林儿在哪里出事的吗 成大哥掏出手 啪擦了擦脑门上的汗 把水瓶放到桌子上 沉声道 我让人查了 说是在新漫的海边度假 别墅出事的 那个最近停火的女明星 怎么跑到他家了 成父看了一眼 病床上脸色惨白的女儿 成大哥坐在凳子上 长叹了一口气 为了白目穿 这点出现 成父恨铁不成钢 报警了没 报了 警察都从别墅撤离了 说是意外落水 正规警方的调查结果 明天就可以丢我们 成父有些烦躁的 松了松自己的领带 自己女儿追了半天男人 男人连他生死存亡 知己都没露面 则 女儿这个破脑子 也不知道随了谁了 夫人也挺聪明的 大儿子和小女儿 也都是双伤超群的佼佼者 偏偏大女儿 当初死活要进娱乐圈 自己一笔笔款砸下去 就是捧不红 此刻的两人并没有发现 病床上的成林 不知什么时候 悄无声息地睁开了眼睛 第三章 浑川 陈伯胜拧开一个矿泉水瓶盖 递给坐在椅子里的老爸 有些焦虑 爸 您说 我大妹妹 怎么就长了个恋爱脑呢 成府接过水瓶 悠悠叹口气 我也不是反对谈恋爱 关键是 这丫头找男人的眼光太差了 就那个白木川 长得跟白切鸡似的 有什么好的 陈伯胜看着老爸赌气似的 灌进去大半瓶水 宽慰道 兴许是还没开窍吧 说不定受几次挫折 也就成长了 但愿吧 成府长叹一口气 放下水瓶捏了捏眉心 刚到你去找医生 医生有没有说 他会昏迷多久 医生说 这个得看病人的身体状况 说不准的 成伯胜说完 从凳子上站起来 往床边走 边走边说 这次吃这么大一个亏 希望他能长点心 他的话没说完 就看见病床上的成林 疼得一下弹坐起来 手一扬 一个不大不小的东西飞来 成伯胜下意识闪躲了一下 那东西便禁止朝成府砸去 他赶紧扭头看老爸 原来是个枕头 成伯胜刚松了一半的气 就听后面唰的一声 成林就像是按磁势后 松开手的弹簧一样 包抄了成伯胜的后背 不等成伯胜做任何反应 成林一只手揪住他的头发 使劲往右边拉 头皮剧痛 使得他不得不向右侧头 接着 他那左侧脖子 因为此刻姿势 突出明显的颈动脉上 传来一点冷冰冰的刺痛 那是原本插在成林手背上的掉平针头 耳边传来成林因为溺水 而有些嘶哑的嗓音 不想死就别动 成父被一枕头砸猛了 等他回过神 就看见自己的女儿 像个亡命之徒一样 揪着自己的儿子头顶 还用一根剧长的针顶着他的脖子 自己那个铁憨憨的女儿 将自己大部分身体 掩护在成伯胜的身后 只露出一只眼 充满警惕的妄想成父 他的眼神 就像是受伤的猎豹 要跟敌人决一死战一样 狠力无所畏惧 那个被宠的不知天高地厚 游手好闲 只会吃喝玩乐的废物女儿 怎么会露出这样的神情 成林利用这半分钟 已经将整个病房的情况 尽收眼底 他努力压抑自己 刚刚一套动作 带来的头晕目眩 让自己不要喘粗气 手不要抖 自己什么时候 变得这么弱鸡了 他下意识看了一眼自己的胳膊 细细的 白白的 嫩嫩的 像包了壳的鸡蛋一样痰润 一看就知道 是长期养尊处优 才会有的状态 充满脚尖肌肉的胳膊呢 若不是他意志力强大 抢逼自己 发挥出自己所有残存的体力 恐怕连眼前 区区年轻男子的头都按不住 成福弯腰 要去捡地上的枕头 成林命令 不许动 成福立刻将已经碰到枕头的手 收了回来 还配合地举起自己的双手 不动不动 成林沙哑着嗓子开了口 我为什么在这里 成博胜这个姿势非常痛苦 但他不敢动 小林 你怎么了 成福问 小林 这个称呼 犹如子弹再次击中成林 他难以抑制地晃了晃身子 下意识低头往自己的胸口看了看 没有绷带 没有加板 没有任何疼痛 那颗子弹自后面击穿他的心脏 然后从前胸飞出 螺旋着带走了他大部分心脏 绝对不会是假的 可现在 成林知道 哪里肯定是出现了什么问题 可他脑子一片混沌 完全没有办法分析眼前的诡异情况 而他掌握的信息太少 不足以推断出 凳子中坐着的中年男子的身份 以及自己怀抱着的年轻男子 跟自己的关系 程伯胜感觉到身后妹妹的晃动 他艰难开口 你再不松手 哥哥的发型就要变成地中海了 哥哥 成林愣住了 只听程伯胜继续说 爸 你别看热闹了 快来帮帮忙 我妹他刚溺水醒过来 这样大动作容易引发二次晕厥 爸 成林再度愣着 病房的门被推开了 一个白大褂的医生身后 跟着三个护士走进来 看到成林此刻抓着哥哥的样子 全都愣住了 一个年长的护士皱起眉 快步走过来 他一把拽开成林 拿着针头的手 一手将成林拉回病床 盖好被子 嘴里严厉批评 我就没有看过你们这样的病人和家属 病人刚刚脱离生命危险 你们还有心思玩 成林糊里糊涂躺躺好 就听见成父询问医生 哎 医生 我女儿这什么情况 醒过来就朝我扔枕头 还问我是谁 她这是脑震荡失忆了 还是回光返照了 成伯胜揉着后警喊 爸 什么回光返照啊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快呸呸 成父咋了一声 还是朝角落呸呸了两下 成林大脑一片混乱 义父的黑色幽默 那不能义父没有长任何跟幽默相关的细胞 当时那颗子弹打偏了 他对自己身体每一个构造都非常了解 那颗子弹绝对是贯穿心脏的 致命伤 没得救的 脑部移植 意识转移芯片技术提前完成了 现在究竟是什么情况 成林胡乱想着 医生跟成父问清楚了情况 走向病床 医生脖子上挂着一个听诊器 正亮的圆形听诊器金属表面 清晰地倒映出他的脸 苍白的脸 水汪汪的眼睛 看上去颇为楚楚动人 弱不经风 这他妈是谁啊 成林惊恶地瞪圆了眼睛 医生检查了他的头部 看了他的瞳孔 粗略做了检查 没发现任何一样 医生皱眉回头 对成父说 病人摆脱危险期了 而且病人头部表面没有任何损伤 但具体的情况需要我们便预约安排一下相关检查 才能出结果 也可能是病人受到强烈刺激 目前意识不清醒 希望家属可以配合一下 这一段时间对待病人尽量温和耐心 好的 谢谢医生 成父说 有事按呼叫铃 点滴还要继续 快滴完了 喊护士过来换水 好的好的 成博胜说 麻烦各位了 医生又查看了一下 躺在另一个病床上的成母 简单嘱咐了几句 然后带着护士离开了 门一关上 成父和成大哥一起走到成林床边看他 成林眼神微微有些发散 一副受惊的样子 成父和成大哥对视了一眼 成大哥小心开口 你还记得你叫什么名字 成林眼神聚集 望着成博胜的表情非常不友善 一副全神戒备的样子 我的闺女 该不像那些狗血剧一样 失忆了吧 成府说 成林心说 比狗血剧还狗血剧 是特么浑川 他目着脸没说话 成博胜有点着急 掰着妹妹的肩膀 非常严肃认真的开口 成林 你给我严肃点 这个时候 你敢给我搞出什么低级失忆伎俩 想要逃避这次落水事件 我们对你的指责的话 劝你立刻停止 否则 我真的会很生气 成林将视线从成父脸上 转移到成博成脸上 这个男子浓眉大眼 长得一表人才 但看上去没什么心机的样子 焦急神情不似作为 他从刚刚那段话 提炼有用信息 一一 成林应跟自己的名字一样 只是不知道是不是同样的字 二 落水事件 自己夺射的这具身体出现在医院的原因 应该是因为溺水 三 指责 能看出来 眼前自称哥哥和父亲的人 应该对自己非常关心疼爱 应该是原主做了什么不好的事 导致的落水 成林轻了轻沙哑的嗓子 开口 的确是失忆了 我只记得 我叫成林 不记得你们两个的身份 也不记得其他任何事 和任何人了 第四章 谋杀 成博胜声音一下子扬起来 成林 你最好别闹 成父拍了拍成博成的肩膀 表情颇为镇定 你别吓着他 可是成博成拧着眉 成父淡定的说 小林肯定是失忆了 成博成喊 爸 您别跟他一起闹着玩行不行 成父解释 眉那个闲心思闹着玩 他的表现像是装出来的吗 啊 还真是 成博胜一听松开了手 若他演技真的能这么炉火纯青 也不至于说成家花了那么多钱 还捧不红 还有 成博胜揉了揉自己的头皮 感觉自己的头皮 现在还火辣辣的疼 有一瞬间 他都以为自己的头皮 要被揪掉了 成林有些震惊 该震惊这父子的脑回路呢 还是震惊自己原主的演技呢 三人大眼对小眼 成林轻了轻嗓子 略有些不自在的 调整了一下自己 在病床上的坐姿 先对揉着头顶的成博胜道歉 对不起 刚刚有点用力 头发是这个年龄男人宝贵的财富 成博胜心里是有些担心的 不过他 还是放下揉头发的手 装作毫不在意的说 没事没事 咱们家三代以上 都是发根茂盛的 小林 你说你失忆了 那你都还记得什么 成林咬了咬嘴唇 骗坏人他很有一套 但骗真心实意关心自己的人 我 什么都不记得了 连自己的身世背景姓名 统统都忘了 成林眼底闪过一丝不安 对于未知的惶恐 他的职业习惯是 尽可能掌握所有的信息 才能让自己 立于不败之地 现在 这种两眼一抹黑的感觉 着实令他十分惶惶 成父没有忽略成林那 一闪而过的迷茫 他弯腰捡起枕头 放到成林的后背 便说道 百胜 你跟你妹妹说说他的情况吧 成林垂下眼瞼 远主父亲倒是个很敏锐的人 他想 成伯胜啊了一声 拖了个凳子过来 成林浑穿的这个远主 跟自己同名同姓 今年21岁 是个正在读电影学院表演系的学生 同时也是出道了一年半的18线小演员 成家兄妹三人 成伯胜比成林大八岁 目前未婚 成林还有个妹妹叫成年胡 今年17岁 高二学生 目前居住在封城 成林皱起眉 封城 刚刚医生护士来查房 他看到医生胸口的名牌上的信息是 海市中心医院 成伯胜看着成林皱起的眉 以为他哪里不舒服 赶紧问 你怎么了 是不舒服吗 成林摇头 没有 请继续 可成伯胜却不知道 再说什么什么好了 看着床上的妹妹 言行举止跟换了一个人一样 还要做这种介绍 别提多怪异了 看出成伯胜的卡顿 成林给他提供思路 也是他急于了解的信息 咱们家靠什么营上 成林早就注意到 成父和成大哥的衬衫西装 质感极好 裁剪得体 没有logo 一看就知道是手工定制 价格不菲 而成父脖子上的领带末端 夹着一个领带夹 一个蓝宝石眼睛的疯鸟 这是意大利顶尖珠宝牌子 就这个领带夹 绝对不是普通工薪阶层 能够消费得起的东西 咱们家 成伯盛清了下嗓子 看了一眼父亲 然后才说 咱们爷爷是做轮胎买卖 老爷是倒腾海鲜干货的 现在咱们家的企业 主要是提供科技人才服务 水产食品 餐饮业 汽车行业 房地产业都有覆盖 成林挑了挑眉 这种商业世家 自己不应该读个管理学 尽快进入家族企业吗 怎么会去混娱乐圈 别这么看我 不是我不想让你进咱们企业 成父老狐狸了 一眼就知道 对面这个小丫头在想什么 一家老少跪着求你来咱们公司 你都不来 非要去什么娱乐圈 说不能辜负爹妈给你的美貌 要让全世界人欣赏到 你的碧月羞花之荣 否则就是暴殖天物 可惜你入圈这么久 一个值得拿出来 说的角色都没有 对了 你还说娱乐圈帅割舵 方便你泡男人 成林 这个理由 他是万万没想到的 原主是个花痴 不知道惹了多少桃花债 成林有些头疼 家人还好说 若有个男朋友 他该如何处理呢 成林努力让自己口吻 不显得那么生硬 追问 那我现在的男朋友 是谁 啊 成福冷笑了一声 毫不留情地揭发事实 还男朋友呢 你禁卷这么长时间 颗粒无收 战绩是零 演技演技不行 做人做人不行 看得上你的 你不稀罕 你看得上的 人家不稀罕你 成福疯狂吐槽 看来这些话憋在肚子里 已经很久了 咱家挺有钱的吧 就没有人看上我的身份背景 成林直言不讳 成福靠坐在椅子里 双手交叉 放在小腹 充满讥讽地说 呦 挺有自知之明啊 没有人知道你的身份 当初你禁卷的时候 咱们约法三章 不能仰仗 咱们成家大小姐的身份 除了你的经纪人 和公司老板 圈里知道 你身份的人不多 成林消化了一会儿 感觉自己 对现况有了大致的了解 然后才问出核心问题 我既然生活在封城 大学也在封城读 怎么跑到海市溺水的 这次 成福跟成大哥对视一眼后 同时沉默了 成林敏锐地察觉到了异常 他坐正了身子 怎么 我溺水有什么问题吗 成福把翘着的二郎腿放下 身体前倾 表情很凝重 是有问题 你可能忘了 游泳可以算是你 平级人生中唯一的亮点 你从小就跟着你老爷 在海边浪里扑腾玩 水性特别好 前几天 你说 你想来海市玩 问你跟谁一起去 你说自己一个人 你妈不放心 就跟你一起飞过来 结果 今天上午 你趁着你妈逛免税店 拭拭的时候 偷偷摸摸溜到 新曼的海边别墅 成林立刻问 新曼是谁 新曼是谁不重要 他就是个女明星 你去他家的别墅 也是你非要来海市的原因 新曼举办了一个海边泳装派对 邀请了白牧川 这次不等成林问 成福立刻解释 白牧川现在当红的男明星 你最近很吃他的盐 去海市也是为了接近他 不过 我劝你最好放弃 你都送医院差点赶了 他连个头都没路 你俩肯定没戏 成福见缝插针地劝成林死心 成林没有偏离重点 这个叫白牧川的男明星 在我出事的时候 他在什么地方 是谁把我救起来 送到医院的 我 我妈她怎么发现我出事的 成林看了一眼 隔壁床上昏迷的女人 女人四十岁左右的样子 看上去保养得不错 挺好看的 就是在昏迷的时候 眉头都是紧紧皱着的 成福认真看了一眼成林 女儿失忆了 怎么反而感觉更聪明了呢 他组织了一下语言 出事的时候 白牧川正在海市电视台 拍宣传片 他没嫌疑的 你出事的地点 但别墅挺远的海上 拒就你上来的 骑摩托艇的老乡说 没看到你周围有人 但他没有看得特别认真 当时你情况危急 整个人都不会动了 人家着急送你去医院抢救 好在你命大 发现的不算太晚 捡回一条小命 发现的不算太晚 不 已经晚了 园主已经死了 所以才让自己这个游魂 纠占雀巢 成福看着女儿沉思的脸 是探问 怎么样 想起什么了吗 成林摇头 成福吐口气 继续说 另外 你被那个当地人送到医院后 就报警了 而你妈发现 你在商场失踪了 心里害怕 就去警察局报案 接到报警电话 警察就带着你妈去了医院 确认你的身份后 把新曼叫到医院了解下情况 新曼当时在跟朋友喝茶 有不在场证明 而且 据别墅的人说 你在别墅转了一圈 没找到白木川后 就走了 一个多小时后 你出的事 别墅有没有监控 没有监控 这些明星乌烟瘴气凑在一起 指不定干出些什么出格的事 有监控的话 谁还敢去玩 程博胜等父亲说完 跟着说 警察那边也去别墅检查 问了一些问题 说明文报告会 尽快给我们 警方那边的意见是 这次 你是意外溺水 不 绝对不是意外溺水 程琳身上 还穿着溺水时的衣服 是一身漂亮的连衣裙 脸上 还残存着化妆品的痕迹 若是想去海里游泳 怎么说也会换上泳衣 而且也不会特意化妆吧 这样子 像是精心打扮 去赴一场约会 而且 在程家父子看不见的地方 程琳用大拇指 搓了搓自己的指尖 指甲凤有撕裂的痛感 他经验丰富 知道这是过度用力 抓着表面光滑东西 导致指甲和肉连接的肉 被迫分离 水里 又滑不留手的东西 程妇和程大哥头碰头 神情严肃的小声讨论着什么 程琳则把自己的手 放到鼻子尖前认真看 右手中指指甲凤中 有一小缕 黑乎乎的东西 他把手放在身侧 将那点黑冻吸粘出来 搓了搓 是某种橡胶 结合海边 这种橡胶 很有可能来自于潜水服 潜水服啊 小妹妹 看来你真的是被人谋杀了呀 第五章 复仇 需要先将这具身体 磨练成大杀器 是情杀 仇杀 还是看到了什么 不该看到的东西 被灭口 海市他挺了解的 因为靠海运输 发达空子很多 当地走私贩毒 一直履禁不止 很多明星 法律意识淡薄 有不少灰色收入 他就曾经破获过 明星利用海边别墅 举办派对 非法贩卖违禁物的案件 还是争夺财产 程琳看了一眼 正在严肃小声 讨论的成家父子 虽然他们说 自己是自愿加入娱乐圈 死活不肯 进自己企业 程琳见过太多 为争夺财产家人 反目的案件了 还是别把自己的发现 说出去吧 作为H别动队 现任队长 经历过被战友背叛 被义父背叛的事情 他很难会 轻易地相信别人 正在成林沉思的时候 旁边病床躺着的成母 发出了一声声音 小林 成大哥冲过去 妈 您怎么样 成母挣扎着 扶着儿子的手 从病床上坐起来 小林怎么样 大妹妹已经醒了 成伯胜吞吞吐吐 只是她 这个口吻 让成母一下子急了 一把掀开被子下床 看见病床上 好好端坐着的成林 一惊一乍的险些 再度晕倒 成甫半掺扶着成母 用手搓了搓成母的后背 慢慢说道 小林她可能是因为受惊过度 出现了短暂的失忆情况 什么 失忆 成母难以置信 看着大女儿 她指着自己的鼻子 问成林 你不记得妈妈了吗 成林缓缓摇头 成母泪水夺框而出 都怪我 怪我没有看好你 怪我非要去试那件衣服 我的林儿啊 成林心底慢起一种 奇异的内疚感 她什么都做不了 只能呆呆看着成府 搓着成母后背宽慰她 成伯成 荒手荒脚 递纸巾抽合 哭湿了几张纸巾后 成母红肿着眼睛开口 那咱们 怎么给林儿治病啊 本来就不激烈 再失忆 成林 成夫说 转院吧 海市这里能有什么好医院 回封城找个资深的医生治疗 百胜已经联系好了 咱们明天早晨坐飞机回去 百胜 飞机包好了吧 成伯成点头 咱们十点 过去就行 最好别迟到 耽误了时间 人家机场不好安排起飞和航线 成母拉着成林的手 泪汪汪看着她 温柔地抹扎着她的手 力道轻的 仿佛成林的手是玻璃做的 一用力就会碎一样 这让成林很不自在 她从小没有感受过家人的呵护疼爱 此刻 她感觉自己像是个小偷 怎么可能心安理得享受着他们的关心 小林 你还有哪里不舒服吗 呃不饿 可不可 冷不冷 头还疼吗 成林装作咳嗽 把手从成母手中抽出来 放在唇边掩了掩 可 我现在没什么难受的了 就是有点累了 成伯点点头 伸手将成母从病床上扶起来 对成林说 行 那你好好休息 我看你妈 今天身体和精神状态也不算好 我带她出去吃点东西 顺便找个酒店安顿下来 你哥陪着你 你有什么事 就跟你哥说 说完 他对成大哥说 小盛 你好好照顾你妹妹 今晚辛苦你 别睡觉了 成伯胜沉稳的说 放心吧 爸 妈 你们快去休息休息吧 成母靠在丈夫肩膀 担心的看着病床上脸色惨白的女儿 可是 妈 我在你有什么担心的 快去吧 人家医院说了 只能留下一个人陪床 您若今天不好好休息 累出个好歹来 等咱们回封城后 大妹妹谁来照顾 成母再三叮嘱后 依依不舍的 被成父脱离了医院 成伯诚坐在凳子上 看着妹妹 成林一直没说话 视线犹豫在父母和自己的脸上 眉心微微促起 表情有些迷茫 眼神却很悲伤 那是自己从未在妹妹脸上见过的神情 让人心疼 一瞬间 她从心底接受了妹妹失忆这件事 妹妹坐在那里 像个陌生人一样 成伯胜忽然有点手足无措的尴尬 啊 那个 小林 你饿不饿啊 成伯胜打破沉默 成林将自己的视线从病房门那收回来 冲成伯胜笑了笑 我不饿 我问过医生了 你还是可以吃一点东西的 成伯胜没话找话 我不想吃东西 成林笑了笑 病房再度安静 成伯胜哭坐在凳子上 看着妹妹靠坐在床上 她正望着自己的手指 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成伯胜再次开口 那你要去厕所吗 成林再度摇头 对了 你每天都要做什么美容面膜 要不要我出去帮你买店 成伯胜站起来 不用 谢谢 成伯胜尴尬的再次坐下 成林看了一眼成伯胜 他一脸我是留下来照顾病人的 什么都不做 我会不安的表情 主动开口 我的手机在吗 我想看看手机 有 有有 成伯胜如释重负 有种总算照顾到病人的欣慰 你不说 我都忘了 他从旁边的衣柜挂着的包里 摸出一部手机 递给成林 成伯胜迟了一下 还是开了口 你溺水的事 还是先别跟人说吧 妹妹以前被茶杯烫红了 都要发微博发朋友圈 昭告天下 溺水这么大的事 怎么可能憋得住 没想到成林接过手机 表情严肃 我肯定不会 我还想跟你们说一下 我溺水的事 最好是先别宣扬 他想看看 对方是希望别人知道自己 溺水这件事 还是不希望别人知道 啊 成伯胜一愣 好的 另外 我失忆的是 不用让医生太过保密 成伯胜很聪明 他看了一眼成林 二世祖无脑花瓶妹妹 忽然变得这么睿智 让他很不适应 怎么 你是 察觉到什么了吗 是真的有人想要害你 成林笑了 笑容非常陌生 那谁知道呢 成伯胜沉默了 那个 成林咬了咬牙 逼着自己别扭地叫出来 大哥 嗯 你们别担心 也不用插手干预 反而打草惊蛇 说不定我失忆了 对方喜闻乐见呢 做了多余的事 我反而 可能会有危险 知道了 成伯胜沉生说 那我看会儿手机 大哥你也歇会儿吧 虽然成林说自己不饿 但他还是决定去楼道 自动售卖机 买点零食饮料什么的 成大哥推门走出去 成林直到病房门关上 他轻轻输了一口气 不自在 但不反感 手机是面容解锁的 手机读取了他的面部信息 轻易打开了 微信未读99加 微博未读999加 还有一堆短信 电话 成林没顾得上看 很快 他在手机装载的一大堆 乱七八糟的APP中 找到了自己想要的 搜索矿输入阿莫斯 乔埃斯 最新新闻 据某某社报道 美国阿肯色州 成功击毙南美大毒销 收缴某某公斤毒品 据报道 该次事件由阿莫斯 乔埃斯组织 阿莫斯 乔埃斯 是加州竞选州长 最有竞争力的政治家 据此事件后的不完全统计 他的支持率 上升了5% 并稳步增长中 成林看了一眼 日期 距离自己被枪杀 已经过去了5天 想必义父这会儿 应该在自己的酒庄 举办庆功宴吧 草 但现在的他 想要复仇 简直是天方夜谭 他需要将这具身体 重新打造成大杀器 还要积攒财富 积攒人脉 只有他变得足够强悍了 才能出手给义父 不 是阿莫斯 乔埃斯 致命一击 制定复仇计划的是 要从长计议 现在他需要尽可能 多了解原主的信息 才能确定 自己下一步应该往哪里走 没想到 自己毕生追求的自由 却是以这种形式实现的 私人已逝 自己能为原主做的 只有替他报仇 替他好好活下去了 先从哪里开始了解呢 成林拿起了手机 手机是现代人的黑盒 记录了每一个人 点点滴滴 方方面面 甚至有人说 在死之前要做的最后一件事 就是恢复手机的出厂设置 才能留得清白在人间 成林打开了微信 然后深深震撼了 第六章 绝境求生 综艺节目 微信至少有七八十个群 各种乱七八糟的吃喝玩乐群 购物群 美妆群 海桃群 还有一些一看就知道 是参加过的剧组保留的联系群 还有同学群 摄友群 狐朋狗友群 家族群 好友人数上千人 从上到下滑了十几次屏幕 愣是没翻完未读信息的界面 满屏的小红点 成林叹为观止 再打开朋友圈 原主应该非常喜欢分享自己的心情 也喜欢分享自己的所见所闻 每天都能发十几条 这个美甲好漂亮 黑色红心 黑色红心 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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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椰子 菠萝蜜 凤梨 这里就是水果的天堂 本小姐的减肥大液 要泡汤了 吹爆X奶茶 好好喝 可惜我要减肥 图片 图片 新泳衣 好喜欢 显得本小姐很白 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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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白木川好好看 腹肌摸上去 一定手感很好 图片 成林点开大图 看着屏幕上穿着泳裤的白木川 然后 看着屏幕上白瘦 跟面条一样 肩不能单手 不能提一副肾虚面容的男子 陷入了迷茫 原主小妹妹 为了这个身上没有二两肌肉的面条 若激难 从北方飞到海市 溺水身亡 居然还没追上她 正迷惑不解呢 陈柏胜买完东西回来了 他把手中的零食 放到妹妹的床头柜 无意中 瞥见妹妹的手机屏幕 一张白木川放大的脸 陈柏胜 忽然震怒 都TM失忆了 还不忘欣赏白木川 妈的 看来是真爱啊 陈柏胜立刻像吃了苍蝇一样 他心里默念妹妹失忆了 落水了 受惊了 不能骂不能骂 不能骂阿弥陀佛 滚到一边自闭去了 成林打开 手机前置摄像头 看了看屏幕中的脸 虽然憔悴苍白 但圆主有句话说的没错 这么漂亮的一张脸 不让全世界都欣赏 的确是有些暴天天物了 陈柏胜好不容易 做好了心理建设 又走过来 看到妹妹正在用前置摄像头 欣赏自己的旷世美颜 于是又缩回去了 成林飞快将手机里 所有的照片 微信 短信 联系人等基本信息 粗略浏览了一遍 手机第三次提示 电量不足 他放下手机 捏了捏鼻梁 陈柏胜这才走过来 手机给我吧 我给你充电 也歇会眼睛吧 看了好久 成林点头将手机递过去 成伯胜插好手机电源线 忍了半天 还是没忍住开口 妹 我有句话 不知当讲不当讲 成林 眼神询问 我就只说了呀 我就不明白了 白木川那种细皮嫩肉的小白脸 有什么值得你这么喜欢的呀 你从小接触的帅哥 没有一千也有八百了 一脸纵欲过度的肾虚脸 怎么就非要喜欢这个白木川呢 成伯胜连猪炮式的 噼里啪啦一顿输出 成林错愕的看着他 最后他鸣嘴一笑 大哥 我觉得你说的没错 而且 我刚刚翻看了一下白木川的照片 发现他长得真挺一般的 我已经决定不再追求他了 成伯胜惊喜万分 啊 真的吗 太好了 太好了 那我跟你经纪人说一下 咱别去参加那个 绝境求生 那好不好 成林挑眉 绝境求生 是什么 就是一款荒野求生类的综艺节目啊 当初你听说白木川要参加 于是要死要活 非要去的节目 现在 你既然不喜欢他 也就没有必要参加了吧 虽然节目组已经在微博官宣了 不过 临时退出节目 也是圈里常见的情况 成林拿出手机 打开微博 搜索 绝境求生 绝境求生 节目组 2023年野外求生互动体验真人秀 警号绝境求生 警号 at林许南 监制 将于9月16日晚20点准时登录抖音 快手 都于三大网络直播平台 锁定绝境求生 大家快来 一起跟七位嘉宾 at白木川 at成林 at老班九闯世界 at刘战 慢慢来 at强悍体能训练中心教练 吕登峰 at招招 退役女运动员杨招 排名按照姓名手字母顺序 以及一位重磅神秘嘉宾 共同体验惊 共同体验惊险刺激的野外求生吧 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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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方微博放上来了 已经官宣的六名嘉宾的宣传照 最后一张图片 则是一个黑色阴影 脸上打着问号 的神秘嘉宾 六个人穿着白鹰休闲运动 赞助商提供的休闲户外服 前胸是每个人的名字 后面是各大赞助商的 logo 五个人的对付颜色不一样 退役女运动员杨昭 是草绿色 跑酷流战是淡棕色 健身教练吕登峰 是天蓝色迷彩 老班纠是水泥灰色 成林是一身黑 白木川一身亮橙色 成林看了看一身黑的自己 对自己穿越的这具肉体的容貌 很满意 欣赏了一会儿自己后 成林点开下面评论 白木川古装第一美男子 不接受反驳 希望节目组可以好好挂爱我木川哥哥 天天骂成林 骂累了 以后把骂他的话刻在他的墓碑上吧 听说骂成林可以点赞过万 知道为什么成林总爱言反派吗 因为他是本色出演 小道消息 保真 成林参加这个节目 是因为他脚踏两条金主船被发现了 被逼参加的 评论2038条 只有1950条骂成林的 剩下那80多个是键盘不好使吗 期待刘战哥哥在节目中的表现 哥哥 哥哥 你最帅 盲测一下 冠军非老班纠莫属 老班纠曾经独自横贯威地马拉 带着几个硬币去印度生活了三个月 大哥币 亚马逊雨林 他独自求生过的险境太多了 成林也很不容易的 他这么可爱 这么努力 难道就不能参加综艺节目吗 本条五毛 楼上的 刷好屏在哪里接活 虽然讨厌成林 但我想赚钱 成林是来干嘛的 节目组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期待成林在节目组中的表现 大漠相飞 中的成林美番了 求问成林是什么牌子的塑料袋 这么能装 若若问一句 没有人关心 那位没有露面的重磅什么嘉宾 是什么人吗 微博一大波话题 热度飙升 锦号 扼知花成林官宣加入 绝境求生 节目组 锦号 锦号 绝境求生 全国首款野外求生节目 致敬贝也 锦号 锦号 在县官看成林被血虐 锦号 锦号史上最好看的户外运动女神 不接受反驳成林定装照 锦号 恶评如潮 成林一个十八线小明星 评论热度 居然远远超过了准三线的白木川 也是很迷 其中夹杂着几个 一看就是工作室买的好评热搜 假的不行 成伯胜看着成林面无表情的 看着微薄成群的谩骂 心里有些焦灼 他在一边打哈哈 网友都是这样了 别往心里去 他们是酸葡萄心态 肯定非常嫉妒你的美貌 好评和热搜 是爸爸和大哥买的吧 没少花钱吧 成林放下手机 嗯 没花多少钱 成伯生立刻捂住自己的嘴 成林总算知道 评论里说他棒金主的消息 是怎么来的了 一个十八线胡咖 要演技没演技 要背景没背景 却总能有好资源 就凭网友们丰富的想象力 估计早就给他编排了 无数个金主了 那你要不要退出 成伯胜问 成林勾起一侧嘴角 眼中的调皮一闪而过 当然不退出 还有 请大哥以后不用帮忙刷好评了 我会凭实力 扭转大家对我的看法的 成伯胜抱拳 谁都不服 就服妹妹迷之自信 希望上了节目 被打脸后回家别哭鼻子 什么 成林失忆了 心慢瞪圆了眼睛 对面的女孩点头 她叫穆英迪 是个官二代 因为祖辈有军人 所以 她虽然此刻坐姿散漫 但依旧有种干练的气度 压装的吧 怕咱们找她麻烦 心慢放下手里的香烟 皱着眉问 穆英迪摇摇头 不知道 依照成林杂杂呼呼的性格 应该不会装失忆 你 难道想放过她 心慢问 我想先试探试探她 毕竟也是个小富二代 还是个颇有名气的明星 我很难处理干净 穆英迪摸出一根烟 心慢立刻凑过去 用打火机点燃 穆英迪吸了口烟 慢慢将烟圈吐出去 我爸明年是关键时期 我不想惹麻烦 穆英迪说着 隔着烟雾 斜看了一眼心慢 心慢没说话 桌子下攥紧了拳头 还有 江启云马上也回国了 你若碰上她 注意点什么 该说什么不该说 另外 最近别来找我 你要有什么事 跟我司机说 他会转告我的 心慢脸瞬间沉了一下 很快恢复常态 笑着说 闲着没事 我找你干嘛 两人没在说话 穆英迪靠在沙发上 吸完手中的烟 然后将烟暗吸在烟灰缸里 他扬了扬手 垂手站立在身后的黑衣保镖 立刻上前递过他的鳄鱼皮包 穆英迪从里面摸出一张银行卡 放在心慢面前的桌子上 卡的密码是六个零 这段时间 你也收收心 调养下 尽量不要出现在公共场合 半年后再拍戏吧 说完 穆英迪从凳子上站起来 事后在他身后的两个黑衣保镖 立刻拎跟上 心慢神情凶狠 看着穆英迪的背影 谁知穆英迪走到门口 猝不及防回头 心慢没来急 得收拾好脸上的表情 就听见穆英迪没什么语气的说 希望你能认清自己的身份 不要惹麻烦 成林那边 你也该去看看 毕竟他是在你的别墅处的事 直到穆英迪的车离开庄园 心慢才从凳子上站起来 他猛地抄起桌子上的水晶烟灰缸 用力砸向了大理石地面 又一仰手 将桌子上的茶壶茶杯全都甩到地上 操 仗着家里背景 就他妈的狂的眼睛 掌后脑勺 江启云要回来了 就知道半乖了 你是把江启云当傻子吗 你俩要真有戏 至于青梅竹马这么多年 一点发展没有吗 穆英迪坐在车子后排 看了一眼航班信息 保镖开口问 心慢那边真的不用管他吗 不管他 他若不老实 就封杀他 穆英迪慢慢靠到座椅上 手指捏着手机 在半空旋转 倒是那个成林 让人盯紧点 看看他是真失忆了 还是假失忆了 别让他给我添麻烦 是 真的不去接江二少爷吗 保镖问 不了 穆英迪笑了笑 来日方长 他刚回来 就让他好好休息休息吧 第七章 神秘嘉宾江启云 南二 封城国际机场 两个机场工作人员 拿着绝境求生的大海报 往墙上贴 一边贴一边说 别说 成林还真是好看 好看什么呀 另一个工作人员说 都是化妆化的 再加上现在的 PS技术 就算是头母猪 也能变成大美女 不过 这个成林也是个妙人物 出道这么久 大把大把的资源 往他身上砸 愣是没捧红 没办法 矫情做作的要命 演戏还不如我们楼下 幼儿园小孩们过家家呢 而且看见帅哥就往上扑 最近不死命追求白木川吗 两个人聊天 并没有注意到 从飞机通道走出一行人 走在最前面的男人身高齐长 略长的黑色短发 戴着墨镜 黑色口罩 将面容遮得严严实实的 从他一身质地裁剪良好的休闲装 能看出来 这人非富极贵 在这个高个子男人身后 还有七八个保镖助理模样的人 拎着行李箱 大大小小的包裹 男人迈开大长腿 静止朝停车场走去 目不斜视的经过 正在贴 绝境求生 海报的两个工作人员 走出五六步后 男人忽然顿住了 身后的一排人跟着停下脚步 同时警惕地四处张望 男人转过身 走到那几张海报前 目不转睛 看着墙上的宣传海报 绑着马尾的成林 笑得阳光灿烂 然后又看了看 旁边海报上白目穿 那肾虚发白的脸 两个工作人员贴完了 另一个后退几步 想看看贴得平不平 这一后退 撞到一人身上 对不起 工作人员赶紧道歉 回头一看 愣了一下 哇 这个人长得好高 气质很好 男人盯着成林的脸 淡淡开口 没关系 这个声音 工作人员一愣 就像是浓烈的威士忌 加了冰块 就像是秋天的风掠过竹林 就像是深海孤独 岛屿海浪拍打岩石 怎么听 怎么像影帝 与歌王的江启云的声音 江启云的名字 在华国 恐怕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少年出道 扮演少年帝王电视剧 一炮走红 主题歌也是 他自己创作自己唱 同样成为大街小巷筷制人口的歌曲 接着便是一张接一张的唱片 电视剧 电影 国内外的影视和歌曲大奖 拿到手软 就在半年前 年仅27岁的影帝 忽然宣布西影 去外国进修 归期未定 不可能是江影帝吧 旁边一个助理 Mike 上前一步 低声询问 江哥 两个工作人员瞪圆了眼睛 那男人嗓音低沉 再次开口 没事 语气不怎么爽 真的是江启云 一个工作人员 控制不住的微微颤抖起来 差点放声尖叫 只见江启云 把墨镜往下拉了拉 冲着即将尖叫的工作人员 把竖着食指放在嘴边 做了个虚的动作 让人知道 江启云在机场 估计机场秩序 瞬间就瘫痪了 两个工作人员 立刻同时用力捂住嘴 会议的点头如捣蒜 江启云侧了侧脸 助理会议 立刻从包里 摸出两个江启云的周边 以及两张签了名的CD 递到两个工作人员手上 随后 江启云摆了摆手 带着他那一大群保镖助理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机场 直到他的身影消失在视线 两个工作人员才压抑着声音 小声尖叫江影帝 天啊 我居然遇到了江影帝 江影帝回来了 坐到家常黑色轿车后排 江启云口罩都没来及得摘 就对迈克说 绝境求生 怎么找了两个门外汉 我说了 我要保证节目的真实性 迈克张了张嘴 江启云略有些烦躁地扯下口罩 我自己问吧 说完 他掏出手机 翻找通讯录里的傅一斌 按了下去 对方秒接 傅一斌产眉笑着 哇 江老大 您这是刚下飞机吧 有什么指示 江启云没什么口气地说 你知道我 为什么不让你提前官宣 我要参加 你投资那个 绝境求生吗 傅一斌愣了一下 试探着说 不就是为了节目效果吗 江启云冷酷地说 不是 是为了 万一你不靠谱 我可以随时抽身 节目组换人 傅一斌 老大 没必要这么算计 我这个渣渣吧 我说了 这是我的第一个综艺节目 若不是看在你马上 就要流落街头的份上 我不会见 我参加是有条件的 节目要真实 不能有剧本 不能找门外汉 你给我塞两个若鸡明星 算怎么回事 踢走 你是说 我真没办法踢出去 哦 江启云说 那我退出 别别别啊 老大 爸爸 爷爷 祖宗啊 我就等着这个节目救命呢 傅一斌急的那边都快哭了 狠话我都放出去了 我爸说了 这个节目如果不报 新药集团就给那个狗杂种操的傅一海了 江启云没说话 傅一斌咬牙切齿 白牧川 是傅一海塞进来的 他威胁我说 如果我不让白牧川参加 他就给我下绊子 我折腾不起啊 至于成林 他的后台给我开了一个无法拒绝的条件 江启云仰起眉吗 什么 1500万资金 江启云直接挂了电话 傅一斌打过来 江启云挂掉 再打过来 再挂掉 最后 傅一斌把手机打到了经纪人迈克手机上 迈克看了一眼江启云 江启云点头 哎哎 迈克尔 江哥在你身边吗 开工放 拜托了 迈克尔能把英文名叫得如此接地气 迈克无奈看着江哥 江启云事已接通 迈克接通后 开了外放 还没来记得开口 就听见对面傅一斌 连猪炮板解释 大哥 我现在的钱都投出去了 导演 制作人 厂务 排成人员 窜出安部 美术组 声音组 音乐组 广告宣传组 处处用到钱啊大哥 我真的身无分文了 你是知道我的 傲骨争争的我 要不是被逼急了 怎么可能魏无抖米折腰 你不会找我要吗 江启云终于开口了 傅一斌听出他语气里的松动 立刻打出感情牌 大哥 您都答应参加我这个小破节目组了 我哪还敢跟您伸手要钱啊 那圈哥们 我都拉了一波赞助费了 钱都花在节目的保证性和安全性上了 保证节目效果杠杠的 江启云叹口气 那我信你一次 不过 那两个演员 还是要敲打敲打 认真参加节目 别到时候上了节目 给我整出什么幺蛾子 傅一斌一连串答应 哎哎哎 放心放心 我一定会吩咐 导演他们的 挂了电话 江启云按了按眉心 他朋友不多 负一斌算一个 要不然 他也不会帮忙了 Mike帮我从基金里取出2000万 我要用 另外 帮我把这个节目参加的嘉宾成员信息整理一下 尽快给我 江启云想起机场那两个沾海报工作人员的话 皱着眉补充了一句 尤其是那个叫成林的女明星 Mike说 江哥 资料我会尽快准备齐的 只是 有句话 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说 如果您 一定要参加这个综艺节目 请您务必远离成林 怎么讲 那就是个娱乐圈的独流 女星中的渣渣战斗机 见色眼开 没有脑子 没有演技 没有口碑 没有路人员 她能活到现在 纯属运气好 没有遇到暴脾气的 江隐帝邪宁一笑 我 还治不了一个丫头骗子 我会让她清楚地知道 江启云 是多么冷酷无情的一个人 第八章 换个男人追 转院手续很顺利完成 毕竟成父也是拥有超能力的人 包的私人飞机 很快就降落 管家带了两个司机 一辆家常商务车 一辆家用轿车 成母身体弱 先坐家用轿车回家 而成父成大哥和成林 跟着管家上了商务车 直奔医院 全国顶级的脑科专家及医生 认真为成林做检查 从抽血化验到脑部CT 光检查项目就十几个 可一套检查做完 并没有查出个所以然来 老医生推了推眼镜 对诊室里的成父说 她这种情况非常少见 目前看 还是多观察 不用药物干预 顺其自然 成父点点头 医生说 另外不要太过小心翼翼 让病人神经紧张 该怎么样 还怎么样 让他慢慢熟悉环境 定期回来检查 另外 病人有任何异常举动 也要来检查 出了诊室 成大哥和管家迎上来 成林坐在长凳上没动 成博胜用眼神询问 成父摇头 查不出什么特殊的 医生说 可能是因为意外溺水 受精过度导致的记忆错乱 也许过段时间 就能自行恢复 就让咱们平时多注意观察他 出现异常 及时就意 也不要太过刺激他 关注他 只有成林明白 他的记忆是不可能恢复的 等车子停下 成林从车上走下来 站在五层的联动前后 双排别墅前 他忍不住吹了个口哨 自己低估了成家的有钱程度 前有花园凉亭 后有游泳池 篮球场 寸土寸金的封城 能拥有这么一块地 足以证明成家的家底饮食 偌大的别墅里 下人们来来回回忙碌 却井然有序 成家应该事先叮嘱过 庸人 保姆 园丁 保洁们 都没有对充满好奇 四处打量的成林过多关注 他们重归重举 对成家人问好后 各忙各的 成林敏锐地 从他们眼中 感受到好奇和打探 别墅的大门打开 从里面奔跑出一个 短发窈窕 高个子的女孩 嘴里连声喊 姐 成林人由这个少女 扑到自己怀里 你没事吧姐 成小妹带着哭腔喊 成林略有些生硬 抬手揉了揉成棉糊的头发 嗯 我没事 这不已经回来了吗 语气虽然生硬 但很温柔 成小妹吃惊地看着成林 小声问 你真的失忆了 换做以前 姐姐肯定会一把推开自己的 成林叹气 点头 太神奇了 就像拍电视剧一样 成小妹抱着成林的胳膊 一边往屋里 走一边叽叽喳喳询问 听说你掉海里了 怎么回事 牧川哥哥 没有救你吗 难道说 就是他英雄救美 那你会不会得偿所愿 哇 成林以前经常跟队友们勾肩搭背 这种被人挽住胳膊的方式 还是第一次 成林忍着这种从未有过的亲密举动 产生的不适 口气平淡 不是 跟他没有关系 成父成母 依偎着靠在一起 看着成林后背僵硬 同手同脚走进大门 成母垂泪欣慰地说 林儿失忆了也好 咱们多久没看到他们姐俩这么亲密了 唉 看得我都要哭了 成父搂着妻子的肩膀 你哭就哭吧 非要用我的衣服蹭鼻涕 好几万块一件的衣服呢 成伯胜指挥着管家搬行李 帮厨和庸人布置菜 不多时 一家人围坐桌边热闹吃饭 饭菜质量非常高 比一般高档餐厅的水平都要好 成林舟车颠簸 又空腹 抽了一大堆血 做了一大堆检查 这会儿早就饿得前胸贴后背了 饭菜又泼合胃口 他便埋头吃饭 菜吃了一轮 成父擦了擦嘴 看成林喝了一口果汁 问 我听你哥跟我说 你不想追求白木川了 是真的吗 成林放下果汁杯子 是 我不喜欢他了 成母一脸惊讶 啊 你不喜欢小白了 那你该喜欢谁了 成小妹也凑热闹 是啊 是啊 姐 这次你追谁啊 成林无语了 不是 原主就那么缺爱吗 非得追求一个男人吗 则 成小妹是行动派 立刻掏出手机 点开微博明星 选好筛选条件 从上到下 指给成林看 他怎么样 桃花眼 笑起来很像柴犬 哎 对 大飞 他可是心静的奶油小生 成小妹喋喋不休 成林感觉自己 要不赶紧选一个 他能说到明天天亮 成林瞥了一眼 手机里 一排排男明星明艳的 滤镜过后的脸 不过 倒有一个 没有修图过度的男明星 穿着简单黑T恤 看着挺阳光 挺精神的 成林抬手随便一指 这个吧 一家人瞪圆了眼睛 成林 自己哪里踩来了吗 这个不是长得很英俊吗 难道他有什么可怕的黑料 成母 你不是说 江启云长得老气横秋 跟上世纪的古董一样无趣吗 成林胡 你还发了好几个微博 对那些把白木川 和江启云放在一起 比较的文章 说什么 就算江启云跪着球 你你都不会跟他谈恋爱的吗 成伯胜 你不是说 他一身肌肉 看上去很恶心吗 成父 点头赞同 成林 我现在失忆了 欣赏男人的角度 就不能顺便失个亿吗 成林吐口气 能 可以 双手赞成 我也喜欢江启云 以前你讨厌他 我可不敢说 成棉胡微笑 他又帅 又有演技声音还好听 而且从来没有任何绯闻丑闻 简直模范男人 成林还能说什么 继续吃饭吧 成母感觉花痴女儿 总算眼力好了一次 倍感欣慰 追男人的事 先不着急呢 这几天 你好好在家休息 过几天 我跟你三一去青云寺烧烧香 保佑 你赶紧恢复记忆 成父放在桌子上的手机 响了一声 成父拿起来看了眼 对儿子说 小盛 咱们公司对外宣传模块的 境外势力网络攻击 防御的怎么样了 当初成林出事的时候 成父成兄 正在公司处理 境外网络攻击事件 人命关天 俩人就放下工作 飞往海市 但少了成博盛的支持 攻击事件的影响挺大的 成博盛是 T大毕业的计算机高材生 虽然他现在已经是公司的管理层 但公司技术部的头头还是成博盛兼任 此次的境外网络攻击非常强悍 情况很严峻 他们公司的网页不定时就瘫痪 时不时还会变出满屏黄色图片 也会出现登陆不上去的情况 好容易干掉一波攻击 下一波攻击接踵而至 一波接着一波 他们现有的安全防御系统存在漏洞 一时半会 很难从底层逻辑进行改进 说起这件事 成博盛瞬间没了食欲 他放下筷子 皱着眉说 这次他们很疯狂 处理起来很麻烦 估计还得十天半个月才能恢复 成父恩了一声 一会儿 我把吴公 刘公他们几个 叫到家里来 我们去机房那边加班 成博盛说着 就掏出电话 成家别墅 有一个非常棒的计算机房 因为成家生意跟紧时代潮流 直到信息时代 抓住网络用户 才能立足脚跟 成博盛发完消息 侧着头跟父亲讨论起来 而一边的成林竖起耳朵 专心听着 举着筷子半天没动 第九章 潜入机房 小林 成母注意到女儿的异样 怎么不吃了 成林回过神放下筷子 拿起餐巾擦了擦嘴 我吃饱了 吃这么少 成母下意识说 接着他看了一眼成林眼前 空空如也的几个大盘子 给成林切的牛排 龙虾 糖醋小排 食井蔬菜沙拉一大堆 全吃干净了 成母有些吃惊的改口 也不少哈 看来恢复得不错 成林笑笑 看了一眼皱着没讨论的成父和成大哥 迟疑了一会儿 还是什么都没说 放下餐具 推开餐椅站起来 我先回房间了 姐 你等等 成小妹放下刀叉 捞起餐巾 随便在嘴上一抹 跟着站起来 你记得你的房间在哪吗 不记得 走 我带你去 成小妹好久没见过这么温和 也不能说温和吧 她看了一眼成林的没有表情的脸 虽然看着冷漠 但也没有拒绝自己 两人爬到顶层 姐 这就是你的房间啊 成小妹在门口停下脚步 一脸期待 小心翼翼看着成林 成林看她 怎么不进去 那个 你平时不让我进你屋 成小妹小声说 想进来就进吧 真的可以吗 你不会生气吗 成小妹嘴上这么说着 身体却诚实地快速开门走进去 她好久没进姐姐的房间了 都感觉很陌生了 成小妹打量半天 却没听到姐姐的脚步声 成小妹扭头看 站在门口 一脸震撼的微微张嘴的成林 姐 怎么了 这是我的房间 是啊 成小妹点头 说实话 成林不是很想踏进去 房间很大 少说200平 布置的风格 非常弱智的公主风 铺天盖地的毛绒绒地毯 靠背 拖鞋 挫满碎钻的梳妆镜 帷幕累丝床围 心情点缀的纱窗 对于小学女生来说 应该是很完美的房间 问题是 成林她不是小学生了 特工成林曾经的卧室非常简洁 一台高速计算机 一张床 一个衣柜 计算机可以一键损毁硬盘 床上没有任何 可以暴露个人身份的东西 简洁的不能再简洁 而不是现在这种 充满了少女的生活气息 成林站在门口 不知道该如何下脚 最后 她在心里道歉 抱歉啊 毕竟我要睡的地方 这个品位 我真的睡不着睡着 也会做噩梦 为了你我共同的生活体验 我就要更改一下风格了 希望你能见谅 她开始动手清理 成小妹虽然不解 但还是一起动手帮忙 还喊来了管家庸人 动静很大 除了去忙工作的成大哥 最后连成父成母 都跟着上来了 忙活了一个多小时 终于将那些少女公主 寄的东西都收拾出去 成林的口气 才算吐干净 还有什么缺的 你跟管家张叔说 他明天帮你去置办 成父擦了擦额上的汗说 成林点头 他也不打算收着了 直接了当开口 量子级的台式计算机三台 再来几个可以 连屏的电脑屏幕 再来个顶配的笔记本 对了 我还要一根专门 可以隐藏IP的高速网线 还有 我要一套健身器材 可拆卸哑铃 要那种高密度重量级的哑铃 还有一套仿真 模拟设计游戏装备 健身服多来几套 跑鞋要轻科技的 嗯 暂时就这么多 对了 能不能给我来一把 手感好一点的匕首 他每说出一个词语 屋里的人嘴就张大一点 到最后 一屋子的人 嘴巴都可以塞下一个鹅蛋了 管家用眼神询问成父 老爷大小姐 真的失忆了 成父 是啊 性情大变 爱好也变了 还是多多满足他的要求吧 管家 嗯 老爷你放心 凌晨四点 成家别墅 机房 成伯胜和成市集团技术部 五位大牛 哈欠连天 刘公喝下杯子里 最后一口黑咖啡 也抵挡不住 双眼皮粘在一起 他站起来 揉了揉酸胀的腰 不行了不行了 我去洗八脸 成伯胜也受不住了 他昨晚在医院 陪成林就没睡 今晚又熬夜写代码 脑子跟江湖没什么区别 刘公算是他们这些程序原理 精力比较旺盛的 此刻都撑不住了 现在继续工作 也没什么效率 刘公 等等 别洗脸了 陈伯胜敲完最后一行代码回车 从凳子上站起来 今天就先到这里吧 熬下去也弄不出什么了 大家熬了一宿了 等我 让我们新来的大厨 给大家简单弄点吃的 再派司机送大家回家 等各位休息好了 咱们接着再站 辛苦各位了 几个技术大牛松口气 赶紧摆手说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陈伯胜走出机房 机房在联动别墅的后排 大厨住在前排 他一边掏出手机 一边往前走 忽然听到跑步声 陈伯胜扭头一看 张大了嘴巴 是成林 穿着一身运动服 脚蹬跑鞋 妹妹居然凌晨四点在跑步 成林看了一眼 他刚刚走出来的房间 用运动毛巾 擦了擦额上的汗 大哥 你这是刚工作完吗 是啊 陈伯胜神情恍惚 他甚至怀疑自己 是加班加的 出现了幻觉 你跑步呢 嗯 是啊 不是要为上节目做准备吗 成林说着 又看了一眼机房的方向 大哥 你刚加完班吗 怎么 昨天那个什么网络攻击 导致的系统崩溃 还没恢复吗 你们还要继续吗 陈伯胜有点受宠落惊 妹妹居然还会关心自己的工作 他点点头 嗯 你别操心了 我让厨房那边坐点的 就各自回家休息了 陈伯胜神情疲惫 能看出在强打着精神 行了 你去跑步吧 注意别太累啊 成林点点头 第八圈的时候 他注意到 陈伯胜送五个脚步虚幅的人到大门 第十圈的时候 他看到陈伯胜房间的灯亮了 又灭了 第十一圈 成林来到了机房外 停下了脚步 用运动毛巾擦了擦汗 机房此刻 几台电脑还在运行着 成林隔着门 能听见电脑主机运转发出的嗡嗡声 他不慌不忙 在门口做了几组拉伸运动 随后 从自己运动服领子上 取下一枚区别针 手指灵活地掰动了几下 随后将弯曲成特殊勾形状的区别针 插进锁孔 拨动了几下 门锁发出咔哒一声响 成林拉开门走了进去 第十章 那么 开始吧 成伯胜这一觉睡得天昏地暗 等他被手机铃声吵醒的时候 他觉得自己不过是刚刚合上眼 电话是公司技术部打来的 他瞬间清醒了一半 喂 又出现什么问题了吗 成伯胜沉声问 等他听完技术部总监的汇报 他掐了自己一把 他肯定是还没睡醒 什么 公司安全防御系统自动完成升级 并嵌套了AI底层逻辑语言 可以根据对方的攻击 自动升级编写代码 进行防御和反攻 什么 公司一直存在的几个小bug 谁都不敢轻易更改 生怕会让原本正常运行的程序崩溃 已经成功修改完成了 什么 公司app运行速度提升为原来的10倍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技术总监说 我们追踪了一下 发现此次安全升级的IP地址来自于您住宅的机房 所以说 昨晚他们几个人在神情恍惚 精神恍惚时 灵感爆发 计算机神附体了 太棒了 我 陈伯胜 被从小誉为计算机界的新星 可不是图有虚名的 另外 有几件事想跟您汇报一下 这次升级后 程序报错表中 我们发现了几处不寻常的踪迹 陈伯胜瞬间清醒 你的意思是 内奸 技术总监点头 是 此次攻击事件 之所以来势汹汹 应该就是内部有人将我们的防御系统泄露出去的 等我半小时 我去公司面谈 星号 帮老哥修补好程序漏洞 程庇试了服衣去 深藏公语名 回屋洗澡了 一边洗澡 一边呲牙咧嘴 他真的好久没有感受到 肌肉如此酸痛的感觉了 没办法 这具肉体太脆弱了 不过是短短六公里 差点要了他的老命 洗完澡 程庇站在浴室落地镜前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用程庇挑剔的眼光看 这具屈翘也是相当好看的 就是瘦了点 该长肉的地方 却神奇得很丰满 这种相貌 若不进娱乐圈 还真是损失 程庇打开衣柜 啊 他叹口气 在一大堆看不懂的后现代服装的鸡脚嘎拉 翻出了一套休闲户外服 有点眼熟 是园主穿着去拍 绝境求生 宣传照片的那套衣服 程庇忍着全身 拧着绳子一样的酸爽 穿好衣服 绝境求生 说实话 他还真是挺感兴趣的 想当年 程庇为了完成任务 曾经独自一个人 在亚马逊原始雨林 生存了一个半月 被毒虫咬 被蟒蛇缠绕 被猛兽偷袭 掉进泥沼 被土著追杀 他都能全身而退 一个小小的综艺节目 还是不放在眼里的 而且 他很喜欢这种感觉 甚至还有些降维打击的小期待 节目还有一个月开拍 他要在节目开拍前 让自己变强一点 腿部肌肉加深练习 肩部肌肉 背部力量 手臂力量 身上每一寸肌肉 每一个关节 都要好好锻炼 为了他的增鸡大业 他特意去了厨房 嘱咐了厨师 要做增鸡餐 程庇一大早去了公司 只有程小妹和程母 陪着程龄吃早饭 两颗鸡蛋 半斤牛肉 一大杯全汁牛奶 鸡胸肉 沙拉一大盆 程龄把这些东西填进肚子 一抬头看到 饭桌上呈小妹和程母 目瞪口呆 小林 你最近怎么这么能吃 身体有没有不舒服 医生怎么说 程母既欣慰又担心 对啊 姐 你不怕长肉吗 程棉胡说 以前你一天 都吃不了这么多东西吧 去看过医生了 医生说正常 我这么吃 肯定会长肉 但是长得大多会是肌肉 没关系 程龄解释 我这马上要去参加求生节目吗 身体练得结实一点 总没坏处 看女儿这么拼 程母还是有些担心的 要不 你退了算了 换个别的 就之前你喜欢的那个小说剧本 咱们可以出资 燃你当女主角 参加这种危险的节目干嘛呀 你都不喜欢小白了 程林喝了一大口牛奶 我是自己对这个节目感兴趣 节目组肯定怕嘉宾受伤 做足了准备啊 再说了 节目组的预告都发出去了 我在退出不合适 我的粉丝也会伤心 程母心说 你有个屁的粉丝 这话也就心里想想 任医生说了 小林失忆了 不能受刺激 于是 程母恩了一声 转而将话题转移到二女儿身上 快点吃 别光顾着聊 上学该迟到了 程小妹咽下嘴里的食物 可怜巴巴望着姐姐 姐 那你今晚会在家吗 晚上回来 能陪我玩会儿游戏吗 程林点头 程小妹这才欢天喜地放下刀叉 拎起书包 在程母一连串的擦擦嘴 擦擦手 哎呦为脏死了的喊声中 上了司机的车去了学校 女儿回来的程母对程林解释 你妹妹这些年 因为你冷淡她 可伤心了 其实她罪免你了 之前还因为有人说你的演技差 把人揍了一顿 她也快高考了 你就多 多陪陪她 包容包容她吧 程林看着车窗 程小妹的脑袋 一直望着自己 朝自己挥手 心里软的不行 我知道 我不会烦的 等程林擦完手 事后在一边的管家上前 说程林 昨天要求的东西 都已经准备齐全了 问方不方便 现在进屋安装 程林点头 带着管家 和一众帮手 回到自己屋大改造 一番折腾后 总算是把房间布置好了 原本娇滴滴的大小节的房间 立马改头换面 化妆桌 换成了宽大的办公桌 桌面按照程林的要求 放着几个宽屏 曲面屏显示器 每台显示器 都连着运算速度 非常优越的巨大主机 靠窗的墙角 放着划船机 不同规格的哑铃 跑步机 还有推力拉力的器械 床品换成了浅喀色 床头柜上摆放着Pad 笔记本电脑 唯一算得上装饰物的 就是象牙白墙上的一副抽象画 这是成林在别墅的走廊过道上 看见的 是一个他很喜欢的 法国小众抽象派画家画的真品 送走管家他们 关好门 成林坐到电脑前 打开运算速度 最卓越的一台电脑 开机后 他给玛丽娴熟的 给自己电脑增加防护罩 隐藏IP 异常网络访问 反向追踪 IP 隐私防御三次销毁等命令 就像是一个上战场前的战士 检查自己的武器和铠甲一样 认真严肃 布置好一切 检查无余 成林吸口气 对着电脑自言自语 那么开始吧 第十一章 更新了 狗笔作者终于更新了 先查义父的近况 输入义父的名字 网页立刻弹出一大堆新闻 绝大多数都是正向新闻 州长竞选成功 上台后 雷厉风行出台经济复苏政策 剿灭贩毒团伙 关注社会福利事业 一切都如义父规划的那样 顺利进行着 成林咬了咬嘴唇 算了就这样吧 但是他还是忍不住的不甘心 他盯着新闻里 义父那虚伪慈爱的笑脸 感觉一阵反胃 可现在他势单力薄 想复仇太难了 来日方长 且让他喘口气先 于是关了新闻 在网址栏输入一行 难熟于胸的网址 网页打开了 是一个浏览量很低的 自然生态宣传相关的网页 里面有一些呼吁人们 关爱地球 爱护生物的消息 网站有很多专栏 加金专栏最新的文章是 我们失去了夜阴 文章写的是一个小山村的人们 不注意生态环保 导致村子里定居的一只夜阴 因大火死亡的事件 写文章的人 花了大量笔墨 描写夜阴的美好 羽毛艳丽 声音婉转 他的死亡令人动容 成林看了一眼 撰稿人信息 麻雀 这个看上去普世无华的网站 其实是 H别动队的特殊联络方式 夜阴是他的代号 这篇文章 相当于给分散在世界各地的H别动队队员 发了一个队长成林死亡的副稿 至于麻雀 是他的副手 莫兰·兰普森 是H别动队的副队长 撰稿人是麻雀 意味着新一任队长是麻雀 这个专栏的上一篇文章 是五年前发布的 内容是 太平洋日益减少的金枪鱼 撰稿人夜阴 是成林为他曾经的队长写的 上一任队长 是一个留着小胡子 喜欢漫画风趣幽默的日本人 H别动队的每个队员 都有自己对应的生物代号 除了加金专栏 其他不同栏目 可以用写文章来传递信息 义父怎么跟他的队员 解释自己的死亡 副队 他知道自己是被义父杀死的吗 还是说 他也参与了谋杀 这个想法 就像一把冰锥 刺中了他的心脏 成林闭了闭眼 等情绪平复下来后 他登陆了瑞士银行的网页 下载了客户端 经过繁复的十几道验证 手续证明身份后 成林登陆到了 自己用伪造身份 开的灰色账户 账户显示余额 3668万7621欧元 3600万欧元 每次汇入资金 都会经过数道手续 正规途径转入 没有任何人能够查到 这个账户 跟H别动队的队长成林有关 这笔钱 原本是他想获得自由后 安身立命用的 之前还觉得 自己做了个假人资料 开账户 有些小心过头了 现在想想 自己不是没有对一副起义心 则 成林没有将这笔钱转出来 他现在不着急用钱 万一有什么人 察觉到他的账户变动 顺着线索查过来 可就麻烦了 他向来谨慎 特工成林关心的事 都已经了解了 那么现在该关心一下 明星成林了 他将自己刚刚 所有的浏览记录 彻底清除 确定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打开微博 他在搜索矿 输入关键词 成林海滩 出来的 是他曾经接过的 防晒广告词条 再次搜索成林海事 成林溺水 女星溺水等 依旧没有任何 和自己相关的信息 若是他没记错的话 在医院的时候 他曾经看见几个护士 指着自己窃窃私语 必然是认出自己 成林追白木川到海市 偷溜进别墅参加派对 又在兴曼别墅附近溺水 险些死亡 成林母亲跟兴曼在医院撕扯 任何一个话题拿出来 都是爆点 狗仔队也好 医院方面也好 参加派对的人也罢 却没有一点爆料 成林勾唇笑了 这么猴急的想要杀自己灭口 看来园主一定是在别墅 看到了什么不该看到的事情 对方以为成林没死 而是失忆了 应该会很欣慰吧 可对方也会担心 万一成林什么时候恢复记忆 所以他现在并不安全 成林妈撒着管家 给他的寒光闪闪的匕首 盘算着 越是这个时候 越不能躲起来 躲起来更危险 把自己置身于众人和媒体的视线中 反而相对安全一些 所以 现在参加绝境求生 是个相当不错的选择 成林将匕首插回 绑在腰间的皮带中 视线回到电脑屏幕上 难得有些茫然 以前 他忙着训练 忙着学习 忙着提升自己的技能 每天睡觉不足五个小时 还要培训新队员 还要出任务 上厕所都要论秒计算 悠闲自由的时光 少得可怜 而现在 他忽然有了大把大把的时间 有点不知所措 像是一个穷苦了一辈子的人 买彩票中了两个亿 盯着那一堆数字 心中慢起狂喜 和一丝不知所措 他闭上眼睛 回忆当初跟义父说 自己要退休 心心念念想要的自由生活 是什么样子来着 背包旅行 看世界各地的风景 吃各地的美食 感受各地的风土人情 完成自己的小说 多画几部 可以保留不用销毁的话 开一家小手工店 卖自己做的小工艺品 小手势 听几场自己一直喜欢的音乐会 那些在沉重黑暗中 支撑着自己的梦想 一下子涌到了自己的面前 成林睁开眼 自己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必须好好安排规划一下 哎呀 忽然时间紧张 JPGE 他打开了一个小说网站 他有个不为人知的小爱好 那就是写小说 光与血之歌 作者 尹哥 连载中 留言里 大部分都是在骂作者催更的 骂的 作者你人呢 能不能更新 能不能更新 不应该入坑 现在的我 每天都上来刷新一下 看看狗笔作者有没有更新 嗨作者 隔壁的一天更新两万字 你TM的一个月更新两万字 能不能有点良心啊 我就是隔壁两万字日更的作者 光看更新量 就是耍流氓 我看我自己写的东西 都没滋味 才华这东西 不是你想有就能有的 无脸哭 作者 你今天马子了吗 还没入坑的快跑 这个作者 他更新太慢了 成林脸上浮现笑容 他用虚拟的身份 写了三本小说 前两本都大火 有一本 还改编成了一个电视剧 编剧也是他自己 第三本 则刚写了个开头 就被义父送到毒枭身边潜伏了 所以 这本书硬是断更了大半年 没想到 居然还有读者 在等待 成林吸口气 闭上眼睛追溯了一下剧情 然后 他双手放在键盘上 噼里啪啦敲起来 剧情早就在脑海里编排好的 写起来一点也不费劲 而且 也不需要提心吊胆码字了 美滋滋 星号 一个正在咖啡馆喝咖啡的女孩 百无聊赖的刷着手机 她刚要站起来 手机震了一下 屏幕上显示 圣女果读书EPI的更新提醒 尊敬的读者您好 您特别关注的 光与雪之歌 更新了五章 快来看看吧 书粉搓了搓眼睛 不能吧 不可能吧 一边心里念着 一边按捺着激动 想要大声欢呼的心情打开APP 更新了 更新了 时隔231天 没有良心的作者 终于更新了 还他妈更新了五章 五个大肥章 同时 世界上不同角落 都响起读者们的欢呼声 江启云则坐在工作室的会议室里 他吸引了半年再次现身 还是参加的综艺节目 绝境求生 要事先准备的工作特别多 此刻的他正一脸严肃 医疗小队已经组建好了 户外急救的东西 一样也不能少 网络宣传方面 不要另吸钱 多去接触一些户外用具的品牌 尽可能拉一些赞助 一定要注意 我这次回来 不能给别有用心的人做嫁衣 第一时间控制网络上的工作室 还有 这时 他的手机震了一下 江启云愣了一下 知道他手机号码的人 少之又少 敢随便给他发信息的 肯定是重要的事 圣女果读书APP的更新提醒 尊敬的读者您好 您特别关注的 《光与雪之歌》更新了五章 快来看看吧 江启云瞳孔地震 更新了 狗笔作者终于更新了呀 啊呀 第十二章 去海里找王八 江启云是五年前 入坑粉上作者引歌的 那是一本 女主是个户外旅行爱好者 徒步世界各地 误入了亚马逊原始部落后 发现了一个神奇的秘密 男主是个人类社会学家 也在亚马逊 研究原始部族的生活状态 两人相遇后 产生了一系列的误会和纷争 但也有互助搞笑的情节 最后两人陷入爱河 一起解锁了秘密 完成了研究 生活在了一起 作者对于野外求生知识经验丰富 要么就是 对此深有研究 要么就是实地多次户外生存过 这也是江启云 后来爱上户外求生运动的主要原因 可惜 这个作者不当人 最近一本小说 胆胆断更大半年 但是 但是 今天更新了武装 江启云努力压抑着脸上狂喜的表情 他拿起手机 装作一副有重要事情的样子 从自己的椅子上站起来 对自己的助理 Mike说 剩下的 你跟大伙说说吧 我这里有点重要的事情要处理 坐在江启云身边的Mike 在他手机屏幕亮起来的时候 无意中扫了一眼屏幕 就看到了APP的提示 那行字 Mike 您嘴里说的重要的事情 怕是要躲到办公室刷小说吧 江启云颇有些迫不及待的 从会议室走出去 一口气 对坐在办公室的生活助理小元说 小元 给我订一包化梅西瓜子 一杯冻顶乌龙奶茶 一份鸭脖鸭翅 十分钟之内 送到我办公室 说完 他去洗手间上了厕所 确定不会被如厕事情 打断自己看书的美好过程 才回到办公室 生活助理小元特别利索 不到十分钟 就把老板要的零食 都被其放在办公桌上了 江启云将办公室门反锁 放好手机支架 将奶茶管子插好 抽纸一次性手套摆放好 再把零食袋子都打开 准备工作做好 这才无比虔诚地打开小说APP 逐字逐句 无比珍重地看起来 不久后 江启云 脆掉嘴里的瓜子皮 气得满脸通红 这特么脑残男主 女主那是假装的呀 你俩这么长时间谈恋爱 你不知道 他是故意让你误会吗 能不能别耍小信啊 过了一会儿 这特么绿茶男配 一天到晚就知道装无辜半可怜 男主根本没有霸凌过他 再过一会儿 哎呀 女主太可怜了 为什么老天爷都要跟他作对啊 外人欺负他也就罢了 为什么他的父母 也要否认他的一切啊 爽 女主太霸气了 这打脸太大快人心了 真而重之地看完五章 已经过去了足足一个小时 江启云的心情 就像是过山车一样 大起大福 最后 他在文章的作者有话说里 罕见的看到了作者的留言 谢谢大家长期以来的支持 作者荣幸至极 之前因为时间所限 不能稳定更新 从今天起 每天下午 两点更新五章 直至完结 对大家的喜爱 无以为报 唯有马字 鞠躬 江启云感觉自己的眼眶酸了 作者 你长出良心了吗 感谢上仓 感谢大帝 感谢一切啊 每天都可以有期待了 星号 剩下的半个月 成林每天作息 特别规律 清晨起床 慢跑一小时 然后吃营养增机早餐后 回房间马字 下午会做一些柔韧性的身体锻炼 接着马字 他还让管家安装了一套 仿真模拟枪击游戏 锻炼完它 就会玩会儿枪击游戏 晚上再陪妹妹妈妈聊天 看看脑残电视剧 偶尔还会悄悄黑进 城市集团的系统 帮忙去掉一些小BOG 城市集团 从那天程序 多了一层牛逼的代码保护后 网络攻击 就像是蚂蚁挠痒痒一般 作为H别动队的队长 可是非常会训练人的 他把自己当作新人进行锻炼 可惜 肌肉长势一点都不可惜 不过 幸运的是 他的身体素质 柔韧性 灵活性和力气 都有了明显的提高 虽然远远比不上 自己原有的特工身体 但一般水平的大汉 别超过三个 城林还是有把握 能把他们干趴下的 他浑穿过来的第15天 经纪人终于给城林发了信息 经纪人王真 明天上午10点来趟公司 我要跟你说下 录制绝境求生 宣传片的事 别再拍照片那次那样迟到了 另外 我想跟你谈谈 后续合作的事 说起来 这个经纪人 也真是挺惨的 天天诚诚恳恳跟在城林后面 帮他擦屁股 收拾烂摊子 帮忙协调学校的考试 艺人之间的关系 公司宣传 买热搜撤黑料 城林 好的 会准时到 谢谢通知 发完信息 他放下手机 开始做平板支撑 平板支撑 做完十组 做卷腹 卷腹做完做 仰卧起坐 深夜的时候 他破天荒的隔了半个月 再次登陆微博 发了一条博文 第二天 锻炼完吃完早饭 城林要去自己的单位 见经纪人了 他现在所属的公司 叫星耀风行娱乐公司 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娱乐公司 开车的司机 是家里养着的三个司机中 最有江湖气息的一个 40岁左右 脸上有道刀疤 从左边太阳穴 滑到嘴角位置 看着不怎么猙獰 反倒有种异样的美感 绑着个马尾 一副天老大地老二我老三的 混不吝气质 车子停在公司大门 刀疤大哥下车 替城林拉开车门 城林拎着包一弯腰从车子里出来 还没来得及站稳 余光看到一个小东西 朝自己砸来 城林神色一领 刚要闪躲 站在身后的司机 一大步向前挡在城林前面 并抬手敏捷抓住了那个东西 是一颗臭鸡蛋 那鸡蛋居然没碎 城林颇为诧异地看了一眼自家的司机 这身手不错呀 几个女孩被及时发现 异常的保安们死死拦着 他们便只能声嘶力竭在喊 傻逼城林 离我家哥哥远一点 城林走到他们面前 困惑得一歪头 哪个哥哥 城林这些天做了充分的调研工作 把曾经追求过的男人列了一个清单 少说八九个 他是真心不知道 这些女孩说的是他曾经目标中的哪一个 女孩们 无耻 嚣张 不要脸的贱人 身后想起一道优雅无奈的声音 你们怎么又来了 说了 我会处理好 不用你们这些粉丝担心 你们要好好生活 工作 学习 哥哥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女孩们 双眼冒桃花 回头 呀 哥哥 牧川哥哥 我们爱你 牧川哥哥 我想给你生猴子 城林挑眉一看 呦 这不是白牧川吗 他也从海市回来了 白牧川悠然走过来 先几句话安抚了粉丝 这才转过脸 一脸无奈的看着城林 心想长得太帅 就是这点不好 天天有人 想要扑倒自己 城小姐 希望你能约束自己的行为 不要对别人造成太多的困扰 刀疤脸司机 希望这个哥们也要约束好自己 不要因为我家大小姐长得漂亮 就随便跟我家大小姐搭讪 也希望你也要约束你的粉丝 不要让你的粉丝 随便骚扰我家大小姐 白牧川和煦的微笑凝固在脸上 操 你一个司机而已 不配教训我 还他妈大小姐呢 以为拍民国片吗 但他也只是想想 不敢口嗨 他要维持住他春风温润王子的人设 他看了一眼成林 成林在网上公开追求自己 听说自己参加 绝境求生 想来也不会放过这个司机 果然 就看成林刷的拉开包 掏出电话 喂 管家 是我 刚刚送我来公司的司机 刀疤脸 你知道是哪个吧 白牧川高傲看着刀疤脸 看吧 你就不该得罪我 只听成林继续说 这个司机我很喜欢 这个月给发十万块钱奖金 谢谢大小姐 司机不卑不亢 白牧川 你TM 最后玄玄杀住了嘴 他轻咳了一声 你都追我追到海市 差点没命了 还不长记性吗 白牧川说 成林翻了个白眼 谁说 我是追你才下的海 我是去海里找王八 别往自己脸上贴金 白牧川脸都绿了 成林懒得再理他 让司机开车走 自己直接进了公司大楼 刚走进经纪人的办公室 就听见成林的经纪人 王真压抑着愤怒咆哮 成林 求求你 别再随便发微博了 行不行 一天到晚给我惹事 第十三章 跳楼 昨晚 成林沉寂了半个月后 第一次发的微博 是他穿着简洁大方的运动服 跑步时的抓拍 配文 预定冠军 照片里 女孩绑着高马尾 露出干净的额头 为着妆容的脸上 微微带着汗 下面的留言 绝大多数都是嘲讽 王真连夜登陆成林的微博 想帮忙删下恶评 删了半个小时后 绝望的发现删不完 而自己花钱跟工作室买的刷好评 根本没意义 他只能暂时把评论给关了 你说你老老实实言 你的恶毒无脑反派不好吗 绝境求生 那种综艺节目 你也尽 就为了一个白目穿 你执麻 这次等着被黑到退圈吧 你还带资禁组 这种求生类的节目 不刺激火不起来 刺激了危险系数就高 免责声名千万 你出了事 都没地方哭 万一嘉宾真的闹出生命危险了 你家作为出资人也跑不了 再说了 凭你的人员 进了节目 还能有好果子吃 嘉宾们肯定齐心联手挤兑成林 闭着眼都能猜到成林会在节目中 怎样被孤立 经济人气的心梗 你以为你那些资源 是人家找你的 那都是你爸花钱砸的 若杭一年半 挣了三十万 你家赔了两千万 这次的节目是全网直播 没有剧本 荒野求生啊大姐 把你身无分文的仍是忠心 未必能存活三天的人 居然敢挑战荒野求生副本 我真的服了你了 真姐心累的不行 也不知道成家怎么想的 这么一个熊孩子 为什么不干脆锁家里 非要出来祸害事件 成林老老实实坐在沙发上 低眉顺眼的 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最后王真说 姐劝你一句 女孩子要矜持一点 不要太主动 虽然白木川长得帅 但你这么倒追 太跌分了 想起刚刚在门口 遇到的那个粉腻腻的白木川 成林感慨 如今内地的娱乐圈 男艺人太好混了吧 王真输出完 感觉纯干口罩 就看见成林适时递过来一杯水 真姐喝口水 润润嗓子 水温刚好合适 王真喝了一大口 火气散了不少 只听成林继续说 从前的我是有些任性不懂事 但真姐 请你放心 我以后不会再做什么出格的事了 也绝对不会再跟白木川那个白切鸡 有什么瓜葛了 白切鸡 王真看了一眼成林 总觉得今天的成林 跟平时的不太一样 能安静听自己说完 而没有摔门离开 做事说话 也像个人了 开窍了 王真还想说两句 可他的手机这个时候想起来了 他拿过手机看了一眼屏幕 自言自语 大K 他找我有什么事 大K是白木川的经纪人 王真 你能不能管好成林 大K咆哮 王真 刚欣慰不到三秒钟 挂了电话 王真要批评成林 成林先开口 真姐 这件事不赖我 是白木川的粉丝 吵我扔鸡蛋 被我家司机拦住了 我也没说什么 就是给我家司机加了点奖金 王真护短 他听完来龙去卖人簿了 立刻站起来 我这就去找大K去 他手下的艺人 他想怎么骂都行 别人一个字也不许批评 成林耸耸间 老老实实跟着真解出了办公室 大K他们的办公室在顶层 公司有名气的艺人休息室 都在办公楼的靠顶部位置 电梯里居然还有一个人 成林不由的多看了那个人几眼 八月底的封城 热得能让人中暑 这个人却包裹得严严实实的 戴着鸭舌帽 口罩 运动外套 两个手还都放在兜里 站在电梯角落也不抬头 电梯点了28层 看来电梯里的这个人 跟他们去同一层 王真还在叙叙叨叨给成林讲道理 成林却一直留意着 电梯这个鸭舌帽 身形诡异的男子 你好 电梯到达28层 电梯到了 成林和王真先走出来 那个鸭舌帽也跟着出来了 他也不张望 竟直朝28层公共休息区的长衣走去 大K的办公室 就在公共休息区旁边 王真敲了敲门 进来 里面有人说 成林收回视线 王真拉开门 大K一看 立刻站起来 王真 你还恶人先告状 明明是你家 白木川没约束好粉丝 跑到公司闹事 你还好意思倒打一耙 大K 要不是你家成林死皮赖脸 非要挨着 我家白木川 粉丝会找他麻烦吗 王真 别逗了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们花钱炒作上热搜 借着我家成林营销自己 俩人抄抄上了 成林就站在门口 看似听着 两个经纪人互骂 其实一直余光 注视着休息区 常以坐着的那个人 这个人 不像艺人 不像经纪人 也不像寻常的工作人员 一身的戾气 有古怪 这时 电梯又响了 从电梯上走下一个汹涌澎湃 腰细腿 长大波浪的美女 正是他们公司 当红一姐白青岑 白木川的亲姐姐 白青岑一眼看到 站在大K办公室门口的成林 立刻鼻子哼了一声 这个不要脸的女人 追着自己的弟弟 都追到这里来了吗 白青岑扭着腰 经过了公共休息区 朝成林走过来 就在经过那个长椅的瞬间 那个戴鸭舌帽的男人 像离弦的剑一般 从凳子上弹起来 他的手从口袋里拿出来了 手里 攥着一把血量的刀 成林心里一惊 不等他反应 那人一把揪着白青岑的头发 把他拽过来 死死搂着 正亮的刀死死抵着白青岑的脖子 白青岑尖叫一声 那男人粗声粗气的说 少阳公主 你不应该性情将决 他娶你 就是为了夺你父皇的江山 目击一切的成林 这是一个魔障的脑残电视剧粉丝 白青岑在挣扎的过程中 碰掉了男人的鸭舌帽 露出男人不正常的通红的眼睛 刀子已经将白青岑的脖子 划出了血 办公室的门 一个接着一个打开 所有人看清这一切的时候 都傻眼了 少阳公主 跟我走吧 我会好好带你的 白青岑脖子上溅了血 吓得花蓉失色 高跟鞋都扭断了一个鞋跟 狼狈地仰着脖子 靠在精神病粉丝身上 泪水呼了一脸 那个人拖着白青岑 来到了休息区的大看台 往外看了看 这里距离地面 最少也有一百米了 少阳公主 我带你远走高飞 说完就要带着白青岑 一起往楼下跳 所有人都吓呆了 包括从大K屋里 走出来的白木川 以及众多的艺人和经纪人 同样是白青岑经纪人的 大K血压飙升 他往前一步 这位先生 有话好说 你想要钱 我可以给你 走开 走开 男人癫狂地喊 我才不要钱 我只要少阳公主 那人明显就已经彻底疯了 他拽着白青岑 眼看就要跳下去 来不及了 成林忽然仰头大笑 所有人都惊呆了 包括那个疯癫的男人 大家都望着大笑不止的成林 成林笑完后 充满同情和讥讽 看着那个疯癫的男人 慢思条里开口 凭你个蠢货 以为这样 就可以带走少阳公主吗 你知道 这里埋伏着多少弓箭手吗 弓箭手 王真一愣 立刻明白了成林的用意 随后 冷汗爬满了一后背 成林想要带那个男人入戏 想办法拖延时间就白青岑 但这样风险太高了 万一对方没有 被成林带入戏 直接跳楼了 那么成林以后就完了 彻底完了 第十四章 只能怪自己爹妈 把自己生得太过英俊吧 现在明哲保身的做法 就是什么也不做 等专业人士来救援 王真吉的脸都白了 成林没有关注自己的经纪人 什么脸色 他盯着狂热粉丝 心里在盘算着 作为特工 他攻克过无数的心理学难题 一次又一次通过苛刻的警校考核 数不清多少次成功解救过人质 别说对方只是区区一个狂热粉丝 就算对方是鹤枪实弹 一个加强连 成林都有三成把握 可以救下人质 他就是专业救援人士中的佼佼者 若是曾经自己的体魄 他有十成把握 能够救下那个女明星 可此刻的自己 虽然咬牙坚持锻炼了半个月 但想要毫发无伤地救下女明星 靠自己的爆发力攻击力 显然是痴人说梦 所以他只能想办法和平解决 狂热粉脸上浮现出一丝迷茫 你是谁 成林冷笑着将手插兜 一副我你都不知道是谁的表情 慢慢朝他们走来 我是谁 居然还有人不知道我是谁 这么说吧 秦将军见我都要沐浴斋戒三天 狂热粉神情一领 师生叫道 你 你难道是端皇后 众人 这就入戏了 算你那两颗珠子没瞎 成林心说端皇后是什么鬼 但她保持着狂军的表情 一副屁腻天下的眼神 就像拖着长长皇后服一样 微移向前走着 口气三分讥讽 七分狂拽 少阳公主这么多年 为什么不跑 因为我给她下了毒 若不按时吃解药 她的性命难以为继 蠢货 你说秦将军会杀她 你想救她 你现在就在扼杀少阳公主的性命 秦将军至少还让她多活了好些个日子 你呢 一个无能的小太监 还想着救公主 哼 最后那个喝的冷笑 让在场所有人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别说对方神志不清 就算这些神志清醒的人 也都纷纷被带入了戏 那人咽口口水 冲成林喊 给我解药 成林冷哼一声 你以为我会把那么重要的东西 随身携带吗 想要解药 跟我来 那人迟疑着 你不是最恨少阳公主吗 天天都盼着她死吗 那你为什么要给我解药 干 这神经病 还保留着基本逻辑能力 成林邪宁又散漫吹了吹自己的指甲 斜眼看那人 我喜欢的是秦将军 只要少阳公主死了 我固然方便 但她活着 但却被带走了 对我更有利 那人思考了一下 点点头 胳膊勒着白青藤的脖子 朝成林走来 白青藤脚步贪乱 剃泪横流 精致的妆容花得不成样子 求助般看着成林 在远离观景台 那电光石火的一瞬 成林动了 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一只手捏住了男子的手腕 用力一掰 一阵令人牙酸的卡拉声响过 男子的刀掉到了地上 她另一只手 将白青藤拽到了自己的身后 随后 她的腿抬高到了一个 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度 自上而下 披在男人的天灵盖上 那男子哼都没哼一声 就像一个装满沙土的袋子 扑倒在地上 现场陷入死一般的安静 随后 白青藤的尖叫声 将所有人的意识还回 呀呀呀呀 白木川扑过去 姐 你怎么样了姐 哪里受伤了 青藤 十分钟后 警车呼啸而至 带走了那个口吐白木 爬都爬不起来的神经病粉丝 也带走白青藤 成林 和几个目击现场的经纪人 没有人注意 一部手机忠实地 将这一切都详尽地拍摄了下来 白青藤吓得人都说不出话了 脖子上的伤口很浅 但他一直死死攥着成林的手 整个人抖得跟筛糠一样 他无论如何劝说 都不肯松开成林 成林温和拍着他的肩膀 对其他人轻轻摇头 慢声细语地说 不怕不怕 我不走 我一直在你身边 放心吧 乖乖 那个平时拽得二五八万的白青藤 像个做噩梦的孩子 依恋母亲温柔一般 依偎着成林 最后居然闭上眼睛睡着了 等候在一次的医生 和经纪人们终于一拥而上 亲手亲脚 将白青藤放到担架上 成林轻轻掰开他的手 医疗车 带着白青藤乌拉乌拉开走了 成林这才跟着经纪人针姐 和警察一起去警局做笔录 警察对成林说 你也太鲁莽了 这个人精神有问题 万一你刺激他 他反而采取伤害行动怎么办 成林耸奸 当时他都要带着白青藤一起跳楼了 我再不出声 那估计真的就完完了 警察 下次 算了 估计也没有下次 请你不要冲动 领导说 回给你颁发一个建议勇为奖 过几天来 警局领奖章吧 王真全程 心号肚肚心号 这个表情 木讷跟着路口供签字 然后成林领着他 走出警察局 安然出了警察局 王真一口气长长松了下来 忽然觉得自己的腿软的 快要站不住了 成林一把扶住针姐 细血开口 针姐 你这腿软个什么大劲啊 你说我为什么腿软 万一 针姐扫了一眼周围 确定身边没人 才压着嗓子开训 万一那人没入戏 带着白青层 你就完了 这辈子都完了 成林笑了笑 针姐 放心 我绝对不会让那种事情发生的 王真对他迷之自信 表示了无语 这时 远处传来汽车飞驰的声音 一辆黑色的兵力 压着上线速度飞奔来 到两人跟前 踩一个急刹车 地面甚至留下两排 急刹车留下的黑印 程伯胜冲下车 对着成林嚷 成林 你这失忆了 都不耽误你闯祸呀 王真 失忆 什么失忆 是我理解的失忆吗 看着成家大哥 一副要跟人火兵的神情 王真还是先放心心头的疑虑 开口解释 呃 成林大哥 听我说 事情不是 成家大哥摸出钱包 霸道总裁的范儿十足 说吧 这次打谁了 需要赔多少钱 成林看着成伯胜 一向洁癖 又注重仪容的成伯胜 领带都歪了 甚至手心虎口 还有一滩墨水 额上一层薄薄的汗 一看就是从办公室 直接杀过来的 想到他之前 把成大哥也放到了 让自己溺水的嫌疑人里 他就觉得自己太小人了 成林上前一步 搂住了大哥 将头埋在大哥的胸口 哥 我没事我没事 你别担心 成家大哥浑身僵硬 从小缠着自己 要举高高腰 抱抱的小不点 有一天忽然长大了 也不跟自己亲近了 也不跟自己说 心里话了 天天出去喘祸 可那又怎样 他也是他最爱的大妹妹 成伯胜口吻声音 看来闯的祸不小啊 都知道撒娇了 王真说 成家大哥 不是成林闯祸了 这次 他是救人 健一勇为 那人拿着刀子 成家大哥一听有刀 吓得一把扯开成林 上下左右看了看 发现妹妹毫发无损 这才听王真说话 听完事故的始末 成大哥一脸呆滞 成林 那个无腹肌之力 还晕刀晕血 胆小如鼠的妹妹 徒手夺白刃 健一勇为 凭着突出的演技 从一个疯狂的粉丝中 把白青森救了 这时 从警局走出一个瘦高个 正是白牧川 白牧川看了一眼成大哥 成大哥 问号的表情 白牧川转过脸 对成林说 谢谢你 今天要是没有你 我解他 说到这里 白牧川说不下去了 白家两姐弟 在娱乐圈混到今天这个地步 特别艰难 两姐弟相依为命 对于白牧川来说 姐姐是他生命唯一的支柱 成家大哥恍然大悟 果然妹妹还是为了这个男人 做到了这个地步 之前还说参加绝境求生 不是为了白牧川 啊 今天看来 还是骗人的 这个若鸡一样的非主流男人 有什么好的 算了 妹妹喜欢 不行就打断腿关家里吧 白牧川继续说 我知道你喜欢我 不过我没想到 你能做到这种地步 以身相许我做不到 但以后 我会尽可能对你好的 成林 白牧川吸口气 我姐也会好好报答你的恩情的 希望你能有自知之明 不要拿这件事捆绑我 成林无语 只能翻着白眼比了个中指后 扭头就走 走之前 还不忘拉走了 真姐和老哥 剩下白牧川一人一脸 你看吧 我就知道 成林不会轻易放弃 我这个英俊潇洒的美男子的表情 白牧川叹口气 能怪得了谁呢 只能怪自己爹妈 把自己生得太过英俊吧 他看了一眼警察局 茶色玻璃大门上 自己英俊的倒影 故隐自怜的叹口气 第十五章 录制宣传片 等两人被成大哥送到办公室 送走成大哥后 成林关上门 回头看王真 王真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成林叹口气 刚刚成大哥火急火燎跑过来 张嘴就是一句 失忆 王真肯定听到了 王真心里纠结着 看到桌子上 用来应酬用的香烟 烟瘾就犯了 他伸手取过香烟 叼着钢药点火 一只纤细素白的手 从旁边伸过来 取走了他嘴里的烟 成林将香烟扔到垃圾框里 真姐 你不是要备孕吗 还是别碰香烟了 你怎么知道 王真目瞪口呆 他这次叫成林过来 就是想说 自己想辞职回家备孕 成林指了指王真办公室后面柜子里的几本 备孕大全 准妈妈应该怎么吃 又指了指王真放在角落一个不起眼的小药瓶 药瓶上写着备孕液酸 成林观察力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敏锐了 成林什么时候 还知道关心别人了 不过 成林什么时候有这么好的身手 这么好的演技的 成林表情安静淡然 真姐 你若想问我什么 不妨直接开口问 刚刚我听大K说 前段时间你偷摸去了海市找白木川 还差点没命 成林大方点头承认是有这么一回事 王真脸上带着迟疑的表情 看着成林 你哥刚刚说你失忆了 这是真的吗 王真问 他接着赶紧补充了一句 当然 告不告诉我 是你的自由 反正我想休息一段时间 成林认真的说 真姐 不如你再待我一个月 一个月后 若你对我不满意 那我们好聚好散 王真是个不错的经纪人 他想完成远主的心愿 想在娱乐圈里混得风生水起 就要借助靠谱经纪人的力量 失忆的是 早晚会曝光出来的 他既然想要挽留他的经纪人 就要坦白 于是成林简单把自己如何 意外落水失忆 又什么都不记得这件事 河盘拖出 并说明了 自己之所以会在海市溺水 就是为了白木川 王真听完以后 没有想象中的震惊 反而皱紧了眉 你 溺水 王真摇头 他的手指无意是敲击着关节 我怎么觉得 这不像是意外呢 成林挑眉 王真摆摆手 你以为我这么死心塌地跟着你 就是冲你家 给的那几个钱吗 王真看着一脸空白的成林 手中 玩动着打火机的盖子 你还真失忆了 我有次跟着剧组出去 不慎落入水库 当时周围只有你 是你把我从水库救上来的 你水性好的 我当时以为你是水库黏鱼精呢 还有这么一回事 成林有些吃惊 海市新漫的别墅是吧 王真略意沉吟 这样 一会儿我去找一下 他们家的保姆小事工 或受聘的现场乐队 打听打听消息 明星们不常住的别墅 通常只会留一个人看门 但若举办大型派对 人手不够用 肯定会在当地人才市场 聘用一些服务员保洁什么的应付派对 临时聘请的这些人 一般口风都不太紧 对方也不好彻底风口 王真意外的聪明 成林很喜欢 跟聪明人打交道 很轻松 真简 不用了 我已经托我爸去做这件事了 成林眨眨眼 王真看了一眼成林 你这个诗意很艺术 很别致吗 我都想给咱公司集体艺人 上一个诗意套装了 王真打去 随后他郑重说 不过你还是要多加小心 在这个圈子里待久了 你才知道 有多么难以置信的丧心病狂的事 那我就暂时留下来吧 他留在这里 也是为了帮成林 可惜成林根本不在乎 那些恩情 也在彼此的伤害中 消磨得差不多了 王真想 一个月 就一个月 星号 第二天上午 王真叮嘱了几句后 派人送成林去摄影棚拍 绝境求生 开播前的宣传片 导演也会就参加节目 做相关的注意事项 地点在成熙的一个大摄影棚 工作人员们忙碌着走来走去 做前期准备 而六名嘉宾 除了那第七位至今舞的 严严实实的神秘嘉宾外 都在规定时间前抵达了目的地 老班纠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 窄脸小眼 眉毛稀疏 脸庞特别黑 颧骨高耸 看着有点像长期在地里做浓活的劳力 他拒绝了节目组的化妆要求 一人坐在角落里 抱着胳膊 不知道在想什么 退役女运动员 跑酷流战 以及体能培训中心的教练 吕登峰 岁数差不多 都是二十五六岁的小年轻 都热爱运动 共同话题也多 他们简单化了妆后 就凑在一起聊天 不一会儿就打得火热 成林在约定时间前十分钟到达 他推开门发现 屋里人到得挺奇的 就大大方方跟大家打招呼 大家好 我是成林 抱歉 来得有点晚了 不晚不晚 负责嘉宾联络的一同组迎上去 提前了十分钟呢 正在聊天的运动达人三人组 不约而同 抬头望向成林 等看清成林的脸 纷纷倒吸一口冷气 居然真的有人比上进还要漂亮 坐在角落的老斑鸠 掀起薄薄的眼皮扫了一眼 就再次垂下眼瞼 不理会 杨昭从上到下打量了下成林 在他纤细的四肢和腰身略作停顿 最后撇撇嘴 把脸转到了一边 杨昭热爱极限运动 殷商遗憾退役 可骨子里一直向往激情和刺激 所以 节目组找到他说明来意后 他毫不迟疑地答应了 节目组再三保证 求生绝对真实 惊险刺激兼备 可为何节目 要找这种娇滴滴的女明星呢 估计这个女明星 到时候看到条蚯蚓 都能吓晕过去 别提什么荒野求生了 肯定影响体验 扫兴 跑酷出道的刘湛 如今躋身娱乐圈 在来之前 经纪人反复叮嘱他 要想在圈里混得好 一定要夹着尾巴做人 虽然成林是个狐咖 但不代表他会一直狐下去 今天的狐咖 说不定摇身一变 就成了明日的当红一哥一姐 谁都别得罪 所以 刘湛在成林打完招呼后 很阳光冲他笑了笑 伸手 你好 很高兴认识你 我叫刘湛 成林笑着握了握 你好 请多指教 一边的体能教练吕登峰 爽朗大笑迎上来 百闻不如一见 成老师真人比网上的还好看 随后 他从自己家客服口袋 摸出一个本子一支笔 递过去 成老师 能不能麻烦给签个字 我的一个好哥们 是你的粉丝 听说我参加这个节目后 死缠烂打 非要让我帮忙 当然可以了 成林样开笑容 这是我的荣幸 他伸手接过笔合本 认真签下自己的名字 他签完名字 把本子递过去的时候 门再次打开了 白牧川到了 在场的众人表情 变得十分微妙 只要上网冲浪的人 无人不知 成林最近对白牧川死缠烂打 白牧川看了成林一眼 姐姐来之前 耳提面命说要照顾成林 毕竟成林救了姐姐一命 可 白牧川看着众人 啄啄的八卦视线 不是很想遵姐姐的命令 万一成林扑上来 不等白牧川继续想下去 就看见成林略略点了点头 就回过头 找工作人员问事情去了 并没有想象中的扑上来 白牧川松了口气 也去跟工作人员填报信息去了 众人有些失望 预想的撕扯场面并没有出现 成老师 您跟我来化妆 成林进了化妆间 化妆师笑容满面等着他 化妆师当然认识 恶之花 可他一点都没有表现出嫌恶 反而热情洋溢 哎呀呀 成老师的皮肤真好啊 一点瑕疵都没有 成老师的眼睛好漂亮哦 自带粉色的眼尾呢 成老师的嘴唇颜色很好看呀 都不用涂唇彩了 成林客气回应了几句 谢谢老师 不过我有个请求 麻烦您化的淡一点 简单打点粉底就行 毕竟是荒野求生类节目 化妆师手中的粉刷一顿 照理说 参加综艺节目时 女明星通常要求 把自己往美艳里打扮 争取艳压全网 这个成林 倒是跟传闻中的不太一样 礼貌又客气 也不爱慕虚荣 蛮不错的女孩 她对成林有了一点好感 她便翻开另一套化妆品盒子 认认真真给成林画了一个肉眼 都看不太出来的 极为浅淡的妆容 节目助理等成林化好了妆 就把六个嘉宾 带到了旁边的录音棚 导演等候在里面 导演是个五十岁左右的男子 穿着很多口袋的绿马甲 花白头发 浓眉大眼 眉宇间有个深深的穿字 透着一副不怒自威的气势 第十六章 我肌肉很强壮的 大家好 我姓何 是这次节目的现场导演 我跟大家说说节目的规则 首先 我们的节目是没有剧本的 大家放心 吕登峰略有些浮夸拍了拍胸口 那就好那就好 我这直肠子的人 最不会演戏了 我怕自己演技太差 被人喷 合导弹笑了下 随即阵容 大家可能也彼此都有些认识了 相信大家这段时间也刷了网络 可能个别的队员 会有些负面评价 队员年纪有差别 性别有差别 我在这里先说明 这个节目不会因为任何原因 照顾任何队友 我们一视同仁 不会降低节目的格调 在场所有人都不约而同 看了看陈琳 接着又看了看白木川 陈琳一副不知道自己被cue的样子 认真听何导的话 白木川的脸色不怎么好看 何导顿了顿 看陈琳和白木川都没有任何反应 这才继续说 希望大家在节目中 不要给自己立人设 镜头前面 自己是什么样子 就表现出什么样子 我们节目希望观众们能够了解到 在野外生存的艰辛和危险 希望唤醒人们基因里的求生本能 在节目开拍前 我们导演组会安排大家 学习一些基本的求生知识 地点在某处没开发过的丛林 我们已经在丛林里 安装了拍摄录像设备 此次节目是全网直播 不会有任何剪辑 请大家牢记这一点 节目具有一定的挑战难度 请各位嘉宾 一定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何导说完 便安排各位队员录制宣传片 老班就先录 而何导把成林叫到了一边的员工休息室 成林乖巧喊人 何导好 何导没什么表情 嗯 我叫你过来 是想单独跟你谈谈 绝境求生 是我策划了三年的项目 我本人不是很看好你 但投资方 有人为了让你加入节目 出了一个无法拒绝的资金给节目组 何导观察着成林的神情 按理说 是金主的话 应该会给成林安排那种大IP的女主 或讨喜的女配角色 就算是上综艺节目 也得是轻松搞笑的 怎么看 也不应该往这种吃苦不讨好的生存节目里塞 成林态度真诚 感谢投资商的认可 感谢各位老师对我的栽培 我会好好求生的 何导沉默了一会儿 继续说 我只是想再提醒你一句 既然已经决定要参加这个节目 请你一定要打起精神保护好自己 尽量不要受伤 我们节目组开放度很高 危险程度同样高 不会因为小伤就终止活动的 另外 还有三天正式开拍 你若后悔了 现在退出还来得及 成林弯起嘴角 退出 退出是不可能的退出的 我想 下一季 何导应该会求我继续参加的 何导一愣 这么自信 成林眨眨眼睛 而且下一季节目组会主动给我加钱求我来参加的 何导不知道摆什么表情好 也不知道怎么接他的话 因为成林的加入 节目组特意增加了一个医疗人员的名额 就怕这个娇滴滴的女明星会出意外 没想到娇滴滴的小姑娘 居然大言不惭 在微博官宣 自己会夺冠 成林看出何导一脸的不幸 索性撸起袖子 握拳绣了绣她的宫二头肌 何导放心 我很强的 你看我的肌肉 何导看着她棍一样 瘦的胳膊 宫二头肌 一点面子都不给 连个起伏都没了 真 一点都没有 白白嫩嫩的 瘦瘦弱弱的 成林一脸小学生等待老师夸奖的表情 努力挤着宫二头肌 何导目着脸 不知道该做何评价 怎么样 何导 何导只能含糊点头 哦 栏目组助理跑过来 何导 抱歉打扰了 那个录视频 轮到程老师 何导松了口气 成林冲何导笑出八颗牙 何导 那我去了 在节目开拍前 我会保持锻炼 让自己的肌肉更发达一点 说吧 他又用力握拳区 避挤了几肌肉 零起伏 走吧走吧 行了行了 何导无力的摆摆手 型号 成林今天特别选了一身 天蓝色的休闲运动装 却更能凸显腰细腿长 走进摄影棚 摄像师啊啊喊了一声吼 将镜头对准他的脸 找角度 一个抱着胳膊带飞矿眼镜的男人 坐在角落 也没人给成林介绍 成林走进来后 摄像师示意他坐到正中间的凳子上 一个拿着本子的女工作人员走过来 他脖子上挂了牌子 上面写着宣传 赵小宇 宣传对他成林说 一会儿我会对你提问三个问题 不用紧张 说错了 可以重新录的 成林点头 摄影组就位 他坐在凳子上 面对着镜头 请简单做一下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成林 今年21 目前是个学生兼职演员 目前一直演黑心反派 笑 那请问您为什么参加这个求生节目呢 因为我很喜欢大自然啊 当然 也是为了宣传自己 我实在不想指言反派 希望加入这个节目 可以给我自己制造更多的机会 请问您认为此次求生节目会有人被淘汰吗 您认为 谁的名次会排在最后 为什么 成林暗笑一声 这种问题太得罪人了 他洋装不知 洋着素白的小脸 一副懵懂的傻白甜神情 大家都很棒的 我想 大家都不会中途被淘汰的 赵小宇拿着本子在摄影机后面 实在没忍住 翻了个白眼 你一个万年黑心反派 搁着这儿装什么白莲花 赵小宇继续问 那么 你认为谁会是冠军呢 我看到你发的微博 宣称要拿冠军 你对自己很有信心呢 坐在角落里的男子 看了一眼赵小宇 连摄影师都忍不住皱眉 成林在微博说什么 完全可以说是一种调侃或者宣传手段 你放到宣传片里这么问 就很得罪人了 万万没想到 成林眨着大眼睛说 当然有信心啊 因为冠军一定是我的 扑 赵小宇实在没忍住 发出惊天动地的笑声 这是哪里来划中蛆虫的小学生啊 成年人没有这么直白的好不好 再说了 你 成林 一个胸大无脑 没有演技的艺人 敢在其他四个专业运动达人面前 说自己会夺冠 笑死个人了 前面几个人都知道谦虚一下 彼此只认冠军 其他六个嘉宾 有四个选了 他是店底儿 杨昭更是直言 他会撑不到最后一天 哎哟 哎哟 对不住 对不住 赵小宇说 可他脸上一点歉意都没有 满脸都看笑话的神情 这时 坐在角落里的男子站了起来 赵小宇立马收住了笑 站姿微妙的 有些卑躬屈膝起来 林监制 哦 原来是监制 好多栏目里 监制比导演更有权力 林监制没理赵小宇 而是走到镜头前 对成林说 你这样说 宣传效果不好 你重新录一遍最后的问题吧 成林说 我这样说 不是更好宣传吗 若是大家都和风细雨的 那还有什么爆点 前期宣传 若是没有一两个话题 放到网络上 瞬间就沉了 林监制看了他一眼 他自然明白 这样说会更有噱头 可这么一来 成林除非真的夺冠 否则这件事 将会成为笑料 只要他一天在娱乐圈 这个笑话 就会一直悬在他的脑袋顶上 无论他以后 做出什么优秀的成绩 都会有黑粉 提起这次的 自大不知天高地厚的打脸 更何况 这个成林 是不可能做出什么优秀成绩的 第十七章 直播吃翔 你为什么要加入这个节目 林监制直截了当问 我听说是为了白木川 成林摇头 不是的 那是为了配合公司炒作的 成林把王真给他准备的说辞拿出来 都是一个公司的 炒作的结果 自然是对公司有利的 但是 我的经纪人说 这样不利于我今后的发展 所以 以后我们不会再一起炒作了 请林监制放心 林监制还是有些不放心 毕竟成林美名在外 成林接着说 想火是一方面吧 我也想借机会给自己转型 希望能够凭借节目宣传一下自己 争取有制片人和导演 给我安排一些全新的角色 他说的认真 眼神澄澈 林监制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 他冲赵宣传说 你们继续录 尽量端正工作态度 全力配合嘉宾 不要影响状态 说完他推门出去了 赵宣传脸红 一阵白一阵 当天晚上 绝境求生的宣传片 横空出世 长达四分钟的宣传 其中接近三分钟 给了成林 下面的评论 简直没法看 卧槽 成林这个星机表 真的更抢戏 自己巴拉巴拉说 一大堆没用的东西 拍节目就说拍节目 说什么转型不转型 剧组只让你演坏人 你自己是不是应该反思一下 我天啊 我鸡皮疙瘩掉了一垫 哪里来的盛世白莲花 呸 就他还冠军呢 瞅瞅你这滑而不实的脑子 坐等成林被打脸 9月16日 锁定直播间了 压货三件套都买好了 成林怎么这几天这么活跃 谁把他放出来的 节目组保密工作 做得真好 那名神秘嘉宾 愣是一点馅都没录出来 好奇死了 楼上的 却你别好奇了 说不定是虚张声势的 所谓大牌明星 节目组的人 感觉特别怨 不是他们保密工作做得好 而事儿是他们根本不知道 最后一名神秘嘉宾 是何方神圣啊 投资大佬新药集团的大公子 傅一斌神神秘密说 一定是一个重量级的大咖 让他们踏实准备开播前的工作 可是 这位神秘大佬不明身份 我们没办法宣传啊 林监制叹气 傅一斌拍了拍林监制的肩膀 老林 你放心 这位大牛 不需要任何宣传 只要他微博官宣参加节目 咱们的节目就会大爆的 林监制苦笑 你们这边没别的事 我就想走了呀 林监制举起耳抗手等等 可惜傅一斌特别迅捷上了电梯 傅一斌看似不着急不着慌的 其实比是人都着急 他那副稳坐钓鱼台般的模样 只是装出来稳定军心的 他得将启云打了无数电话 那边总是不肯给出准信 可是 节目马上就要开播了呀 若是再不开口 被选嘉宾都来不及找啊 傅一斌窜上了车 立刻摸出手机 给江启云打电话 一开口就是哀求 大哥 祖宗矮 求求您赶紧给个准信吧 江启云感觉戏弄够了 懒懒开口 去 真的 真的 傅一斌还是不敢相信 祖宗 您一定 一定要给我准信 万一我这边放出话来 您又不来了 你再啰嗦 我就考虑真的不去了 别见别见 谢谢大哥 傅一斌欣喜的快要痛苦流涕了 千万谢挂了电话后 赶紧给林坚智打电话 通知好消息 老林 我可以告诉你 神秘嘉宾的身份 但是你要保密 林坚智心里一松 嘴里连连说 放心放心 一定保密 江启云 傅一斌得意的扬起声音 林坚智闭了闭眼 这个傅一斌 是傅家的公子 一向顽固不着调 他先三顾茅庐 请了河岛出山 又软磨硬泡 把自己拉进剧组 看傅一斌态度诚恳 也许不像传闻那样不靠谱 万万没想到啊 万万没想到 江启云自19岁出道以来 活到现在 国内外的影视大奖拿了个遍 演技超群 为人又谦逊正直 跟他合作过的艺人 或导演剧组 没有一个说他坏话的 狗仔队24小时蹲守了几年 硬生生一条丑闻都挖不出来 你跟我说 这种咖位的人 会自降身份参加这种小综艺节目 傅一斌还等着对方欣喜若狂呢 却没想到电话那边静默了一分钟后 传来林监制浓浓失望 心如死灰般的声音 傅先生 刷我很好玩吗 林监制一字一顿地说 如果江启云能来 我直播吃屎 然后挂了电话 傅一斌瞪着手机 老林居然挂自己电话 他气势汹汹拨打回去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操 呀居然敢拉黑自己 好吧好吧 既然如此 都是你逼我的 傅一斌赌气般 再次拨通江启云的手机 满脸邪恶的笑容 节目组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最后的准备工作 节目即将正式全线开播 上到监制 制片人 导演 下到道具 服装组 医疗组 都忙得不可开交 林监制正带着嗓门指挥 三号机组 三号机组 这个草丛的摄像头 能拍到什么 啊 这个角度 拍嘉宾的角有用吗 上台上台 林监制 林监制 只见商务双手捧着手机 跑到林监制面前 什么事 林监制抓起保温杯 喝了一口水 只会了一整天 嘴唇都干裂了 商务一脸惶恐 看着自己的手机 那神情仿佛手机是个传国玉玺 他捂着话筒 小声而结巴快速说 是 是 是江启云将引地找您 扑 林监制一口水就喷出去了 他瞪着眼问 谁 江启云 商务点头如捣算 林监制一脸难以置信 拿过手机 凑到耳边 喂 您好 我是林许南 请问您是哪位 电话那边响起一个雌性的声音 林监制 您好 我是江启云 不好意思 讨扰您了 林监制一听这个声音 下意识就作证了 这把好嗓子 娱乐圈没有人会认错的 同时 他的心底燃起小小的希望 难道 傅一斌说的 神秘嘉宾是江启云这件事是真的 林监制暗难内心的 雀跃嘴都不利索了 真的是江老师 没想到江影帝 居然也会主动找我这个小小的监制 总不会是想加入我手头的 绝境求生节目吧 哈哈 还真是 江启云说 绝境求生的最后一名嘉宾名额 是我要求替我留着的 抱歉 之前一直没办法 确定自己的档期 所以 at警号 警号人民币警号 at at警号 麻烦您了 还真是 真是 是 林监制脑子都被这个好消息冲击卡顿了 后面江影帝的解释变成了一段乱码 江启云等了一会儿 江启云等了一会儿 那边没声音 嗯 了一声 林监制张着嘴对着手机 了半天也没个下文 怎么 江启云问 是有什么困难吗 林监制强行忍住自己要蹦起来的欲望 还是想把丑话说在前面 也算保密 不是啊 江老师 有个事 我得跟您说明白 这个节目是荒野求生节目 条件特别 特别 特别 艰苦 甚至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剧组条件有限 江老师千金之躯 万一有个磕伤碰伤 我们剧组全赔进去 也赔不起啊 而且 我们进组的嘉宾会 签订 安全须知 嘉宾自愿加入节目 中途不可退出 因各种不可抗力因素导致的伤亡 都由嘉宾个人承担 节目组给几个嘉宾象征信 买了点保险 可这种级别的保险 估计江启云家里的宠物 都不屑于买 然而 只听江启云轻笑一声 没事的 林监制 我研究过了节目 这些事情我都知道的 我也都接受 当然 出于各方考虑 我会带一只专业的 医疗意外保障的队伍过去 林监制 您看如何 如何 我给你跪下都行 这个大佬 一定是菩萨派来将甘铃 撒向自己的 大腕 铃片酬 储子 还要带一只专业的队伍过来 保证节目组正常录制 林总监擦了擦眼角幸福的泪水 那 欢迎江老师的加入 谢谢林监制 因为我加入的突然 官方更新 名单方面的问题 还请您多费心 相关的通告 网络推手 热搜 就由我来安排吧 啊 哎呀 好好好 林监制一连串说 最后 江启云客气的说 林监制 最后呢 我想跟您商量个事 啊 这个恳求的口吻 让林监制有点猛 请您直说 直说 请您不要直播吃屎 江启云说 行不行 啊 等他回过神来 发现江启云已经挂了电话 都说江启云冷漠冷酷 看来也是个粘坏的主啊 他一边哭笑不得 一边把负义宾 从黑名单中拖出来 拨打 被挂 拨打 被挂 如此反复五次 非常冷酷无情 第十八章正式开播 怪不得江启云 总喜欢挂断自己的电话 原来挂电话这么爽 负义宾嘴角翘起 不过 他还等着林监制 给他把节目做好 自己就可以在老爸那边里排放 挂了五次之后 他就给林监制发了个表情 兵哥带你飞 鄙视脸 竖中止 JPGE 林监制松了口气 赶紧跟着发了一条信息 主题是 赔礼道歉 希望傅公子大人 有大量大人不计小人过 但真的有重要的是商量 请务必接电话 再打过去 傅义宾终于接起电话 傅义宾冷酷 说好了 直播吃屎啊 林监制笑 别见了 一大把年龄了 万一再致我一个传播不良信息什么的罪 咱们节目组也跟着倒霉啊 那请我吃饭啊 就嫂子上次做的那个小排骨 我要自己吃三斤 林监制笑着答应了排骨的事 他切入正题 江老师加入咱们节目组 我想问问咱们预算多少啊 节目经费非常拮据 每天开拍的成本几十万 真的怕养不起江启云这尊大佛 现在预算剩下的经费 也就剩了三百多万 这点钱也就够江影帝出场十秒钟的广告费 江老师这次以投资方的身份加入 林出场费 哪提成的 天降大馅饼 把林监制砸得晕晕乎乎的 卧槽 江启云自己这种级别的监制 一辈子都摸不到他后脚跟的影帝 投资方 零片酬 哪提成 赚了他拿钱 赔了算他的 俗称冤大头 林监制 林监制的脑海里 放起了两万响的烟花爆竹 就在这个平平无奇的工作日下午 一些无所事事的人 摸出手机打开微博 决定墨于消磨时间 然而 微博的图标一直转着小圈圈 我去 微博怎么忽然崩了 我的也是 登不上去了 该不会是有什么大瓜吗 等等 我在豆瓣看到了节评 是江启云 江启云 卧槽 江影帝 什么 江影帝的瓜 不 这个瓜我不吃 江影帝是我永远的白月光 听我说完 江启云刚刚官宣 不不 我不听 啊 没有哪个女人可以独占我江 是江影帝回国了 刚回国 他就宣布 要参加一个综艺节目 我江不是说 不会参加任何综合节目吗 这什么综艺节目啊 我江居然屈尊参加 江启云官宣加入 绝境求生 快快 有没有课代表出来说明一下 绝境求生 是什么节目啊 绝境求生 绝境求生 没听过吧 但感觉好像有点耳熟的样子 卧槽 是不是那个恶之花 参加那个野外真人求生节目啊 江启云 快跑 会被恶之花缠上的 手机的微博 终于彻底复苏 无数新交的人戳动热榜 热榜缓缓打开 热榜第一条 江启云 十分荣幸能够加入 绝境求生 节目 期待明天跟大家见面 9月16日中午12点 大家锁定 网页直播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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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大直播平台 不知道会在节目中 有什么惊险刺激的经历呢 让我们共同拭目以待吧 江启云工作室 热榜第二条 绝境求生 重磅消息 江影帝 Akt 江启云加入节目 9月16日 将会跟随其他五名嘉宾一起 共同解锁原始森林探险之路 大家快锁定网页直播链接吧 成林 在微博的夺冠宣言 好容易热度下来 王真就再次打开了评论 谁知道江启云官宣后 众多江启云粉丝 纷纷涌过来 在下面留言 评论都是 过爱 我不骂你 只要你能离我将远一点 莫挨我将 为了你的生命安全 我奉劝你 不要动歪心思 成林 你赶紧退出 绝境求生吧 退出 我就给你打钱 热搜也多了几个词条 警号 绝境求生 新嘉宾江启云震惊 JPG 警号 警号盘点江启云 曾经拒绝过的综艺节目 警号 警号 绝境求生 嘉宾成员背景 大棋底 警号 9月16日上午 绝境求生 正式录制 经纪人带着自家的明星 在封城北面 警林的城市 孙城市中心公园会面 在保姆车上 真姐抓紧时间 叮嘱成林 尽量不要跟江启云接触 她的粉丝都是独尾粉 谁跟江启云亲近 谁就会在网上 被骂得体无完肤 白木川 能躲也尽量躲着点 虽然大K跟我说 他会约束好白木川 也会尽量在节目中 对你有善 但不能有任何 暧昧接触 那个老班就是个 户外达人 如果可以的话 尽量跟他组队 巴拉巴拉 成林扣了扣耳朵 王真一看极了 我跟你交代正事呢 给我认真严肃点 真姐 放心吧 我不会跟任何人组队的 我会一个人笑着 生存到最后的 成林为自己这句大话 赢得了长达一个小时 十分钟的唠叨 车子到达市中心公园时 成林忍不住 常常松了口气 他揉着饱受摧残的耳朵下了车 公园门口 停着一溜黑色的商务车 还有摄影车 节目组的工作人员 正等待各位嘉宾的到来 成老师 这是您的衣物 请您把自己的衣服 私人财物 手机等通讯设备 放到这个袋子里 工作人员给了成林两个袋子 一个袋子 装着成林的参加节目 指定的统一服饰 另一个袋子空着 他点头 跟着工作人员 进了临时搭建的更衣室 除了那意外 自己的衣服手机什么的 都收拾好 放到了空袋子里 他推开更衣室的门走出来 就听见外面 一阵阵压抑的尖叫声 蒋启云 蒋启亚 只见一辆香槟色的 保姆车的车门打开 一道高挑的身影下了车 见眉心目 让人错不开的英俊 正是影帝哥王蒋启云 蒋启云跟工作人员 接线的粉丝们挥手 节目组的成员纷纷到齐 各自换好衣服后 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 上了一辆家常商务型巴士 几个人都换好了 节目组提供的赞助商品牌 户外服 七个人七种颜色 后背印满了赞助商的logo 第一排三个人 是野外爱好达人三人组 第二排坐着成林和老班纠 第三排最左侧 坐着戴着墨镜 戴着黑口罩的江启云 他穿着一身灰白色户外服 最右侧 坐着一身亮橙色的白木穿 车内里面安装好了摄像头 还有摄影组的 对着七个人拍摄 车子在粉丝和工作人员的挥手中 缓缓驶离市中心 巴士副驾 站起一个挺精神的 拿着话筒的年轻男人 正是此次节目的主持人 他是个颇有名气的野外活动达人 庞申宇 脑子转得快 为人风趣幽默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野外求生第一季 节目的主持人 庞申宇 感谢成大亨牌调味品的支持 感谢某某户外运动品牌的赞助 感谢某某酒夜 念完广告词 庞申宇是一摄影师 对准第一排三个人 大家想必都认识了 这五位节目组的成员了 他们分别是跑酷流战 退役女运动员杨昭 体能培训中心的教练吕登峰 每个点到明的都冲摄像机摆手 庞申宇走到第二排 这位是户外爱好达人 老班纠 老班纠一身深绿色的运动服 抬头给摄像机挤了个冷漠的笑容 便又低下头 庞申宇早就知道老班纠的风格 再把摄像头转向成员 成员穿了一套黑色的户外运动服 长发绑了的马尾 显得很有精神 丝毫没有平时电影里反派角色的样子 大家好 我是成员 欢迎大家观看 绝境求生 成员很有职业精神的 冲镜头摆手 弹幕飘过一片呕吐的表情 骂声此起彼伏 摄影师大哥 赶紧挪开镜头 我妈妈问我 怎么看着手机吐起来 庞申宇哈哈笑着 看来我们的成员很有精神 不知道待会儿下车后 还能不能这么有精神啊 白幕穿盯着成员的后脑勺 看了很久 姐姐要他照顾成员 当着这么多直播摄像头的面 他真是不太想跟成员说话 镜头转到他脸上 他赶紧调整自己脸上的表情 把自己的脸从成员后脑勺移开 对着摄像机 庞申宇激情洋溢 这位就是我们新近国民男神 号称古装第一美男子的白幕穿 白幕穿温润开口 那个我很荣幸参加这种野外求生节目 我对自然环保一直非常关心 此次参加节目 旨在唤醒大家 希望大家 每个人都为保护地球生态 奉献出自己的一点力量 让野生动物们也有自己的家园 谢谢大家 请大家多多支持 哈哈 爱了爱了 我家木川一直关心慈善事业啊 我哥哥最正直最棒 节目组 我命令你们保护好我家木川啊 旁申宇孝 我们木男神 一直热衷于环保事业 的确 我们节目组也是 同样的理念 希望唤醒我们大家心中的野性 希望能够多多地爱护我们 共同的家园 地球 最后 此次节目最重磅 最压轴 最神秘的嘉宾 江启云将影币 江启云扯下口罩 把鸭舌帽抬高 认真冲摄像机 自我介绍 我叫江启云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 江米团们 让我看到你们 弹幕整整齐齐 江米报到 江启云永远第一 江米爱你 永远的江米 永远的爱你 成林冷眼看着 其他六个人 状态各有不同 白木川努力逼着自己笑 能看出他挺紧张的 运动三人组 摩拳擦掌的兴奋 面对镜头 也压抑不住的雀跃 老班纠 还是那样面无表情 有种不合群的孤傲 倒是江启云 成林对他第一印象不错 他对微表情很有研究 江启云不摆架子 从一些下意识的小动作 能看出来 是一个教养很好 很和善的人 其他人说话的时候 他都会看着对方的脸 认真听 成林观察了一圈 就看见主持人庞申宇 扶着座椅靠背 从前排走了回来 手里拿着一个 小型的抽奖用的箱子 请每个人抽一个球 庞申宇拎着箱子 从前往后 每个人都拿到了一颗球 球里面 写着一杠七不同的数字 这个代表 你们在直播平台的直播间 也是你们之后 被投放的荒野的位置 稍后 观众可以在我们官方直播间 看到标有数字的地图 只见庞申宇拎着箱子 退回到前排 摄影师大哥 从随身的包里 摸出一个大的夸张的头罩 有点像防毒面具 他们麻利的把头罩戴好 接着 乘客座位和司机之间 快速升起一个透明的挡板 挡板 干嘛用的 节目组中嘉宾 一连猛 第十九章 丧心病狂的节目组 同时猛逼的 还有观看节目的数千万粉丝 这是 我怎么嗅到了一丝危险的味道 节目组想对我们江江做什么 牡川哥哥 快跑 这时 杨昭瞳孔一震 大声喊了一句 他们要放麻醉喷雾 话音未落 只见后排不知从什么地方 喷射出大量白色的烟雾 杨昭圆瞪的眼睛眨了眨 随后他的手缓缓的软下去 连江启云都震惊的瞳孔微缩 傅一兵 你他们玩的真够大 然后就晕过去了 麻醉喷雾 整整喷了一分三十秒钟 节目组的人 确认所有人都晕得不能再晕了 正常人就算察觉到了异常 那一点点麻醉喷雾就足够晕得透透的 当然 成林不算正常人 毕竟是在枪林淡雨 勾心斗角 闭眼都要留几根神经 随时起来搏命的日子里 过了二十多年 成林在看到主持人拿着面具那一瞬间 就用力吸了一口气 随后开始憋气 并在嘉宾接二连三倒下时 也十分配合 跟着躺了下去 甚至在躺下之前 他还判断了下摄像头的位置 选择一个相对优美的姿势 一 二 三 十万零五千一百零六 这句身体极限憋气是两分钟多一点 成林感觉自己的肺快要炸开了 耳朵一阵阵轰鸣 成林觉得自己快要撑不住了 一百一十六 一百一十七 他努力攥着拳头 同时维持面部肌肉松弛 以免在直播间露出破绽 就在他快要忍不住时 就听见耳边响起愉悦的刷声 正是车窗下放的声音 车子缓缓停下 被挡板挡住麻醉喷雾的司机 主持人以及事先戴好防毒面具 扛着摄影机的摄影师打着手势 成林心算了一下时间 约莫麻醉喷雾散得差不多了 这才控制着肺部 吸了一点点空气 清新的空气 他瞬间感觉自己活过来了 心里数了十秒 再次松动鼻腔 吸了一口空气 如此反复五六次 将肺部的浊气更新了一遍 弹幕早就彻底癫狂了 再飘过一排排 喝 后屏幕炸开的都卡顿了 卧槽卧槽 节目组太丧心病狂了 万万没想到 国内也有敢这么玩嘉宾的节目组啊 这个节目组为了保密 为了还原真实性 玩得这么大吗 我为我之前说 节目组肯定是有剧本的而道歉 合规吧 这样麻醉不怕有风险吗 车子停下来 他们要干什么 成林躺着 一动不动 竖着耳朵听着 只听有人在外面指挥着 这个是一号 上一号车子 大家亲手亲脚一点 女士有女性工作人员搬运 辛苦了各位 庞申宇说 医生麻烦检查一下 有没有异常 不一会儿 成林感觉有人靠近她 她立刻放松肌肉 装晕她很有一套的 翻开眼皮检查的医生 丝毫没有察觉 这个长得明艳的女星 晕倒居然是假装的 最后确认所有嘉宾全部晕倒 身体也没有什么问题后 给每个成员戴上了眼罩 然后把他们的手背后绑起来 结结实实地绑起来 然后一个一个架起来 一辆商务车一个人 七个带着不同嘉宾的商务车 排成车队再度出发了 成林闭着眼睛 轻轻扇动了下鼻翼 确定空气是干净的 这才缓了缓气 内心却不由地兴奋起来 这个节目 比自己想象中的更加有趣 之后的直播平台 循环播放各个车厢里的成员 每个车厢都有专业的医疗团队 监控节目组成员的身体状况 确保他们无余 这会儿不过下午两点钟 在线观看量 已经突破了三千万 哪怕现在直播屏幕 只有七个昏迷不醒的节目成员 现象级的直播 车子又开了两个多小时 最后车子屏幕不再摇晃 镜头给到了主持人庞申宇 庞申宇神秘笑着说 好了 现在我们已经把七位嘉宾 带到了目的地 野猪林 弹幕一片哀嚎声 这是一片人际罕至的 最大保留原始气息的森林 据不完全统计 这里 至少生活中上百种野生动物 步伐大型 有攻击性的哺乳动物 尖牙利齿的蛇类 八角毛毛虫等等 我们的七位成员 将会分散在密林的不同地带 有隐藏在密林的摄像头 给大家呈现出探险求生过程 节目组将会提供每位成员 一个求生包 在丛林的某一处 藏着一个宝箱里面有一个惊喜 大家可以选择在直播平台 观看自己喜欢的成员 若有疑问 可点击平台右下角帮助按钮 也可以电话咨询工作人员 庞申宇抬起胳膊看了看手表 好了 根据麻醉师使用的剂量 预计还有半个小时 大家就会陆续醒过来 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不要走开 直播一直都在 自此开始 七个嘉宾 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一个直播间 大家可以随意挑选 自己喜欢的嘉宾直播间 点进去看 江启云的直播间 2130万人在线 白木川要少一点 也有520多万 成员不过30万观众 刘湛也差不多20万多人 其他三个人最惨 加起来才看看过10万 江启云直播间 摄影师扛的摄像头 肆无忌惮 对着江启云的脸拍 不得不说 江影帝的脸 真的好看得挑不出一点毛病 这种死亡近距离视角 愣是挑不出一丝瑕疵 鼻梁流畅而高挺 眉眼深邃 夏合线优美 猴杰的起伏都那么性感 无数人对着江影帝 沉睡的俊脸流口水 直到车子晃了晃 停了下来 车门被拉开 几个人上来 亲手亲脚抬起影帝 随后亲手亲脚下车 把他放在林间的一处空地 放下一个背包 随后车子开走了 视野切换到了林中 事先安装好的摄像头 拍下来的画面 十几个摄像头 将江影帝无死角的循环 放了一遍 万条弹幕飞过 打赏一条接着一条 可见江弥粉此刻 癫狂的心情 哼哼哼哼 哀了哀了 结并结到手软 感觉就像是跟江启云 躺在一起 这要命的女友视角 过了五六分钟 江启云动了动 随后睁开了眼睛 他试着动了动 发现自己的手腕 被绑着背在身后 他吸口气 坐了起来 环视了下四周 森林异常茂密 屁股下面是厚墩墩的草 灌木丛纠缠在一起 悠悠的虫鸣 和奇奇怪怪的挖叫 还真是一点人气都没有 若是习惯了城市的现代 乍然到了这种荒野 一般人都会产生 心理上的不实 可江启云 很喜欢这种感觉 绳子绑得并不太紧 毕竟把人扔到荒郊野外 再被绑着手解不开 那就真的会危险了 他试着活动了下手腕 手指抹撒了下绳子 打结的部分 随后试着用手指解开绳子 一个草丛里的摄像机 对准江启云的手 他的手指关节分明 手指很长 弹幕再次爆炸了 55555 手控碍了碍了 这解绳子的细节 我看得耳热心跳 我也 我脑补了一篇 不纯洁的捆绑游戏的 小作文 我要给节目组夹鸡腿 哎哎哎 那个捆绑游戏的 你别藏着你的小作文 展开说说呗 室友问我 为什么哭着流口水 我转发了直播间给他 现在他在下单 买纸巾擦口水 一道道礼物 就像流星飞快在屏幕闪过 他的手指很灵活 很快就将绳子的解解开了 站起来活动了下手腕 观察了一下地形 发现不远处 躺着一个挺大的双肩包 看来这就是节目组 给每个人提供的野外生存包了 江启云走过去 拎起包 打开一看 哟 还挺齐全 简易折叠帐篷 饮用水 打火机 消毒纸巾 也就是没有桌椅板凳 要不就跟野营似的 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样 江启云想了想 把东西原封不动的塞进包里 然后一弯腰将双肩包背起来 在地上找了块比较锋利的石头 在附近的一棵树上画了一道 然后迈开大长腿 往密林深处走去 第二十章 可怜之人 必有可恨之处 成林躺在商务车后排上 一动不动 他曾经受过专业的训练 可以通过调节心跳和呼吸 降低生命体征 眼皮眼珠完全不会有丝毫抖动 只要不特意检查 不会看出他是清醒的 一次出任务 遇到了强敌 他装死 创造了他个人的最高记录 整整23个小时 混迹在死人堆里 无人发现 那是真是刀尖舔血的日子 正想着呢 成林感觉车子晃了晃 停了下来 车门被拉开了 我抬上身 你抬脚 一个女人压着声音说 很快 成林感觉自己 被两个人抬着 放上了一个担架 两只手绑在后背 他只能被侧着放 晃晃悠悠 抬着走了一两百米 随后担架被轻轻放下了 接着 他被抬着从担架放到了地上 同样侧着身 这样 他的头脸与地面亲密接触 他能感觉到 属于森林特有的地面 特有的湿润 凹凸不平的地面上 长着秘密的杂草和野花 一股树木 露水 土壤 草木的味道 涌入鼻腔 很清香 四肢百骸都舒服地叹口气 有人拿走了担架 把包放他脚边 那个女人再次开口 再给他喷点蛆虫水 成林先是感觉 一个装着东西的包放在了他身边 他听到了包里东西碰撞 发出的叮当的声音 随后 有人拿着蛆虫水 从头到脚 细细密密喷了一遍 周围人走来走去 做最后的检查和布置 过了一会儿 听到他们招呼着 走吧 过了一会儿 脚步声逐渐远离 很远的地方 他听到车子发动的声音 那声音越来越远 所有的工作人员绝尘而去 成林一动不动 我是不是应该等一会儿再醒过来 倒没到时间 差不多了吧 一 二 三 五千九百七十五亿 九千八百五十九万 九千六百 心中末数到六百 成林睁开了眼睛 现在应该是下午三四点左右 可森林树棺非常厚实 将阳光遮挡的 只露下星星点点的光斑 它的四周散布着五六棵松树 还有几棵阔叶的梧桐树 白花树 它身下有厚厚的落下的针叶 颇为松软 它双手背后绑着 侧着身子坐了起来 一双阴笋一般的眼睛 锐利地扫过森林 松树顶上的鸟窝 旁边灌木丛的灌木叶子后 不远处的一个老鼠洞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一共八个摄像头对准自己 成林假装没有察觉摄像机的存在 作证 将自己的两只绑起来的手 往脚前凑 身体完成一个非常柔韧的角度 然后它成功把手像跳绳一样 从脚下穿到胸前 凑到嘴边 丝毫不嫌弃绳子脏 把绳子给咬松了 这个曲线 这个柔韧度 若是在床上 懂得都得 懂得都懂 懂得都懂 我吐了 不小心点镜 饿之花 直播间 原来你被骂不是没原因的 这么一群脏粉 可见正主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告辞 重获自由的成林 站在空旷的森林 闭上眼睛 深深吸了口气 啊 森林的味道 真好 像是回到从前 他甚至想纵情在森林奔跑几圈 宣泄一下 然而 摄像头发出轻微转动的声音 惊醒了他 他冷冷地望向摄像机组 那冷酷的 几乎脆了毒药的眼神 令摄像师浑身打了个冷战 15号机组 15号机组 隐藏好 不要被嘉宾发现 不要被嘉宾发现 摄影师小声对嘴边的麦克风说 我没露出来啊 成林闭上眼睛 末数123 现在不是出任务 不是出任务 不是出任务 重复一遍 不是出任务 他眼中的杀意 尽数退去后 才睁开眼睛 解开的绳子是宝贵的资源 他拎着绳子走向背包 打开背包 他一样一样 把里面的物资拿出来 在几万观众的注意下 他摸出了包里的第一件物资 五香粉罐子 成林拿着五香粉 看了一会儿 放到一边 弹幕笑疯了 哈哈哈哈 毫无用处的调料 看来节目组也不看好成林啊 这是故意的吧 五香粉 这是让成林遇到野兽的时候 撒五香粉攻击吗 若是真能撒到眼睛里 应该也有用吧 我妈说 这个牌子的调味料 的确很不错 多少年了没涨价 味道也特别正宗 成林面无表情的继续掏 随后掏出了七八个罐子 食用盐罐子 辣椒粉罐子 料酒罐子 白芝麻罐子 香油罐子 白醋罐子 蒜蓉罐子 成林全都是成大亨排的 赞助商之一 还是自家的厂子 成林 我有一句 WTF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WTF WTF的缩写 理解成 什么鬼 卧槽 弹幕 刚从江启云和白牧川直播间过来 江启云得了一顶压缩帐篷 打火机 还有饮用水 白牧川是胶囊睡袋 压缩饼干 若说节目组没针对成林 我第一个不信 只见成林继续在包里摸索 最后摸出了一把拆块地用的那种小型折叠刀 刀身大概指甲盖那么大 这种刀子杀伤力几乎为零 除了拆块地 什么都干不了 杳无人计的恐怖森林 成林这么一个娇滴滴的小姑娘 拿着十几个毫无用处的调味料 孤零零一个人坐在枯枝半叶上 感觉怪可怜的 我是爱骂成林的 忽然觉得他也怪可怜的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想想 为什么节目组会这么对待他吧 节目组不是说东西都是随机分配的吗 别逗了 像江启云和白木川那种大腕 节目组根本得罪不起 怎么可能会没有暗箱操作 节目组导演也没办法 原本是打算随机安排的 可江启云他们真的怕出事 而白木川是大老板直接打电话 要求多照顾照顾的 没办法 面对直播间的质疑 节目组只能装聋作哑 何导和林坚志感觉脸烧得慌 可除了江启云和白木川 是安排好的顶级求生背包 其他五个人的背包是随机的 每个背包的求生用品都不一样 为了制造看点 只有一个只有脸黑到极致的人 才会捡到的烹饪包 毕竟呈大亨排调味公司 出手大方 是大投资方 他们也是迫于无奈做广告 再说了 节目组想着 无论是谁捡到了这个烹饪包 随便跟人组队 就可以共同生存了 而且调味品也不是一无是处 至少野外求生 需要生火做饭吧 做饭就需要调味吧 那不就有用了 只是 节目组没想到 脸黑的人 居然是人嫌狗不带见的成琳 估计没有人 愿意跟他组队 成琳这种娇滴滴的小明星 拿着这么一个百无一用的背包 能活过今晚吗 林监制看着屏幕里成琳 面对一堆调味品的无助样子 回忆起成琳 握拳笔划攻二头肌的样子 叹口气 成琳在包里摸了几圈 又把包刀扣过来拍了拍 确信什么都没有 这菜一样一样捡回来放到包里 挺好的 成琳想 反正他对户外生存要求挺低的 这种程度的求生 跟度假没有什么区别 再加上地上这堆调味品 他有把握 这次度假 至少能吃得香喷喷的 妙 成琳不知道 他此刻剪瓶瓶罐罐的样子 激起了不少观众的爱护弱小的心理 大家看着瘦瘦的小姑娘 落魄剪罐子的样子 不由得有些心疼 尤其是看到成琳弯腰 把刚刚绑手绑脚的绳子都捡起来 珍重放到包里的那一刻 可怜标签了 就连刚刚绑着他的绳子都没拉下 珍惜地放到了包里 成琳拍了拍包 忽然回忆起 成琳揉着眉心看报表的样子 还有成博盛那日益清黑的眼圈 则 成琳再次打开包 拿出一个罐子 看了一眼标签 随后举起来 一本正经 对着空无一人的森林 成大亨调味 调出人间美味 成大亨调味 满足你的味 辣椒罐 是居家旅行必备的防身物品 必要时 要毫不留情地 吃烧烤的时候 也不要手软 说完 成琳咽了一大口口水 唱起来 烤鸡翅膀 我最爱吃 直播间停顿了片刻 怎么说 感觉对成琳有所改观了 我还以为他会发飙了 他心态挺好的 清醒过来不慌不乱 先解开自己的绳子 还把绳子收起来 挺有野外求生头脑的 听说白牧川醒过来后 花了十分钟才解开绳子 怎么成琳的粉丝这么不要脸 敢蹭我们牧川哥哥的热度 快滚 成大亨 成琳 都信尘埃 会不会有什么内在联系 拜托 成琳若是跟成大亨 城市集团有瓜葛 他肯定拿出来 给自己造势 说自己是豪门千金 广告狗 影响我观看体验了 拜拜 广告 广告怎么了 没有这些广告金主爸爸 我们能看到这么精彩的节目 再说了 人家打广告的方式 很诙谐幽默啊 第21章 球组队 给自家的烹饪用品打完广告 成琳将双肩包背在后背上 根据他上车后估算的时间和地点 在三个可能的森林中判断出 他们此刻应该身处野猪林 另外 成琳站在原地感受了一下 遮天蔽日的森林 完全看不到阳光 偶尔可以听到小鸟的叫声 蚊虫的窃窃私语 风轻轻吹拂在他的脸上 北半球夏季盛行东南风 且在北半球 树木枝叶茂盛的一面 通常是朝向南方的 尽量往向阳的方向走 风向和树木枝叶 让成琳大致确定了方向 接着 他弯腰在遍地枯树之中 找到了一根长度粗度 刚好合适的棍子 当探路障 不疾不虚地朝风吹来的方向走去 成琳不怕的吗 感觉白木川醒了以后 还小心翼翼地观察半天才敢动身 我隔着屏幕都感觉害怕 森林里奇奇怪怪的声音太多了 而且 你们不觉得 那边的天黑的比咱们这边要早吗 哇 白木川和江启云碰到了 快去隔壁看看吧 男神 V.E.S.男神 不能错过啊 观众呼啦啦 再次走了一大片 而背着双肩包的江启云 此刻站在白木川的对面 白木川脚边有一个包 里面的东西都被拿出来了 江启云扫了一眼 看到了压缩饼干 折叠变邪产 还有个好像睡袋压缩包 感觉江启云地跟任何男明星铜矿 都会把对方比下去 胡说 我们木川哥哥多青春活泼 江启云地都是老萝卜了 怎么跟咱们木川哥哥白皙的皮肤相提并论 就是 江启云能不能别 每次都给自己买什么厌压铜矿的热搜 看烦了 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组队 若是组队的话 太养眼了 我会住在直播间不走了 白木川面带崇拜的看着江启云地 含羞待怯 江老师 好巧 江启云微微汗手 你好 其实 我一直是您的粉丝 我是看着您的作品长大的 没有机会跟您说 这次能够跟您一起参加 绝境求生 节目 是我的荣幸 谢谢 江启云客套而疏离 江启云是想来寻找同伴的 节目组说了 最多可以三人成组 而且他猜想 每个人包里的求生物品 应该会有不同 若是都是一样的东西 就失去乐去了 此刻看到白木川大咧咧摆在地上 确认了这一点 本想着能碰上运动三人组 或者老班纠 他们可以组队共同求生 但他不能跟白木川组队 成林也不行 将起云心里盘算了一下 扑克套到完屑 站在那看着白木川 双手抓着双肩包的包带 一副随时要抬脚走的样子 白木川有点不知道怎么开口 他有点怕黑 也怕怪兽 小时候 在漆黑的小屋子里 是姐姐抱着他安慰他 告诉他 爸爸在外面发酒疯 不会伤害到他们的 这个怕黑的毛病一直没好 绝境求生意味着他要在野外 荒芜人烟漆黑一片的地方 待三天三夜 他一点也不想参加这个求生节目的 他是被傅一海逼着报名的 后来嘉宾里又多了个成林 他更是抗拒的要自闭 但江启云加入可就不一样了 自己的经纪人大K说了 要想办法跟江启云在一起 绝对可以蹭一波热度 可此刻江启云的态度实在是让白木川不敢开口 请求阻队 江启云等了一会儿 白木川只是沉默站着 江启云不想再耽误时间 便开口 那我走了 啊 好的 白木川实在开不了口挽留 只能说 江老师您小心 白木川看着江启云摆了白手 快步往森林深处走去 唉 自己又错失了这个良机 对方是江启云 白木川都能猜到 大K和傅云海会怎么骂自己了 白木川无奈叹口气 弯腰开始收拾自己 从包里掏出来的东西 就在这时 他身后不远处传来嘻嘻嘻嘻的声音 唉 又有嘉宾来了 太好了 白木川笑容满面 回头打招呼 嗨 你好 空无一人 只有不足两米处 一大丛灌木丛抖动了几下后 恢复了安静 白木川的笑容将在脸上 不是人 他畏惧的四处大亮了一下 哪怕知道 现在肯定有摄像头盯着自己拍 但他还是无法控制的恐惧起来 他长这么大 就没见过这么茂盛的森林 几乎每一寸土地都覆盖着植物 太多太多树了 几乎多到让人窒息 白木川定了定神 节目组肯定事先把这里搜索处理了一番 不能真的让他们遇到危险吧 正在自我安慰的白木川 就看见眼前的灌木丛 再次刷刷晃动起来 就在他凝神盯着灌木丛的时候 就在他身后不足一米的地方 一只鸟展开翅膀发出 得一声怪叫 白木川吓得浑身一抖 什么惹人嫌 形象 尊严那一刻统统抛到了脑后 他朝着江启云离开的方向拔足狂奔 江老师 江哥 江哥 等等我 走出两百多米的江启云 听见白木川撕心裂肺的叫声 以为他遇到了什么危险 当机立断转身 往回冲白木川方向跑去 虽然他不想跟白木川组队 但不代表他能不管别人的死活 只看见白木川脸都吓得白了 两条腿倒腾的都快出残影了 朝自己狂奔而来 速度这么快 不过一瞬 白木川就奔到了眼前 江启云对一脸惊慌失措的白木川 上下打量 语速略快 但很沉稳地问 怎么了 哪里受伤了 白木川心跳的都有点恶心了 使劲平稳自己的呼吸 抓着胸口 没 没 我没受伤 得知白木川只是被鸟叫吓着了 江启云松口气 你的包呢 江启云看白木川 两手空空 后背空空 还在原地 江启云便陪白木川回去收拾包 收拾完包 白木川咬了咬嘴唇 江哥 不介意的话 我们可以组队吗 他闭着眼都能猜到 自己这句话一出口 黑子和江启云的粉丝会怎么骂自己曾热度 对不起 我不是很想 江启云直截了当地拒绝了 白木川做好了心理准备 但被这么直白地拒绝 当下还是黑了脸 看着白木川江住的脸 江启云解释道 节目组 说要根据嘉宾的表现 评分选出冠军 我们嘉宾还可以组队 但队伍里最多三个人 小队成员的表现 也会影响成绩 目前 你并不是我心仪的队友 白木川愣证了一会儿 看着江启云这儿巴惊的脸 问江哥 你想夺冠 江启云笑了 笑容里满满都是我要拿第一 只听他说 比赛我可以不参加 但是参加了 我就会全心全意地努力取得好成绩 这是对自己 也是对别人最基本的尊重 白木川看着江启云 再一次觉得 全力以赴的江启云 真的是当之无愧的影帝 于是白木川也认真起来 那江哥 你觉得我为什么不行吗 江启云略带挑剔地 看了看他的瘦弱的身板 求生包塞的乱七八糟 毫无章法 觉得白木川在求生节目里 真的是一点竞争力也没有 找条宠物狗都比他有用 估计镜头和白木川的尊严 江启云没有直接挑明 而是将问题推了回去 你觉得你行 那你具体说说 说说你的竞争力在哪里 但木勒疯了 忽然面试 JPGE 好可怕 感觉就像过年 被当老师的亲戚抓着提问题 第二十二章 打结 白木川一脸呆滞 哈哈 怎么那么好笑 可是 你们不觉得江启云很冷漠吗 明明白木川姿态摆得很低了 喂 前面的木川粉丝 这是参加节目要竞争的 不是说谁的姿态低就可以加入 当然要看个人的能力了 就是 大家都是奔着夺冠来的 位置当然要留给有能力的人 没毛病 白木川认真思索 然后掰着手指偷鼠 我会唱歌 会跳舞 而且有力气 我是个乐天派 不会轻易像困难妥协 哈哈 白木川真挺可爱的 居然真的一本正经介绍起来 有种小学生竞选班长的郑重 江启云勾唇笑了笑 唱歌没什么用 至于跳舞 野兽会认为你更美味一些 乐天派在荒野求生中不算美好品格 我需要对危险感知敏锐 野兽吃你的时候 你在想的开在乐天有什么用 白木川张着嘴 无言以对 江启云耸了耸肩 白木川不肯放弃 再次努力 我还有一个单人睡袋 和一些压缩饼干 江启云感兴趣的一条梅 那还蛮有竞争力的 白木川自闭了 万万没想到 自己有一天的身价 比不上睡袋和饼干 江启云虽然反白木川 但能看出 他是真的有点害怕 傅一兵那小子跟自己说了 白木川能进来 纯属倒霉 是被傅一兵的 同父异母的弟弟 傅一海塞进来的 作为两兄弟 争权夺利的棋子 绝非自愿的 怪可怜的 就先带他到安全的地方 或碰到其他 愿意跟他组队的人 就把他扔了吧 我真是个好人啊 江启云叹口气 这样吧 你跟我一起走 但是 我暂时不跟你组队 你接受吗 白木川忙不迭地点头 只要别让他独自一人 待在这个可怕的森林就行 成林的肚子 鸡里咕噜叫起来 他蹲在小溪边洗了洗手 然后站起来 在森林里走了一小会儿 就碰到这个小溪 使他运气好 荒野求生副本里 能有小溪 基本让求生难度 降低了一半 饮用水 是荒野求生 最不可缺少的东西了 这个小溪流非常清澈 但很小 也就半米宽 但周围五六米的石头 都非常光滑 一看就是经常被水冲刷 这个溪流 应该是从山上流下来的 遇到了旱景 溪流萎缩了 小溪太窄 只有几只小虾 看不到什么鱼 就算有鱼 估计也很小 抓五六十条 也不够撒牙缝的 成林揉了揉 再次发出咕噜咕噜叫声的肚子 刚刚给自家品牌调味品打广告 把自己都说饿了 最近他这么高强度的运动 运动后 便是大分量的补充增肌食物 胃口被撑大了 这会儿 早就饿得前胸贴后脊梁了 虽然不知道 节目组后面会安排什么任务 但在接到新任务之前 成林决定 这个小溪周边 是他扎营的根据地 决定了扎营地点 下一步就必须解决肚皮问题了 成林张望了一下 不得不说 节目组挺良心的 这个森林原始度很高 完全没有人类活动留下的痕迹 就连摄像头 以及剧组的摄像师 厂务的工作人员 都隐藏得特别好 他看到远处森林 有一片地方 长满了灌木丛 灌木丛会有很多小动物喜欢光固 而且还会有一些 可食用的小浆果小野果 成林便朝灌木丛走去 可谓望山刨死马 森林遍地都是多年堆积的厚厚落叶 又见缝插针 长了接近膝盖高的野草 每一步都要小心翼翼地走 因为万一不小心 就会踩到蛇洞 兔子洞老鼠洞什么的 容易让自己受伤 而这些几十年说上百年的老树根 都漫出地面 容易绊倒 看着不算远的灌木丛 成林足足走了半个小时才走到 他扔掉自己 用来探路的半截树枝 将自己的背包放下 将自己隐藏在树的阴影里 不一会儿 灌木丛动了一下 为数不多的弹幕 有人提问 成林累了吗 还是听见什么躲起来了 都不是 他应该在等待猎物 看着这么有黑的森林 我感觉头皮都发麻 感觉下一刻 就会窜出一张怪眼 前面的 本来我看得还挺开心的 现在我也跟着害怕起来了 我先把眼睛闭上吧 有没有人看到灌木丛动了 我也看到了 网友都能看到 成林自然看到了 他还是一动不动 不一会儿 一只毛茸茸的松鼠 抓着一枚特别饱满的栗子 嘴里还塞着两三个栗子 探头探脑出来了 成林的眼睛亮了 他作起嘴唇 发出了一连串 奇奇怪怪的声音 咕咕 叽叽 哈哈 屏幕前的节目 祖众人以及观众 都皱起眉来 下一刻 那只松鼠居然侧着脑袋 好奇的朝成林藏身的树影 看了一眼 成林没有停下 继续发出声音 松鼠迟了一会儿 抓着栗子 朝成林走来 刚走到树影下 成林闪电般冲出来 一把抓住了松鼠的后背 松鼠惊慌失措地 扔掉了手里的栗子 成林曲其手 只在松鼠的鼻尖 轻轻弹了一下 嘴里叼着的栗子 便滚落了出来 成林笑着 对挣扎的叽叽叫的松鼠说 抢你几个点心吃 不吃你 你的肉是酸的 不好吃 说完 他一松手 那只松鼠嗖嗖爬上树 几下不见了踪影 而附近的摄像头 静止静泽追踪到了松鼠 他爬到了一棵高高的树枝 再阴影往下看 弹幕笑疯了 松鼠 妈妈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我今天被一只 穿衣服的猴子打劫了 松鼠拍着胸口 还好他妈的肉酸 要不今天数数我啊 今天没有办法全身而退了 年轻人 你不讲武德 松鼠 暗中观察 JPG 哈哈哈哈 成林 你能不能有点明信的包袱 这是直播啊 全世界的人都眼睁睁 看到你打劫了一只 可爱的松鼠啊 成林弯腰捡起那几颗栗子 认真看了看 发现没有破损 这才在一斤下摆擦了擦 塞到了自己的背包侧兜里 他并没有在附近发现 什么栗子树 可松鼠却拿了这么多栗子 那么 只有一个可能 松鼠是过来藏食物的 他张望了一下 随后走到一棵很大很粗的树旁边 弯腰用手里的棍子 轻轻敲着地面 尤其是靠近树根的地方 踏踏 踏踏 都是实心的 通通 他的嘴角轻轻翘起来 他找到了松鼠的粮仓 屏幕前的观众 眼睁睁看着他 弯腰用棍子掀开了一块树皮 露出下面一个洞 成林趴在地上往外掏 橡果 栗子 松塔 还有些不知名的干果 很快 地面上堆起一座小山 弹幕再次沸腾了 松鼠咆哮 做个人吧 地主家的存量都被掏空了 替松鼠心疼三秒钟 松鼠应该庆幸自己的肉是酸的 否则眼前这个土匪 一定会把它烤了吃了 成林很满意 松鼠是挑干果大师 能够被藏起来的珍藏的 绝对都是干果中的极品 饱满 新鲜 不会一腐败 也不会有虫洞或破损 他摘了片干净巴掌大的叶子 把干果上的土在裤子上蹭掉 然后把干果用叶子包起来 拉开冲锋衣的拉索 在衣服内侧 有个便携袋子 这也是这款冲锋衣的亮点 折叠起来 可以塞到这个衣服袋子里 不占地方 成林又给冲锋衣做了广告 良心带货 加冰了属于 他解下袋子 把树叶包好的干果 还有刚刚塞到口袋的栗子 统统塞到袋子里 颠了颠份量 收获颇丰 约莫一斤半左右 成林把袋子放到书包 这个时候 他的直播间人数 翻了三倍不止 已经逼近一百万人在线了 也就是一百多万人看到 他如何抢劫了松鼠 以及将松鼠的库存 洗劫一空 而他用手掂量装钢果的袋子 嘴角不易察觉勾起的 被有心人截屏 做成了动图 就这么点 Chief 第23章 我想当运动员 但是没考上 这片灌木丛 没有长江过 成林挺失望的 可当他弯腰的时候 他有了新发现 一个兔子洞 就隐藏在那片茂密的灌木丛中 兔子挺谨慎的 一般会在山坡的打洞 洞口一般会有两到三个 他长走的洞会 用树枝遮挡住 成林感觉自己挺幸运的 面前的这个兔子洞 就是兔子最长走的洞 弯腰仔细看 昏暗的光下 可以看到草丛中 有一段不太明显的痕迹 那是兔子今年累月经常走过 才压出来的路 路边有截棺木丛被压塌了 是小型动物经过 才会压成的形状 烤兔子 紫狼冒犹的兔子 自己背包里 还有那么多调料 还有刚刚松鼠 送给自己的栗子 成林感觉自己两塞里的唾液线 一阵疯狂分泌 都快从嘴角流出来了 我要立刻吃到香喷喷酥皮烤兔子 说干就干 成林观察了一下地势地形 确认了兔子回窝的路径 他的窝的朝向 以及洞口大小 路径上兔子脚印的宽度 估算了兔子的高度 然后他抬手 把自己户外扶帽子上的绳子 给抽了出来 他要干嘛 为什么 把冲锋衣的帽子绳子拽出来 等等 我觉得 他是想套兔子 兔子 我漏过了什么镜头吗 我没有看到兔子 我小时候 我爸经常带我上山逮兔子 他刚刚观察的那个灌木丛里 应该藏着兔子洞 摄像机离得太远 我看得不是很清楚 不能确定 弹幕在讨论成林的行动 节目组的人 也挺吃惊的 这个花瓶废柴小女星 原本是他们最不看好的一个 没想到 现在反而成为求生中 教科书般的存在 他们的户外冲锋衣 不光能起到保暖防潮 抗摩擦的功能 更是因为冲锋衣上很多部件 在关键时刻 可以拿出来再利用 比如用来收纳衣服的内侧挂带 比如帽子里的抽绳 比如可拆卸的拉索之类的 原本只是想看一眼成林此刻 行动的河岛 此刻死死盯着屏幕里的成林 哟 这姑娘绑绳子 真打手 只见成林将自己的 长约一米的帽子绳缠在一起 打了个奇奇怪怪的捡 弹幕的套兔子 小专家立刻现身 说成林就是要套兔子 只见他观察了下地形 随后找来几根 外形树枝 又把自己背包里 用来绑自己手的绳子拿出来 系在套兔子绳子上面 用树枝支撑着套兔子绳子 放在了兔子上坡回家的路上 随后他爬到旁边的树上 静静等待着 成宅 一家人坐在电视机前 看着躲在阴影处 一动不动的成林 成大哥倍感欣慰 他一定是学了 我给他的荒野求生相关的书 在野外的时候 最容易抓到的 就是兔子 兔子繁殖力强 虽然行动灵活 但比较呆 容易得手 而且 他打的这个兔子套 就是我给他资料里提到过的 成小妹一只手 在自己的班级群里聊天 另一只手捏着吃的 看屏幕里的姐姐一动不动 低头继续在群里 跟骂姐姐的人杠 听到大哥这么说 感兴趣的说 那大哥 你一会儿叫我怎么绑吧 刚刚我姐绑得太快 我没看清 成大哥摸摸鼻子 我说我给他资料 又没说我学会了 成夫喝着茶 我瞅着小林失忆这段时间 跟打通人多二脉似的 说不定以前就是脑子 哪里堵住了 枪水给冲开了 成母则有些忧心忡忡 这个节目看着挺危险的呀 小林她能行吗 成小妹是个无脑姐姐控 立刻说我姐姐一出马 肯定没问题的 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 成林极为有耐心躲在树上 十分钟 二十分钟 半个小时过去了 她一动不动 不少观众觉得无聊 切出去看别的嘉宾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 三十多分钟的时候 成林的耳朵动了动 她听到了什么声音 是人说话走路的声音 这个声音还挺耳熟的 嗯 好像是白木川 成林心里叹口气 偏偏是白木川 弹幕飘过 啊 我刚刚从江启云直播间过来 感觉这个地方好眼熟啊 特别像成林刚刚经过的地方 一路没说话的江启云 忽然抬起手 做了个近身停步的手势 打断了白木川 叙叙叨叨 随后 江启云单腿微弯 蹲下看地上 昏暗的光中 两排车咕噜的痕迹很明显 她张望着 在不远处 发现了草地上 被人脚步踩踏后的压痕 江启云基本肯定 节目组应该在这里 投放了一个嘉宾 会是谁呢 江启云 颇为感兴趣地猜测着 白木川紧张兮兮 跟在江启云身后 小声快速说着 怎么了 江哥 是不是野兽 还是什么野人 或者是鬼 江启云看了一眼白木川 你平时都看什么节目 野人和鬼都出来了 再这么下去 估计外星人 也快出现在白木川的猜测名单上了 他一分钟都不想跟白木川 待在一起了 不管这个嘉宾是谁 他都要想办法 把白木川甩给这个人 最不济 三个人同行 也比白木川盯着自己一个人 絮絮叨叨要好 白木川还以为江启云夸他呢 他就有些不好意思 但带着一点洋洋自得 我什么都看啊 奇温怪谈 解密那些不为人知的也是什么的 江启云看见草地上有人走过的痕迹 顺着痕迹走 一边走一边说 看书吗 你要看书的话 我推荐 你看看尹哥的书 挺长见识的 前在词 你现在太没见识了 少说两句 省得掉粉 说完 江启云有些遗憾 今天没办法追书了 则 不过换个思路 江启云想 等参加完这次节目 可以攒不少张呢 想想一下子 可以看那么多张 都觉得幸福 弹幕 哇 万万没想到 江启云地也会追书看 我也是尹哥大大的书粉 这几天 尹哥大大就像是打了鸡血一样 每天都更新啊 这么多尹哥大大的书粉吗 我觉得新书好赞的 怪不得江启云地 参加这个求生节目呢 是尹哥大大的书粉 一下子就明白了 前面的课代表解释一下 最近那个特别火的电影 亚马逊奇遇记 就是尹哥大大的书翻拍的 主角就是一个 非常擅长荒野求生的女主 还有一个搞研究的男主 在亚马逊求生的 惊险刺激的故事 啊 哪里可以看到 圣女果APP 入坑不亏 成林并不知道 自己的书正在隔壁直播间 弹幕上被一波安利 他有些心骄 这个时间应该是兔子回窝的时间 但兔子胆子特别小 若是有人来 吓着他 说不定他会顺着别的路 从别的洞口回家 那他做的一切准备工作都白下 还得继续饿肚子 成林摸了摸干瘪的肚子 祈求那两人不要走过来 没想到 就在这时 一个肥瘦的灰色影子 从草丛窜出来 江启云他们走过来 把回家的兔子吓到了 兔子 决定赶在这两个直立行走猴子之前回家 成林欣喜若狂 拎着绳子的手 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抖动 五米 三米 一米 零 两米 就是现在 成林拎起绳子 兔子掏的活扣立刻收紧 将兔子两条后腿 牢牢的缠绕在一起 兔子碰的一声摔倒在地 吓得已经靠近成林藏身树木的江启云 一大跳 白木川更是夸张 熬了一嗓子后 直接原地蹦了的有一米高 整个人抱在了江启云身上 双脚离地 还在努力让自己往上爬 江启云缓缓转过头 看着贴着自己脸快要哭出来的白木川 缓缓打出两个问号 白木川哆哆嗦嗦嗦地问 是什么 是什么 熊吗 江启云额上青筋一根一根蹦出来 我真的想问你 你为什么要参加这个节目 白木川很想说 自己是被老板的小公子逼着来增加收视率的 可他现在太害怕了 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成功捕获了猎物的成林 被白木川那走掉的熬生惊着了 过了好一会儿 他才从树上滑下来 检查上套的兔子 绳子套非常结实 兔子徒劳地在地上蹬着后退 却始终无法站立起来 成林拎起兔子后腿 钻得紧紧地朝江启云他们走过来 因为天色很暗 他直到走近了才看出来 白木川挂在江启云身上 你们在干什么 成林看看江启云的黑脸 再看看白木川的惊恐脸 这俩人居然凑在了一起 成林成林 白木川的声音都变得尖锐了 你刚刚看到什么听到什么了吗 那么大一个声音 是不是熊 江启云一巴掌 把白木川从自己身上拍下去 他看清楚成林手上的东西了 咆哮 是兔子 成林抓了一只兔子 你弹跳力那么好 干脆去当运动员吧 你 江启云几乎忍无可忍了 白木川从地上爬起来 拍了拍屁股 我是想当来着 可惜没考上 不过没关系 我姐说了 运动员没什么好的 容易得一身职业并不说 还不好挣钱 还是娱乐圈好混 体面风光还好挣钱 就是要比一般人 脸皮厚点心宽点 别被黑子们骂得自闭就行 第24章 欲擒故纵 白木川这句话一出 成林和江启云 同时翻了白眼 这个傻屈 弹幕更是欢乐和嘲讽并尽 替白青春流泪 有这么个弟弟太难了 白木川上了娱乐公司的黑名单 耿直傻白甜的白木川 经纪人估计 这会儿快要心梗了 谁不知道 明星挣钱多呀 我也想当明星啊 可惜爹妈没给我个好皮囊啊 你们姐弟俩能进娱乐圈 不就是因为长得好看啊 这年头见盘侠黑子们的嘴 真的特别脏 多少明星都被骂得抑郁了 屏幕前看着丢尽脸面的弟弟 白青春按了按自己的手指关节 卡拉卡拉 这个缺心眼的弟弟 那一脸智障的表情 生怕别人不说他头脑简单 白青春从未感觉这么累 他甚至不想继续看直播了 只见自己傻缺弟弟 走到成林面前 看着成林手里 拎着毛茸茸肥敦敦的兔子 一脸傻白甜开口 哇 成林 兔子是不是掉到猎户的陷阱了 你是救了这只兔子吗 太有爱心了 白青春自闭了 成林啊 恩人 我错了 我让我弟弟照顾你 是个彻头彻尾的错误 回家我就打断他的腿 拎上门给你赔礼道歉 白木川完全不知道 自己这句话 简直是让成林不好做人 不放吧 没有爱心 放吧 虚伪 然而成林看了一眼白木川 微微皱起 没像看傻子似的开口 我就是那个猎户 我不是救兔子 而是 他一只手拎着兔子耳朵 另一只手捏在兔子后颈 只听咔嚓一声 兔子的头软软的塌了下去 哼都没哼一声 便没了气息 要吃它 成林说完 白木川 兔兔 无脸震惊 呐喊 名画完美重现于白木川身上 弹幕沸腾了 我他妈都要冲了 给我看这个 成林 我要是尾了 你要负责 冲你麻痹 猥琐杨伟男滚出去 这一手好军啊 兔子完全无痛苦死亡 手劲儿真是又巧又大 林格威武 成林忽然掰断了兔子脖子 这一手太出于意料了 以至于将启云大脑空白了至少五秒钟才反应过来 他刚刚一直忙着看成林的陷阱来着 陷阱位置在兔子必经之路 灌木丛中 兔子隐蔽极好的洞穴 陷阱的绳子 是用手边现有的东西临时拼凑起 却非常实用的 兔子腿上绳子套 是嘉宾统一的户外服帽子抽绳 绳子绑法非常难 可成林却绑得很完美 另一端绳子 居然是用来捆绑嘉宾时候的绳子 成林居然没有丢掉 而是在利用起来 然后 他听到了咔嚓的声音 兔子毫无痛苦地死了 江启云微微张着嘴 看着成林扭断兔子脖子 那两根鲜鲜玉脂 他看到了成林掌心破损的脖茧 常健身的人都知道 拉气泄举雅铃拉滑船机 都会磨损手掌 这种茧子一看就是经常运动 磨出来又被磨破的痕迹 说好的凶大无脑 一无是处 只会犯花痴的胡咔呢 除了凶大 其他都是骗人的 这个人 就是自己梦寐以求的最佳队友 不理会一边捂着头 继续扮演 呐喊名画的白木川 江启云抛出自己的橄榄枝 成林 请问你愿不愿意跟我组队 三个直播间 汹涌澎湃 白木川直播间 可怜我家白宝宝 真的吓到了 啊啊 木川哥哥 你求而不得的江启云 居然主动请求成林组队啊 成林一定不会答应的 成林是哥哥的铁杆粉丝 江启云直播间 江影帝 你是不是被成林吓降头了啊 不要啊 那是恶之花啊 被缠上 可是要倒霉的 成林啊 你是狐狸精转世吗 不要啊 我不想看到你跟成林组队啊 成林直播间 我林就是这么威武霸气 江启云这么低姿态求人 哈哈 听说他刚刚拒绝了白木川的组队 啊啊 江影帝主动邀请成林入队 我们即将看到第一队组合 成林肯定会跟白木川一队吧 成林拎着死兔子 干脆的说 不 弹幕整个停顿了一秒 然后飞快刷起问号来 成林为什么拒绝啊 那当然是因为 成林对我们木川哥哥 痴心不死啊 拜托 长着眼睛的人 都能看出来 江启云玩抱白木川好不好 江启云万万没想到 自己居然会被拒绝 下意识就问 为什么 成林拎着兔子 冷笑 不就是想吃我的兔子吗 对不起 我是独行侠 您二位自便不要打扰 我吃兔子 自己好容易能吃点肉 绝对不会分享给两个打秋风的明星的 江启云一愣 随后明白了 欲擒故纵 这一定是欲擒故纵 他 江启云 华国最有前景的男明星 无论他跟谁在一起 都会让对方的知名度上升一大截 更何况这么一个十八线的小狐咖 可能是女孩脸皮薄 我绝对不吃你的兔子 江启云抬手向发誓一样说 这样总可以了吧 成林第一次认真看了一眼江启云 然后从上到下 掂量了一番 皱着眉说 你有什么值得我组队的地方 说说看 弹幕 忽然面世 JPGE 风水轮流转 江启云刚刚挑剔完白木川看 又被成林挑剔 江影第一脸空白啊 我妈问我为啥笑得像枝鹅 江启云只空白了一瞬 接着反应过来 一本正经的开始推销自己 我有帐篷 打火机 还有一瓶矿泉水 而且 我是个经常户外徒步走的旅友 有很丰富的户外徒步经验 成林迟疑了 组队求生 对于他而言特别麻烦 毕竟他一个人可以无拘无束 轻轻松松刷完这个对他而言 很低级的野外副本 加个人 不过是让他分神而已 再者 他看了一眼江启云 这几天他闲来无视 恶补了华国明星知识 大概了解了一下 国内娱乐圈的勾勾坎坎 弯弯绕绕 什么一解一个撕逼 什么对家 什么艳牙通稿 什么CP通稿 自己参加节目 就是为了扭转大家心中的形象的 所以 他努力跟白木川划清界限 可白木川不知吃错什么样 老往自己脸上贴 现在又多了一个江启云 江启云的粉丝军团非常庞大 若是自己跟江启云组队 下场只有一个 就是被他疯狂的粉丝 在网上狙击自己致死 说不定 江启云开口主动要求组队那一瞬间 他已经被江启云的粉丝骂得体无完肤了 可是拒绝就不会被江启云粉丝骂了吗 而且 江启云说他有打火机 虽然自己有几个办法可以生火 但是又浪费时间浪费体力 他现在饿得要命 实在不愿意忍着肚子 饿去用原始的办法费力生火了 成林脸上露出犹豫的表情 你有打火机 江启云一看 立刻知道自己有戏赶紧追加了一句 放心吧 我不吃你的兔子 你也不用现在回答我 我会借给你打火机 时间还长 等之后 你看看我的户外经验 再考虑阻我也不迟 第25章 我怕把你的设例子考出来 这句话说得很漂亮 给了两个人台阶 而且 江启云最初说的是 加入他的队伍 现在说的是 阻我 作为影帝歌王这种级别的人 江启云真的已经把自己的姿态 放到了最低 再说 带一个人也不算难 充其量就是麻烦点 成林扫过江启云的全身 这个男人虽然瘦 但是能看出来 他身上有不少精健的肌肉 一看就是长期锻炼的人 就当个端茶倒水递东西的工具 也是个赏心悦目的工具 于是他点头 他不愿意占别人便宜 结果江启云从包里拿出来打火机 我会好好考虑你的组队请求的 但是 我事先说明 不想跟他一对 成林指了指舞着脸 无声呐喊的白木川 江启云立刻解释 我跟白木川不是一对的 就是碰上了一起走 自己的名字被提到了 终于把白木川 从惊悚那一幕 几乎让他心脏停掉的状态唤醒了 他醒过来就开始叫 啊啊 你居然杀了一只兔子 可爱的兔子 成林没忍住 翻了个白眼 没理他 哪个脑瘫 让他上求生节目现眼的 江启云也忽略了白木川的吼叫 问成林 需要我现在做点什么 成林迟疑了一会儿 看了看江启云 最后还是说 帮我找点松树枝吧 要干松一点的 手指头粗细的 你掰开看看 蝎儿最好是干燥的那种 江启云点头 好 说完干脆利落动身去找树枝 白木川则进入圣母模式 天哪 成林 我万万没想到 你居然如此心狠熟辣 杀了一只兔子 兔兔多可爱啊 他的家人 说不定在窝里等着他回家呢 成林扭过头 冲他说 我现在要给可爱的兔兔包皮了 你想看吗 哦 白木川不小心看了一眼 兔子此刻的样子 差点吐了 赶紧扭头逃离 可他也不敢走得太远 因为他怕 但木精卫分明两大派 一派支持白木川 觉得成林太过残忍 但另一派人数更多 绝境求生啊 这是求生节目啊 贝爷在他的求生节目 什么东西没吃过 甚至好多东西 都是生吃的 吃个兔子怎么了 没想到白木川这么装啊 虽然节目组打码了 但你们看成林包兔子皮的手法真熟练啊 这么一会儿功夫 兔子皮就包下来了 成林拎着兔子去了小溪 把兔子里外清洗干净 手也清洗干净 这才回来 这边森林多的是松树 不一会儿功夫江启云 已经捡好了一大堆干树枝 江启云看着成林 拎着洗得干净的兔子 表情自然地问 这些够了吗 不够我再捡一点 够了 成林点头 行 那我也去找点吃的 江启云看他湿漉漉的手 问附近是不是有河 那边成林指了指自己的后背方向 有条小溪 里面没鱼 谢了 江启云把打火机从口袋掏出来 递过去 打火机给你 成林接过打火机 看江启云转身走了 他咬了咬嘴唇出声 哎 江启云立刻转过身 一双深邃的双眸充满期待 怎么 小溪边的石头特别滑 小心摔倒 江启云眼睛闪过一丝不明显的失望 他很快调整好 点头 朝着小溪走去 成林没理会 不敢直视他和手中兔子的白木穿 将兔子放在干净的大石头上 然后弯腰 以石板为中心直径两米开始除草 很快 他除了一个环形的草圈 又动手把石板附近的草都拔掉 这种环形除草的方式 是为了避免户外生火 引发森林火灾 若是他们生的火 不小心蔓延了 烧到环形空地 就会形成闭环二氧化碳下垂 自然灭火 做好准备 成林拉过自己的书包 把里面的调料都拿出来 把兔子穿到了一根细长的棍子上 找了两根外形状的树枝 插到土里 用石头固定住 再将烤兔子棍子架上去 接着 他弯腰在江启云捡来的树枝里挑剪 江启云说他有户外经验 从他捡来的树枝就能判断出 他说的是实话 没有过户外旅游的人 很难想到 捡树枝 也是一门学问 江启云挑选的树枝 全都是很干燥 挂着松枝的 成林能从一些被掰断的树枝推测出 江启云对于那些不确定的是否具备生火条件树枝 他还会掰断看树心是否是干燥的 成林在心里给江启云加了一分 成林挑了几根干燥枯黄的松枝 凑到打火机的火苗点燃 接着拢到纤细挂着丰富松枝的树枝上 细树枝被点燃 融融的火光亮起来 他一点点往树枝上增加干树枝 不一会儿 一个火堆就生了起来 人类驯服火焰后 便对火焰有了特殊的情感 在这种昏暗的森林 无疑令人精神一振 骂累了的白木川挪到了离火堆 比较近的地方坐下 背对着成林他们 尽量避免自己看到口吐 江启云运气不错 找到了一棵野苹果树 摘了几个野苹果 在小溪边洗干净回来了 他给成林两个 给了白木川两个 自己也留了几个 这一棵是宁静的 虽然有火花噼啪炸开的声音 还有白木川时不时发出的谴责 但还是宁静的 成林喜欢这种感觉 他转动着手里的棍子 时不时撒点调味料 调味料落在火堆里 亮起蓝色或 绿色或白色的火苗 江启云也沉没着 兔子肥瘦的油脂 偶尔滴下来 在火堆里见起火花 这种时候 他才会静下心来 思考一些 平时极力避免思考的问题 比如 他的母亲究竟是什么人 为什么一家人都闭口不谈 为什么父亲这么抵触 自己进娱乐圈 是跟犹如禁忌般素未谋面的母亲有关吗 因为父亲想要自己从政 他哥哥完全可以继承父亲的衣钵了呀 还有 穆英迪能不能放弃自己 不要想着跟自己结亲了 明明同样从政的大哥 才是穆家联姻的最佳对象 为什么偏偏认准了自己 自己躲到外国 穆家松口不强迫定亲 他才回来的 还会有下次吗 下次自己还能躲开吗 直到一阵剧烈的咕噜噜的复鸣声 打散了他的瑕丝 成林和白木川都望着自己 江启云一愣 刚刚那个巨大的肚子叫 居然是自己发出来的 江启云有些尴尬的 按了按自己的肚子 成林首先移开了视线 火堆上的烤兔子工程 接近尾声了 强烈的肉香 裹挟着丰富调味料 势不可挡横扫在场所有人的嗅觉 包括躲在阴影里的工作人员 成林捏住兔子腹部 看了看火后 可以了 他开始往兔子表面撒辣椒粉和白芝麻 金灿灿的烤肉 点缀着星星辣椒粉 小颗粒白芝麻 让人忍不住疯狂分泌唾液 白木川用力咽了一口口水 念咒语一遍再次重复 兔兔那么可爱 你怎么忍心吃呢 成林皱起眉 终于忍不住了 他将自己的视线 从烤得金黄的兔子身上移开 对白木川说 你离火堆远一点 白木川不服气 为什么 嫌我碍事 我蹭了火都不行吗 成林叹口气 欲重心肠的说 不是碍事啊 是怕你离火堆太近 把你身上的舍粒子烤出来 第26章 求求你施舍一条兔腿吧 弹幕飘过一片欢乐的 哈哈哈哈 神他妈的舍粒子 救命 成林的嘴这么毒吗 谁说成林喜欢白木川的 一脸的嫌弃啊 我忍不住点了几份烤兔头 冷吃兔 看上去好像的样子 另外 江颖弟的眼珠子 都快掉烤兔子身上了 我数过了 江颖弟咽了八次口水 前面的站住 别造谣 谁说江颖弟咽了 八次口水的 明明是十一次好不好 成林 江颈云 你能不能离我的烤兔子远点 我怕你的口水 滴到我的烤兔子上面 我是进来非成林的 没想到成林这么幽默 非转粉了 不懂就问 标题不是挂着 绝境求生吗 点进来 以为自己进了美食频道 不懂就问 标题不是挂着 绝境求生吗 点进来来 以为自己进了脱口秀频道 成林把烤兔子 从火堆上拿下来 看了一眼江颈云 江颈云也在看着成林 手上的兔子 发现成林望向自己 立刻将自己的视线 移向了一边 成林叹窃 哎 真是麻烦 若是江启云开口的话 自己就分给他一条兔腿吧 烤兔表面的油脂很烫 成林小口小口吹着 撕下一块兔肉 兔皮酥脆 兔肉多汁肥美 放到嘴里 脆的脆 软的软 真是从舌头尖 到后脚跟都预贴了 香得成林 不自觉发出溃叹声 江启云挪动了一下脚 又挪动了一下后背 发出声音 以掩盖他肚子咕咕的叫声 白木川也有些受不了了 自己书包里 有压缩饼干 之前还偷着乐 觉得自己 有压缩饼干在 就不怕饿肚子了 不知怎么的 只要到了野外 就格外想吃东西 小孩郊游 学生时代 学生的春游 爬山游公园 就特别特别想吃东西 那么这个 在户外就想吃东西的基因 在森林 就成千上万被放大了 现在看着成林 吃着肥美的烤兔 白木川忽然觉得 自己手里的压缩饼干 简直是个笑话 白木川撕开包装纸 拿出两片干瘪的 没有一丝水分 像硬纸的压缩饼干 递给江启云 江哥 吃两片吧 江启云看了看压缩饼干 又看了看金黄的烤兔 被这强烈的对比 戳中了心脏 他接过饼干 咽了咽口水 谢谢 两个鸡肠鹿鹿的难兄难弟 肩并肩吃起压缩饼干来 不仅胃同嚼辣 而且还狠咽的慌 成林 林姐 麻烦您看看江启云那 湿乎乎的水汪汪的 充满渴求的大眼睛 能不能施舍 给我们江吟第一条兔腿啊 万万没想到 那个娇滴滴的矫情的成林 杀起兔子来 毫不手软 烤起兔子来 特别香 我隔着屏幕 都能听到江哥 和白蒂的咽口水声 不是说女星 为了保持身材 吃的都很少吗 我看成林吃饭这个架势 像是能吃掉两头牛啊 而且成林吃得很快 但他吃相很好 而且吃得超干净啊 成林怎么可能看不见 江启云那灼灼的视线 最后 他叹口气 将兔子的前腿和后腿 各撕了一条下来 成林拎着前腿后腿走过来 一直斜眼偷看的江启云 立刻将视线摆正 兔子后腿 给你吧 成林将又大又肥的兔子后腿 递到江启云面前 江启云实在没掩饰住 大大吞了一口口水 被满嘴的碎饼干噎得不轻 他一开视线 抢逼着自己 不许看那只低油的肥腿子 十分硬气开口 刚刚说了 我不是来抢你兔子吃的 但他的眼神又出卖了他 充满了渴求的内心 江启云地此刻 显然过年时候 拒绝长辈红包的我一毛一样啊 想要 但是又不能直接要 怕丢脸 拒绝吧 又怕对方真的收回去 拒绝得很勉强 江启云地 你的眼神出卖了你的真实想法 说不要的时候 能不能不要咽口水 成林看着江启云在火光下的脸 嘴角不自觉上扬 这男人还挺可爱的 他把兔子腿往前伸了伸 拿着吧 这不是你抢 是我强行塞给你的 劳务费 谢谢你提供的打火机 还有找来的树枝 要不我生火也挺费劲的 江启云星星大眼睛 真的可以吗 成林不再废话 直接把腿塞到江启云手里 香喷喷的 热乎乎的 沉甸甸的大兔腿子 江启云眼珠子 都快粘到兔子腿上了 成林扬了羊手里 剩下的兔子前腿 问白木川 这个给你 你吃吗 白木川咬着牙床 挤出两个字 不吃 长老 你是吃素的吗 成林也不勉强 他不知真心想给 只是出于人道主义 才不得不忍痛割爱 白木川不想理他 但想起这个人 对自己姐姐的救命之恩 虽然他刚刚杀了一只 可爱的兔兔 还是解释了一句 倒也不是 就是兔子 有点那个 我姐姐属兔 从小他就喜欢兔子 所以 感觉不太想吃 成林耸了耸肩 看到一边江启云 仍旧盯着兔腿 垂涎欲滴 却没有扑上去撕咬 大哥 你有偶像包袱吗 成林拍了拍江启云的肩膀 直言不会 你是怕直播啃兔腿掉粉吗 江启云只是觉得 白木川不肯吃兔腿 自己却在一边大吃特吃 有点那个 此刻听成林这么一说 忍不住笑了 看似成林在嘲笑他 其实应该是 看破自己内心的纠结 给自己递了的台阶 他说 参加这种节目 就是奔着甩掉包袱去的 至于掉粉 我的粉丝若是看我吃了烤兔腿 就不粉我 那我只能说 他们喜欢的 不是真实的江启云 说完 他毫不顾形象 甚至说 有些野蛮的 抓着兔腿咬了一大口 哦 香 太香了 哪怕自己吃过无数的顶级餐厅 但江启云敢说 此刻眼前这条烤兔腿 绝对排得上他人生中 最好吃的三大美食之一 而且江启云咽下嘴里的兔肉 问已经坐回到原本位置的成林 这兔子怎么味道这么好 是因为兔子肉制好的原因吗 成林摇头 一方面吧 主要原因是 成大亨排的调味料好 你要不要蘸料 我这里还有蒜蓉香油什么的 你需要的话 我就给你掉个佐料 估计站着吃 应该也不错 江启云眼睛都亮了 成林看了一眼 艰难咽下嘴里饼干碎末的白木川 他手上捏着一个空的装饼干的塑料盒子 这个你还要吗 白木川摇头递过来 成林接过盒子 往里面倒了蒜泥 料酒 五香粉 香油 白醋 放到一边 又从地上揪出一颗植物 凑到鼻尖下 看了看闻了闻 确认是沙地野葱 撕开葱的外皮 露出白中带着粉子的葱白 用手掐成小段 撒进去 又用另一根葱白 当作搅拌棒 将调味蘸料搅拌均匀 饼干盒子里 还有些饼干碎末 但成林还是撒了一点白芝麻进去 提香 给 成林递过去 将启云接过 撕了条兔肉 蘸着料放进嘴里 他的眼睛一下子瞪大了 太太太好吃了 这个蘸料 蘸白馒头 我都能吃十个 将启云唾沫横飞 能透露你的配比吗 没什么不能透露的 这个蒜泥大约两勺 五香粉半勺 香油一勺 成林每次蹦出一个调味品的名字 就伴随着网络商城 成大亨 对应调味品受庆的提示 成是调味品分公司的经理 下的半夜给成博胜打电话 小成总 咱们网络商城 疑似遭遇攻击 已经瘫痪了 而且 不少调味品后台下单 数量超过几十万 统统卖光了 第27章 我只要江启云 接到经理的电话 成博胜心理一尘 这几天被网络攻击的事 搞得都有些心理阴影了 一听说网上商城崩溃了 第一反应就是 新一波的网络攻击又开始了 他对电话说 等会儿 我现在就去查 说完 挂了电话 拎起衣服 就要去讥认 成副忽然伸出耳康手 我怎么觉得 这个事儿 听着不像网络攻击 肯定是网络攻击呀 成博胜说 别的明星的周边会被疯抢 那是可以理解的 可咱们这是调味品啊 怎么可能被疯抢 除了网络攻击 他想不出任何其他的可能性 我也觉得 成小妹指了指电视 会不会是小林的粉丝买的 成博胜冷笑 小妹 请你清醒一点 就算成林他现在考了的兔子 也不证明他有粉丝 更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购买能力 这时 他余光看到老妈手机屏幕 有一个非常眼熟的界面 这特么不是自己设计的 城市料理分公司的网络购买 App界面吗 老妈正在付款 随便扫了一眼订单详情 就到自家各式调味料 每种都买了几十瓶 成博胜 不等他质疑老妈这一举动 就听老妈手机响了起来 对方声音不小 哎 我说 小巡啊 这就是你不厚道了呀 怎么你家零零烹饪技术这么高超 你还藏着掖着啊 清姐 我家零零大的性子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成母虚与尾仪的笑着 我肯定不能忘了清姐啊 这不 等我家零零回来 我让他帮你调一罐调味料 我亲自送你家行不 你家调味料这么好吃 江启云那小子 我可知道 不是那么贪恋口腹之欲的 都赞不绝口 嗨 我家调味料是百年传承下来的 比寻常市面上的自然是好的 而且我家那口子不愿意在吃的东西上做文章 调味品选的原材料都是上好的 同所无期 那我给我家那几个连锁饭店打声招呼 以后都从你家订货 成母声音露出为难 这个恐怕我家现在这些调味品都卖空了 小巡 清洁可不是那么小气的人 以后从你家订货 运货这部分运费 我来掏 成百圣目瞪口呆 成父在一边笑得予有容焉 你以为咱们家生意怎么做大的 你妈可是世界级的销售 现在集团那些所谓的销售总监 连你妈的小手指都比不上 这也就是你妈收手不干了 咱家零零再节目一句话 就能让调味品卖断货 可见是遗传了你妈销售奇才的基因 一家欢喜一家愁 成家这边欢天喜地 看着成林在节目上大展身手 网络上的风评也越来越好看 可有人就不高兴了 近百寸的电视屏幕上 江启云对着成林竖起拇指 不停夸奖烤兔腿的美味 穆英迪盯着屏幕表情冷漠 十年了 至少十年了 他就没见过江启云 这样开朗的效果 也没见江启云 这么真诚地夸过任何一个女孩 镜头转向了另一侧 成林面容沉静 丝毫没有因为夸奖 而露出一丝一毫的 骄傲得意的神情 哪怕夸奖她的是 华国数十亿女孩的梦中情郎 啪 成林的脸变了形 但很快就恢复了 天堂有路你不去 地狱无门你自来 穆英迪站起来 拿起手机 手指微微颤抖在屏幕上 划拉着通讯路 成林 本来想 留你多喘几天气 是你自己不开眼 招惹谁不好 非要招惹江启云 就在穆英迪找到了 他想要找的人 直接要触碰到拨打电话时 身后传来一道威严的声音 你要打给谁 是穆英迪的父亲 穆永明 穆永明经营官场多年 不微自怒的气场侵入骨子 此刻他背着手 迈着官布走进客厅 穆英迪的拨打电话的手指 就按不下去了 甚至下意识锁评 看女儿脸上慌万一闪而过 穆永明叹口气 他不需要答案 女儿想做什么 他一清二楚 穆永明自在坐到了客厅沙发上 高级手工整张牛皮 欠下去一块 但他坐姿 却跟坐硬板凳一样 肩背挺直 他看着电视屏幕里 将起晕得俊脸 电视是高级电视 防摔防碰 穆英迪那么用力砸了一下 此刻一点划痕都没留下来 电视屏幕里 将起云在黑暗火光映衬下的脸 凸显出棱角分明的英俊 起云前几天回来了 穆永明问 你跟他见过妙了吗 前几天去他工作室送了点茶 他在忙着上节目的事 我就没进去打扰他 穆永明看了看 抿着纯战的笔直的女儿 过了一会儿 他开口问 一定要起云吗 起兰不行吗 起兰虽然现在 看着不苟言笑 但我记得 小的时候 对你挺不错的 好好考虑一下 起兰对你未来的发展 有很大的助力 江起兰 江起云的哥哥 是个令人难以亲近的角色 他对自己好 不过是因为自己 跟起云哥哥玩得好 他顺便照顾一下罢了 跟那种人在一起 生活一定充满了乏味 而江起云不同 温柔 善良 帅气 从来不会因为自己身份特殊 而对自己卑躬屈膝 穆英迪一字一顿说 对 只能是江起云 所以 你要对这个小明星下手了吗 你打算怎么办 穆永明指着屏幕上成林的脸 穆英迪一愣着 穆永明叹口气 你以为你搞的小动作人 不知鬼不觉吗 连我都一清二楚 几年前 同剧组的女演员 稍微跟江起云开两句玩笑 你就找人修理女演员 还有前年 那个选秀出身的女歌星 江起云不过是跟他同台合唱了一首歌 你就派人 在网上黑那个女歌星 捏造黑料 这些事 他做得很隐蔽啊 父亲又是怎么知道的 江起云不肯跟你定亲 甚至不惜官宣不限期退役 跑到国外 直到我松口跟他经纪人说 定亲的是在意 他才回来的 穆永明盯着女儿的脸 毫不留情地说 为什么大家都说 他工作的时候不苟言笑 从来不跟同剧组女明星 多说一个字 他是怕牵连其他女明星 所以 你以为他是一无所知吗 穆英迪脸色变得很可怕 穆永明觉得 自己这些年 忽略了对女儿的教育 平时女儿都是有求必应 而江起云 是他第一个求而不得的人 而自己也是真心喜欢江起云 那个孩子的 穆永明站起来 拍了拍女儿的肩膀 强扭得瓜不甜 你好自为之吧 说完 他拉开客厅的门 脚刚要迈出去 忽然停下来 回头 前几天 那个女明星 穆永明用下巴指了指电视 成林正在收拾火堆 他在海市溺水了 当时也在海市吧 穆英迪心里一领 赶紧板着脸 我在 但我不知道他溺水的事 穆永明眼神闪了闪 希望你不要做出出格的事 你知道的 我现在不能经受一丁点风浪 收连点 长点心 别坑你爹 看着关上的客厅门 穆英迪吐口气 自己沾了不该沾的毒品 这件事 是万万不能让老爸知道的 他此刻真不能对成林下手 连父亲都能知道自己的小动作 万一自己对成林做了什么 反而惹了一身骚 穆英迪咬了咬嘴唇 看着屏幕里成林 成林收拾完火堆 拒绝了江起云的帐篷 自己找了个遮风挡雨的大树 靠下面坐下了 启云哥哥是个小太阳 认真又负责 他参加节目 夸奖几句同节目组的嘉宾 也是常规操作 人之常情 自己不用多心 节目也就三天三夜 启云哥哥参加这个节目 也是为了朋友负一兵 第一期他参加了 知名度上去了 也就不会再参加第二季了 穆英迪宽慰自己 只要江起云不动心 一切都好说 不过穆英迪忍不了这口气 可父亲警告了自己 成林最近风头正经 的确不应该擅自动他 但是成林 动不了你 但我可以动你的家人 网友们不知道 你是成家的长女 以为我也不知道吗 你大张旗鼓 在直播节目里 推销自己的产品 那就从你家产品下手吧 穆英迪冷酷的 再次掏出手机 第二十八章 听我说 谢谢你 成林把吃剩的骨头残渣包好 用白木川的便携工兵 铲挖了个挺深的坑 把食物残渣放进去 认真盖好 江起云在一边帮忙 他一边盖土一边问 为什么要埋起来 因为怕晚上会有野 受闻着香味过来 成林见江起云埋土埋的认真 索性站起来 我去洗洗手 好 小心脚下 成林去了西边 就着溪水洗了脸 竖了口 站起来伸了个懒腰 夏末的森林 是避暑的天然场所 温度刚好合适 微风轻轻吹拂过 被水浸润过的脸 特别惬意 偷了会儿闲 成林就回去了 江起云和白木川两人 正在有一搭没一搭 聊着闲天 见成林回来了 他们俩则一块去西边清洗 成林感觉有点困了 忍不住打了个哈欠 准备准备睡觉吧 他把自己的背包拖过来 把装着干果的袋子掏出来 在火堆边缘 用树枝挖了一个坑 将干果尽数倒入 再用石头盖上 再在石头上放了几根 比较粗的树枝 这样烘烤出来的干果 会保留干果的香甜 又不会被烤干 接着 他开始动手搭建 自己的野生小棚子 先要找几根粗一点 长一点的棍子 江启云和白木川回来的时候 看到成林正趴在一棵大树边往 地上铺着干树枝 成林 你在干嘛呢 白木川好奇地问 成林站起来 从旁边拖过两根手腕粗半人高的树枝 一边拖一边说 搭个小棚子 小棚子 江启云一愣 接着意识到他的意图 哎 我有帐篷 可以给你住 帐篷是你的 你不必让给我 再说 相对于帐篷 我更喜欢这种棚子 成林倒不是矫情 他动手能力强 搭个野生帐篷分分钟的事 而且睡帐篷反而安全系数低 不容易察觉危险 江启云张了张嘴 想不出什么合理的理由 劝说成林 接受自己的帐篷 再说了 自己还求着加入成林的队友 自己这个时候 强行推销自己的帐篷 有种卖人情的嫌疑 于是 他索性挽起袖子 帮成林一起搭 需要我做些什么 啊 成林一愣 他知道江启云是好意 可别人真的帮不上忙 这时 火堆响起霹雳啪啦声 你帮忙 给火堆填点树枝吧 火大一点 方便烤熟干果 白木川抱着胳膊 开热闹 别说成林搭建帐篷 还真是令人赏心悦目 先不说他本身长得多好看 就是他这动手能力超强 把一堆机灵狗碎的东西 拼接在一起的过程 就给人一种创造的快感 只见他把手腕簇的树枝 搭在旁边一根半高的树上 之前用力绑手绑兔子的绳子 再次派上了用场 绳子一端 将树枝和小树顶部绑在一起 形成了一个简易的三角形支架 接着 他从旁边拖来藤蔓 搭在三角木架上 缠了一圈又一圈 江启云早就添好了柴 也站在一边看 就这短短几分钟 一个像缩小金字塔形状的野藤小屋 拔地而起 江启云眼睛亮了 人类喜欢小帐篷的基因 瞬间就复苏了 眼前这个简易却不简单的绿色小帐 看着就想让人钻进去 江启云觉得很神奇 成林根本不像一个普通的小明星 反倒像一个常年居住在荒山野岭的老猎人 熟然而淡然 自己算是户外旅行中的熟手了 但他的户外 都是建立在高科技便捷的产品之上的 而成林这种 利用大自然的资源生存的 绝对是户外旅行中的王者 感觉你很适合这个节目 江启云看着成林两只手 灵活地将最后几根藤蔓 缠绕在木头支架上 一个简易的小藤蔓屋子已经成形 忍不住追问 以前经常去野外玩吗 成林将早就准备好的说辞拿出来 也不算经常吧 小时候跟老爷上山玩过 而且这次上节目前 我的家人和我的经纪人 给我做足了功课 林震学了不少技能 林震摸枪不快野光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 可你现在的手法 完全不像是一个临时学的 那应该就是小时候吧 江启云忽然对眼前这个女孩 涌现出一丝好奇 不过好奇很快就压了下去 有木英迪在 他丝毫不想对任何女人好奇 而同样 屏幕前成林的老爷皱起眉 我什么时候带你上山玩过了 最多也就是下海摸摸贝壳 一直默不作声的白木川 忽然开口说 成林 你这小屋睡着 肯定会很割吧 我这里有个睡袋 你拿去用吧 成林颇感意外 白木川一直避自己如蛇蝎 居然也会发扬绅士精神 冲他这句话 成林也不愿让他太可怜 小屋打好了 他站起来 拍了拍手 带着一点淡淡的笑意 对白木川说 暂时不用 需要的时候跟你说吧 住帐篷都不易察觉危险 睡袋在成林眼中 无异于作茧自负 即便现在没有危险 本能还是让他选择放弃了睡袋 他拎起一个木棍 朝火堆走去 冲白木川扬了扬下巴 白木川 你饿不饿 想不想吃干果 干果 白木川和江启云 异口同声 成林没有回答 而是用木棍 将火堆侧面埋着干果的树枝 扒拉到一边 用棍子撬开几颗滚烫的石头 露出下面烤熟的干果 一股干果的香味 肆意飘开 白木川一拍手 我就说 从刚刚就闻到香味 我还以为是松树枝烧后发出的味道 原来是干果 哎 成林 你从哪里弄来的干果 是物资包吗 成林用棍子 将土坑里的干果 尽数滑拉出来 在火堆灰烬中 分出烤的裂了口的栗子 像果 松塔都不住的松子 分成了两堆 不是 成林懒得解释 省得白木川一个圣母心大爆发 又不吃了 干果是我捡的 这对给你 你就说你要不要吧 白木川迟疑的看了一眼成林 能吃吗 森林可没有那么好的保鲜条件 说不定都是些坏掉的 烂掉的 被虫子咬过的干果 成林语气轻快 当然能吃了 是专业挑选干果大师挑选出来的 便宜你了 弹幕 被洗劫一空的松鼠 听我说谢谢你 因为有你 我成了大师 第29章 批评我可以 不可以批评我的偶像 OK 果然成林还是喜欢白木川 给他干果就是证明 我觉得成林之前不想给啊 明明是白木川说了 要让给他睡袋 成林才说 要给他坚果的 我觉得也是 成林是那种 你敬我一尺 我敬你一丈的人 而且 喜欢不喜欢一个人 从眼神就可以看出来 到目前为止 成林有给白木川一个多余的眼神吗 并没有 说不定 就是配合公司的炒作 反正俩人都是一个公司的 炒作出来的热度 也不会便宜外人 成林给了他一半的烤箱的干果 其余的他 享受起来 已被不食之虚 他用木棍拨弄着自己那堆干果 栗子因为肉太多 轻轻一碰 就会爆裂开 挺容易烫伤了 他抬头 对白木川说 你吃的时候小心烫 这会儿刚烤好的干果 容易炸开 白木川充满疑虑和警惕地 扫了一眼成林 又看了看干果 咽了咽口水 没说话 成林看着白木川那谨慎的表情 简直有些无语 自己又不是洪水猛兽 有必要这么防备吗 放心 没下毒 也没有什么特殊含义 你不用担心 我会拿这个要胁你什么 想了想 成林继续随口胡扯 你姐把你照顾得这么好 怪不容易的 他跟我说 要我在节目里 关照关照你 娱乐圈又乱水又深 白青岑一个美女明星 除了要保护自己 努力奋斗外 还要关照这么一个 脑瘫弟弟 着实不容易 成林真心实意地想 而屏幕的另一端 两层热泪 划过白青岑的脸庞 十几年了 十几年了 自己因为脑瘫弟弟 受了多少苦 自己从来不去想 就算有人心疼他 他也从不往心里去 反而节目里成林随便一句话 就让白青岑眼眶发酸 甚至想依偎在成林怀里 听他多心疼自己几句 自己这是怎么了 白青岑擦了擦泪 不能哭中眼睛 否则明天大K非要骂死 自己不可 他舍不得将自己的视线 从成林脸上移开 成林那张脸 自己以前怎么看 怎么讨厌 现在却怎么看 怎么赏心悦目 难道只是因为 他救了自己 好像不完全是 不管那么多了 白青岑抓起手机 翻找通讯录 他一定想办法 帮成林在娱乐圈混后 而远在千里外的白木川 放下了戒备 那我就不客气了 冲姐姐的面子 那自己吃起来 就心安理得了 他也是饿得很了 顾不上热气 从灰堆里捡起一颗栗子 没防备备烫了一下 随后两个手捣腾着 嘴里唏嘘吹着冷气 等没那么烫了 把栗子表面粘着的黑灰 在裤子随便蹭了几下 接着用牙咬开了栗子 蹭了一脸的灰 只见白木川眼睛 金黄痰润 栗子特有的香味 瞬间充满口腔鼻腔 喷香软末 白木川就连连呼喊 哇呀 这栗子也太好吃了吧 江哥 你不尝一颗吗 江启云抬眼看了看 成林正在往一个布袋里装 另一堆干果 显然没有给自己的意思 虽然想要 但江启云不能要 于是 他咽了咽口水 拒绝道 不了 兔腿我吃饱了 一只兔腿 怎么可能吃饱 成林心里明白 但他没出声 默默低头收拾干果 他不想跟这俩男明星 牵扯太多 出于人道主义 给白木川干果 也是扯着白青层的大旗 以后就算黑粉编排他什么 自己公司也可以出来声明 成林只是看在白青层面子上 多加照顾白木川 江启云听着白木川 呼吱呼吱吹着干果 吃得连连赞叹 看着成林小心细致 将干果收好 放回他的双肩包 等成林再次坐下 开口问 你这些干果 难道也有什么特殊的烘烤办法吗 没有什么特殊的烤法 主要是干果质量好 随便弄熟就好吃 白木川吃干果的动作一顿 这个地方 干果这么棒的吗 等节目结束了 我一定要买一百斤 带回去给我姐吃 可怜的白木川 并不知道 下了节目后 等待他的是老姐的一顿保全 成林重新给火堆填树枝 江启云便在旁边帮忙 有几根树枝放到火堆后 冒起了青色呛然的烟 成林把冒着青色烟的木柴剪出来 用沙土盖熄灭 换上别的树枝 江启云忍不住开口询问 诶 程老师他选了一个比较客套的称呼 你知道为什么有的树枝会冒青烟吗 我捡的都是干爽的木柴啊 成林对于程老师这个称谓 一点也不反感 甚至让他回忆起 自己当教官 带着学院进行特训的日子 那是因为这些木柴看上去干爽 其实潮气很大 这些木柴 应该是贴近地面的 因为土地表面是有湿气的 轻入木柴 肉眼不太好 看出潮湿来 成林一边捡起一个木柴 凑到火光中认真看了看 递给江启云 你看 这个木柴 应该就是这一侧贴近地面 你可以用手指轻轻按在一侧 能够感受到湿润 一种诡异的熟悉感涌上来 江启云冲口出 尹哥 成林咔嚓一声 掰断了手中的木柴 他缓缓抬起头 一股肃杀的冷意 不知从哪里传来 江启云甚至没忍住 打了个冷战 嗯 成林盯着他的眼睛 发出了一个单音简 江启云搓了搓胳膊上的鸡皮疙瘩 将衣服裹紧 继续说道 你看过这个作者的书吗 肃杀之意 消失得无影无踪 成林低下头 捡起一根木棍 继续拨弄火堆 略有了解 说实话 刚刚头皮发麻了一下 他还以为作家身份的马甲掉了呢 一瞬间 他甚至想到了 要如何灭口 江启云并不知道 眼前火堆前的女孩 一瞬间的杀意 而是兴奋的不得了 我可喜欢尹哥了 这辈子 如果能让我参演一次影歌作品里的人物 我死也无憾了 江启云一脸憧憬 我最喜欢他的第一部作品 喜欢徒步 也是因为这部作品 就刚刚你给我讲解 如何挑选木柴 让我一下子想起里面的女主角了 说起偶像 江启云喋喋不休 我猜想 他现实生活中 一定是一个肌肉发达 头脑睿智的人 成林面无表情 内心 让人怪不好意思 JPGE 我觉得他写的书特别棒 身临其境 尤其是在亚马逊探险那段 一波三折 看完我就去了趟亚马逊 发现跟作者写的一模一样 江启云缓了一口气 看成林跟之前一样 没有一点反应 这才后知后觉地问 你觉得他的书怎么样 成林抿了抿唇 他能说什么 夸奖吧 感觉怪不要脸的 批评吧 毕竟也是自己付出了很多心血的作品 于是 他只能含糊地说 还不错吧 人物刻画不够深刻 故事情节还算吸引人 江启云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弹幕 哈哈 就像我吉利给朋友安利爱豆 结果对方冷静分析 爱豆哪里有不足一样一样的呀 江启云 肉眼可见得不开心了 江启云 OS 批评我可以 不可以批评我的偶像 OK 第三十章 他 H精英别动队的队长 居然被人照顾了 成林不是大字不认一箩筐 台词都不愿背 只肯现场说 一二三靠后期配音吗 居然也会看影哥的说 所以说 这么多年 我们都是错怪了成林 江启云作证了 表情异常严肃认真 他的比例深邃 刻画人物入目三分啊 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系的教授 还特别写了个专栏 表扬他的书文比好呢 还有亚马逊平台 下面很多著名的书评人 都留下了五星好评 每次看书 我的心情都会随着人物起起伏伏 可惜我是不知道 影哥现实生活中什么人 否则我一定重金 买他的签名 不用这么夸张卖力的表扬我吧 成林有些不好意思了读 冲这种书迷在 他也要加把劲好好写书 正在心里给自己鼓励呢 却发现江启云还目光灼灼看着自己 一副你不接受我的偶像 我跟你没完没了的安利的表情 他只好点头 是的确是很不错的 江启云这才放过成林 而且他还很勤奋 虽然以前是一只经常放读者鸽子的咕咕精吧 我相信他一定是有什么困难 才没办法更新的 不管怎么说 我会一直支持他的 若是能见他一面 我想我能兴奋的好几天睡不着 成林看了他一眼 你已经见过了 他不想继续讨论这个话题 于是口风一转 说起来 今天晚上咱们怎么安排首夜顺序 一边松鼠一样啃干果 啃得不亦乐乎满脸黑乎乎的白木川 动作一顿浑身僵硬起来 来了 来了 成林的狼子野心终于暴露出来了 月黑风高 孤男男和寡女在身手雾不见五指 在叫天天不英 叫弟弟不灵的荒娇野外 且成林还是一个力气很大 身手很好 并花痴的女人 白木川默默捂紧了自己的衣服领子 缓缓放下手中的果壳 哆嗦开口 还需要首夜吗 你不会天真的以为 咱们三个今天晚上都可以睡觉吧 你不怕野兽来把咱们叼走吗 肯定要轮流首夜的 成林没理会 内心已经上演限制级成人电影的白木川 节目组其他几个人 今晚肯定都会熬夜的 其他几个人 江启云这才想起 自己此刻正在录制节目 他居然刚刚把录节目的事情 忘得一干二净 就像是跟其他旅友在户外旅游一样惬意 而这种感觉 是对面成林带给自己的 成林一点在镜头前的僵硬或表现都没有 就像自自然然的郊游一样 江启云点点头 提到节目组 他不由得开始质疑 咱们这三天就在这里耗着吗 节目组也没有给个什么目标什么的 成林蹲在藤蔓小屋里 摸索着将地面清理干净 在屋里回答道 别逗了 就节目组送 咱们过来的方式 肯定不会这么轻易放过我们 我猜 他们半夜肯定会找上门 给我们布置任务的 明天将会很艰难 所以今天晚上尽量养精蓄锐 手持人物卡和任务物品的节目组 也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样了 白木川咽下最后一颗栗子 意犹未尽的甜甜栗子壳 将里面的残渣卷进嘴里 他们有东西吃吗 这片树林能吃的东西挺多的 成林看了白木川一眼 吃的倒是小事 主要是喝的 若你想找其他人 我建议你顺着小西找 饿己顿死不了人 但不能渴着 节目组必然要考虑到嘉宾的人身安全 所以大概率 他们会把嘉宾扔在靠近小西的地方 节目组 他们的确是顺着小西扔下嘉宾的 若是嘉宾找不到小西 他们今晚上会给每个嘉宾 偷偷送去线索和后面的任务的 成林这么一说 后面他们再出来布置任务 给人感觉像是成林拿到了剧本 江启云不由的惭愧 自己一个人居然把这些事情 都忘得一干二净 可成林一个人 生火 做饭 搭帐篷 还能将这些事情考虑得这么清楚 自己总不能让一个女孩这么照顾吧 她也要想办法照顾一下其他人 于是江启云清了青嗓子 看了一眼成林 又看了一眼满脸黑灰的白木川 你先擦擦你的花脸 接着 她说 这样吧 成林 今晚你先守夜 我现在去睡 你撑不住了 就叫醒我 我再来守夜 等黎明时候 我再换白木川 成林笑了 这是让着她和白木川呢 虽然没有办法知道具体时间 但约莫现在 不会超过晚上九点 现代人的生物中 不到十二点 是不可能困的 可她成林式的例外 为了保证精力体力 她可以秒睡 为了任务 她也可以熬上几天 不眠不休 从江启云此刻的状态看来 她不可能现在就睡着 她却选择第一轮守夜 最多也就是假妹 等成林和白木川困了睡 她再熬一宿 她 H别动队最优秀的队员 成就勋章 多得能压死人的战功赫赫的成林 若不是吃了养父 暗亏自己不可能死掉的超级特工 而现在居然有人不自量力的想要照顾自己 哈 搞笑 瞧不起谁呢 我本来想单独一个人的 别说一天晚上不睡 三天三夜 不睡我都没问题 成林说 哇 好大口气 江启云想说什么 成林抬手打断了她 不过 我们三个碰到一起 今晚就一起过夜 我先熬第一波夜 你俩只要有一个人睡着了 另外醒着的人 就叫我起来 她的口气不容拒绝 让人下意识就想答应 一句吼都到嘴边了 让江启云硬生生厌下去了 她就没说 我们两个大老爷们 总不能让你一个人熬夜吧 哼 两个大老爷们 成林最恨别人 因为自己是女人 就轻视自己 若没有我这个女人 你俩今晚只能饿肚子 若没有我这个女人 你们俩今晚 估计就要被虫子分尸了 成林冷笑 虫 虫子 白目穿脸都白了 连江启云都愣了 什么虫子 说起来 的确是好像一直没看到什么虫子 江启云忘了 他户外徒步的时候 可是喷足了各类高校驱虫叶 所以 这个异常 他并没有及时发现 成林忽然抬手 指了指白目穿 江启云顺着他手指方向 看向白目穿 白目穿下的手脚冰凉一动不敢动 白目穿长得很白 脸上因为刚刚吃火堆烤的干果 不会手包栗子 用牙齿药 蹭得满脸 都是黑灰 刚刚江启云就提醒他擦脸了 等等 不对 江启云瞪大了眼睛 他脸上黑乎乎的 不是黑灰 是他妈一只巨大巨大的蜘蛛 江启云的头发根根竖起来 他 江启云 天不怕 地不怕 就怕多角的虫子 江启云顾不上形象 指着白目穿的脸 放声尖叫起来 第三十一章 求大姐头照着我们吧 白目穿怕黑 最怕看恐怖片 可偏偏又忍不住看 一边吓得瑟瑟发抖 一边看得停不下来 他看恐怖片 觉得最恐怖的 不是鬼 或者血腥尽头 而是看到鬼翘无声息 出现在角色旁边 那个角色却不自知 看着对面的其他人 惊恐对着自己 瞪大眼睛的镜头 而此时此刻 这一幕在自己身上上演了 沉稳如江启云 居然会被吓成这种样子 白目穿的心脏 先罢工几秒后 炸裂般疯狂跳起来 他太害怕了 根本不敢回头啊 究竟是什么东西啊 白目穿感觉自己四肢冰凉 气都不会喘了 救 救命 姐姐 我想回家 他也不知道 自己怎么就下意识 求助般的望向了成林 只见成林手拎着 一截短短的小木棍 瞄准自己的头 不等他反应过来 那一小截木棍 便旋转着 朝自己头部飞来 So 白目穿看到什么东西 从自己眼前跌落 是一只从树上 垂下蛛丝的蜘蛛 白目穿惊魂未定 捂着胸口 看着地上那只毛茸茸的蜘蛛 原来只是蜘蛛啊 不用怕 蜘蛛不是趴脸上的 你这个角度看上去 像是趴脸上而已 成林说 白目穿发现 成林这句安慰的话 并不是对着自己 而是对着江启云说的 江启云脸色惨白 鹅角沁着冷汗 双眼死命盯着地面 眼珠飞快地转动 在地上寻找着刚刚落地的蜘蛛 原来江启云怕蜘蛛 这一下拳王恐怕都知道江启云的弱点了 可江启云此刻没心情想 自己的弱点暴露 他太怕了 可怕什么来什么 那只蜘蛛不知怎么的 就朝着江启云的方向飞快爬来 说实话 这么大一个蜘蛛 快速爬动的样子 是挺瘆人的 江启云从地上弹跳起来 毫不犹豫要扑到火堆里 英勇就义 神勇之速度 令人叹为观止 成林眼疾手快 一只手拉住 马上就要扑到火堆里的江启云 另一只手抓起一根木棍看 将蜘蛛跳起来 远远地挑飞了 喂 就算害怕 也不能什么都不管不顾吧 成林语气不怎么友善地 对差点拳网 直播自焚的江启云批评道 若是哥在以前 他训练自己手底下的兵 有人敢这么做 最低也会领一个 二十公里的负重夜跑惩罚 江启云嘴唇惨白 颤抖着说 蜘蛛呢 江哥 江哥 别怕 蜘蛛被打跑了 远远的 别怕 白木川连忙说 江启云定了定神 深呼吸了好几次 这才控制住 自己疯狂抖动的两条腿 成林见他冷静了 松开抓着他衣服的手 他学过心理学 知道这会儿 要把他从这种紧张的情绪中带出来 且不说 现在是全网直播 就说这种不利于细皮嫩肉的 都市人的野外生存条件 若是江启云不能排宣这种情绪 八成会生病 则 真麻烦 我真是个烂好人 成林一边给自己颁发了个 无敌好人的头衔 一边抬头 对江启云抱拳拱手 江启云 我为我之前质疑你歌王的身份道歉 就凭您 刚刚那一嗓子 不封的亚洲歌王是说不过去的 咱们封城那边耳朵灵光点的 估计都能听见 弹幕 我谁都不服 就扶成林这张嘴 阴阳大师 盖戳认证 江歌王 嗓音嘹亮 我刚刚都犯困了 一嗓子给我撩精神了 江启云都吓成这样了 还嘲笑他 成林怎么这么恶毒 拜托 成林这是帮江启云好不好 他这么说 是给江启云台阶下 也是提醒他 现在的场合要控制一下 神奇的是发生了 刚刚还牙关打架 面容惨白的江启云 找回了自己的理智 他整了整自己的衣巾 抖了抖自己裤子上 刚刚粘着的草渣吐沫 怎么 程老师没听过我的歌吗 居然质疑我的歌王身份 也不是我害怕蜘蛛 主要是这个蜘蛛 大得不合理啊 我以前玩过一个游戏 有个峡谷里有一大片蜘蛛 它们会变身 他站起来 回到自己刚刚做的地方 努力掩饰自己眼珠 不要四处乱转 寻找蜘蛛的下落 小心翼翼坐下 转了话题 这么大的蜘蛛 会不会攻击人类 会不会有毒啊 这个林子里 其他的昆虫 会不会也很大 不知道是不是它的错觉 它脖子 脚腕 耳朵好像都开始仰起来 就像是被蚊虫叮咬了一般 而且 耳边的嗡嗡声 越来越密集 程林用夸张的口吻说 刚刚谁说 要照顾我这个弱女子来着 现在还不是找我照着吗 大姐偷 江启云一抱拳 我们这两个不成器的小弟 能不能在这片林子混下去 可就要仰张大姐头了 程林立刻接住江启云的戏 带着三分不屑 三分冷酷 三分桀骜 一分野鱼 野猪林 可是我成家的地盘 这个地儿 没有我摆不平的事 江启云一副狗腿的样子 大姐头 您看接下来 我们该怎么应付这些 会飞得咬人的 吸血的 长毛的 长腿的虫子们呢 弹幕 哇 不是说程林演技不好吗 瞪大你的狗眼 看看 他顺利接住了江启云的戏 而且气场完全 压住了江启云的戏 怎么办 他们俩这急性发挥的戏 我居然很想看 万万没想到 看一个综艺节目 居然比看电视剧 还惊险刺激 白木川也是服了 这俩人怎么说着说着 忽然就标起戏了 作为这个火堆边 唯一一个保持冷静理智的人 对于接下来的蚊虫问题 真的很担心 他就是一个 极度招蚊子的体质 只要他不喷蛆蚊水 剧组其他人 完全不用喷蛆蚊水的程度 成林 咱们怎么办 江启云刚刚被吓了一跳 身体里过多的肾上腺素 没处释放 索性就用演戏的方式 让自己平静下来 也多少可以挽救 一下自己刚刚扫地的尊严 只见江启云眉毛一粒 臭小子 怎么跟大姐头说话呢 就冲小白这个态度 今晚我只能眼睁睁 看着蚊子大军 抬着他飞回老巢 被西城人干了 成林斜着眼 嘴唇带着一抹笑 白沐川成功地被这个说法 吓出了一身鸡皮疙瘩 哎不是 你俩这 江启云莫收戏 脸上那股败高踩低的狗腿表情 入目三分 瞪着白沐川 白沐川还能怎么办 只好一抱拳 求成大姐头 帮帮小弟 我不要让蚊子把我抬走 成林这才慢悠悠 拖过自己旁边的背包 看在你端正了态度的份上 莫给你 他从包里拖出了一把奇怪的东西 像是烤肠穿在了绿色的杆上 第三十二章 你笑起来真好看 成林递给脸上 飘满了问号的江启云和白沐川 这是什么 江启云好奇接过来观察着 这应该是某种植物 红色的香肠一样的物质 覆盖在绿色杆上 不自觉收了戏 是你物资包里东西吗 这植物 还带着刚才摘下来的潮气 应该不是节目组给的 成林摇头 自己也拿了一根 把剩下的三四根 放在旁边的石头上 这才解释到 这个叫香脯 农村人喜欢叫香肠草 点燃了可以驱赶蚊虫 虽然不能跟现代蛆虫叶那么高效 但也能起到部分作用 江启云觉得有点眼熟 略意思考 回忆起来了 哎 这个是不是刚刚在西边那片草丛里长着的植物 是 我就是从那里采的 成林自己拿着一根 将顶端凑到了火堆点燃了 你们这么点着头 一根能烧一两个小时 大姐头 你从哪里知道 这么多奇奇怪怪的知识的 白沐川感叹了一句 也把自己的点燃了 凑过去闻了闻 这个味道还蛮好闻的 刚好看过说这种植物的书 成林补充了一下 古代还把这种植物入药 据说可以调理女性的月经问题 止血阵痛 治疗风湿 不过大多数情况 还是用来驱虫 成林看了看自己手上燃着青烟的香脯 确定烧得稳定了 站起来 走到自己的搭建的小棚子里 上下用烟熏了熏 江启云和白沐川站在外面 好奇看着 成林熏完了 从小棚子里出来 拍了拍裤子 你俩的帐篷税带拿出来 也这样熏一下 可以避免蚊虫 蛇蝎子什么的 小心别烫到自己 也别烫到你们的物资 还有蛇 蝎子 白沐川眉毛塌了他 呜 这个节目好可怕 可他还是立刻照成林的话作 江启云也是毫不迟疑的 取出折叠帐篷 成林帮他们俩拿着点燃的香脯 看了一眼江启云 尽量用不伤害江启云自尊的口吻问 你搭帐篷需要帐篷吗 江启云终于体会到 刚刚成林被自己说要照顾的心情了 不是我自夸 市面上有的帐篷我都会打 江启云用力拽出帐篷 那大姐头这种野生帐篷你也会吗 江哥 白不会看场合瞎说话 至今没出戏 一句话把江启云对得哑口无言 牧川眨眨着大眼问 江启云噎住了 足足五秒钟 江启云冲白牧川 抱了抱拳 成林忍不住笑了 这是他第一次真心的放松的笑 那种骤然绽放的烟花一样 光彩夺目 令人心动 弹幕 哇 成林笑起来真好看 像春天的花一样 对不起我跟着唱起来了 讲真 成林总是炒作自己多好看 以前我觉得不惯 可今天一看 真行好行好漂亮啊 切 什么啊 就是因为光线太暗 才给他加上好看的滤镜的 这跟我们看上世纪港姐漂亮照片一样 主要是因为看不清楚 承认别人好看 就这么难吗 哎 不知道 你们发现没 江启云和白牧川都看傻眼了吧 木头人一号 江启云和木头人二号 白牧川盯着成林 成林的笑 一触即放 他看到两个人的失态 低头清了清嗓子 江启云这才回过神 低头看自己的帐篷 帐篷的包装上 用一千度近视患者 不戴眼镜 也可以看清的超大号字体清晰印证 傻瓜一件事折叠帐篷 江启云心想 节目组照顾我照顾的太过分了吧 我在节目组心中 就是这么弱智的存在吗 节目组是不是太针对成林了 成林看着白牧川拉出了睡袋 江启云也撑起帐篷 就把暂时帮他们 拿着的香脯递给他们 指点他们 怎么熏更有效 你们这样 把香脯头朝下 自上而下熏 对 就这样 还有 香脯的灰烬不要浪费 收集起来 撒在周边 也可以起到一定的驱赶蚊虫的效果 三个人认真熏完 成林忍不住打了个喝歉 那就这样吧 我先睡 你们俩随意 但只要有一个人睡着了 就要叫我起来 那可不可以让你睡帐篷 我听想体验一下 你搭的这个原始小棚子的 江启云说 他的水汪汪的大眼睛里 闪着渴求的光 成林被这种哀求的视线盯着 实在有些顶不住 啊 可恶 行吧 成林十分勉强的点了点头 江启云一方面是觉得 帐篷睡起来 肯定更舒服一点 一方面是真的想试试这种原始小棚 看上去太好玩了吧 等到成林点头 他迫不及待钻进去 才发现棚子里面 居然比想象中的要宽敞 而且非常神奇的是 里面真的很舒服 下面铺着碎石和木柴干草 摆放的方式 尽可能减少了坑坑洼洼的感觉 里面有股草木的清香 所有的人类最初的记忆 都是在母亲的肚子里 人类对于帐篷的喜爱 是自发而天然纯粹的 江启云满心欢喜 直到白木川也钻了进来 哇 姜哥 这里面这么舒服 好好玩啊 你进来以后 就没那么好玩了 可总不能把他赶出去吧 江启云看着白木川躺平 他一米八的个子 居然脚都没露出去 哇哇 这么宽敞嘛 太好玩了 等回去后 我一定让大姐头 在我家后院 帮我搭这么一个 白木川兴奋的喊 你做梦吧 江启云说 说起来 成林好像还挺喜欢这个臭小子 也挺照顾他的哈 他拍了白木川一巴掌 陈生说 你先起来 跟我一起手画也 而一边成林 则手脚麻利钻到帐篷里 把帐篷拉锁拉好 野火堆慢慢安静了下来 森林的气息 此刻才透过屏幕 感染到了观看直播屏幕前的各位观众 茂密的森林 不同于电灯泡的 真正的火堆 发出的金黄色光芒 悠悠的虫鸣 风吹过树冠 发出的像掏声一样的声响 观众们跟着打了几个喝歉 一边拿着手机 盯着屏幕 一边刷牙洗脸 躺在床上盯着手机屏幕 不知不觉睡着了 沉睡的观众 错过了成林 在后半夜的精彩表现 第三十三章 截击 H别动队的队员 对于魔鬼教练成林 非常畏惧 尤其是成林训练他们睡觉这一点 咬牙跑步 负重 锻炼 被资料 练习搏斗枪法 都算是小儿科 成林要求他们 第一要具备秒睡的能力 第二 即便睡着了 也要留一根神经 哪怕是睡着了 也要感知身边的危险 第三 不具备睡觉条件 要想办法 让自己保持清醒和锐度 成林手底下的兵 都可以做到这一点 而成林更是睡眠大师 他进了帐篷后 只把外套脱了 放在手边 躺下来 心中倒计时 三二一 大脑发出休眠信号 视觉神经反馈 以休眠 触觉神经反馈 以休眠 躯干四肢各部 以休眠 听觉神经反馈 120% 成林没有做梦 他留了一根神经 听着外面的动静 不是他信不过江启云和白木川 而是他信不过 除了自己以外的任何人 睡梦里 他依旧能听到 江启云和白木川 在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 再后来 白木川的声音越来越低 越来越小 最后 呼吸变得绵长 白木川睡着了 江启云却并没有叫成林 成林知道 他是希望让自己多睡一会儿 江启云搓了一把脸 从小棚里出来 坐在外面 用木棍拨弄着火堆 努力让困意消失 他拨弄着火堆 揉了揉肚子 吃了一条兔腿 虽然不是特别饱 但好歹不饿了 而且 香脯还挺好用的 自己再也没有被蚊子咬过 而且耳边的嗡嗡声消失了 虽然之前参加节目 是为了帮扶一兵 甚至在听说有成林在的时候 他实在是烦 没想到 现在他居然觉得 成林能参加这个节目太好了 自己能够跟成林待在一起首夜 真是自己的幸运 火花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 火苗晃动着 在他黑色眼底 倒映出一片火红色的光 江启云感觉眼皮越来越重 很快火堆在他眼前重影了 江启云身体晃了晃 他用力咬了咬牙 他在地上做了一组二十个俯卧撑 又坐起来 等他困了 他再咬牙做一组 他还得努力翘无声息 就在他做到第十组的时候 他听到帐篷有拉开拉锁的声音 成林穿好了户外外套 精神饱满的从帐篷里走出来 脸上还带着刚睡醒的潮红 白木川睡了吧 你怎么不叫我 他的声音带着一点点不易察觉的软糯 是我吵醒你了吗 江启云不打反问 他已经十分努力 克制自己做俯卧撑 不要发出任何声音了 我睡醒了 我说过 我不睡都可以的 你应该叫我的 成林在火堆边坐下 行了 你去睡吧 这么一会儿功夫 成林那种刚睡醒的懵懂状态 彻底消失 江启云甚至觉得 此刻让成林去跑个马拉松 都不成问题 他不再推辞 倒不如自己抓紧时间睡觉 想办法早一点醒过来 说不定还可以让成林再睡个回龙觉 那我去睡了 有事叫我 江启云站起来 朝自己折叠帐篷走了几步 想了想 还是回到了成林的手搭棚子 在白木川另一侧躺下 他躺下 闭上眼睛 一分钟 十分钟 二十分钟 干 刚刚自己那么困 怎么一躺下 就死活 睡不着了呢 成林盯着火堆 听着江启云起起伏伏的呼吸 知道他没睡着 好几次 他的呼吸都放缓了 接着又急促了起来 这是因为江启云之前被大蜘蛛吓到的轻微后遗症 大脑会根据白天的经验对于夜晚睡觉做出一种判断 他会自作主张让主人不要轻易入睡 以免危险再度降临 成林想若是二十分钟后江启云再不睡 自己就去帮帮他 物理性强制让他入眠 他忘了忘自己的搭的小棚子 叹口气 早知道自己的小棚子会被这俩货霸占 自己就不费劲搭了 他抬头望了有黑的森林 略有些困惑 节目组布置任务的人怎么还没出现呢 就在刚刚 节目组结束了长达三个小时的紧急电话会议 成林在直播时 推测出他们节目组的安排 这让节目组措手不及 是否要舍弃之前的方案 网友们会不会误会 以为成林真的拿到了剧本 经过三个小时的唇枪舌战后 节目组决定按照原计划 目前七个嘉宾分成了四组 成林 白牧川和江启云一组 杨昭和健身教练吕登峰一组 跑酷男星流战落单 老班纠落单 节目组将会利用无人机 发放任务物品以及任务卡片 说行动就行动 四个无人运输机的操作师 摩拳擦掌拿着遥控器 启动了无人机 坐在火堆边 慢眯着眼的成林耳根动了动 哟 终于来了 跟他想的一样 使用无人机 只听一阵轻微的嗡鸣声 自远方天际 朝自己的方向接近 越来越近 成林弯腰将自己挑选好的 一块半个拳头大石头捡起来 放到了户外服上衣右侧口袋里 拉上口袋拉索 接着他脱下了外套 将外套履成长条状 石头坠在最下面 手里攥着左边袖口 漆黑的天空 闪过红色的亮点 无人机操作师 认真盯着手中的屏幕 天黑 森林树冠茂密 还有很多活动的夜行飞行 增加了操作难度 他的鹅角见了汗 无人机在森林盘旋了快20分钟了 始终没有找到目标 终于屏幕出现了隐约的火光 无人机操作师松了口气 这是成林他们驻扎的营地 操作师操作着无人机 朝火光飞去 小心地穿梭在树冠中 终于稳稳地在火堆正上方悬停 操作师擦了擦汗 准备投放任务卡和物资袋子 他转动摄像头 往下一看 他猝不及防 跟成林对视了 此刻成林穿着半袖 站在火堆边 仰着头 望着无人机 手里还拎着什么东西 一直在屏幕前 密切关注成林的零尖质 跟着倒吸一口气 他看到成林一侧嘴角轻轻上扬 这个笑容 他妈得有点眼熟啊 然后他记起来 成林洗劫松鼠前 露出来可就是这个笑容啊 他立刻抓起对讲机 操作师耳麦 传来零尖质的吼声 一号无人机 呼叫一号无人机 立刻撤离 立刻撤离 成林打算截机 截啥玩意儿 操作师脑子蹦不住了 紧接着 他看到成林用力揉起 一个长条状的东西 一撒手 一道黑色的 长条的东西 刺破黑夜 朝无人机 急驰而来 操作师看到手里的屏幕 剧烈的晃动了一下 随后 无人机的螺旋桨 被什么东西卡住 停止了工作 无人机机身上的摄像头 传来的画面 开始飞快旋转起来 成林原地 轻轻蹦了几下 随后开始助跑 他身姿轻盈地弹跳起来 一脚侧他在树干 一手攀住两人高的树枝 纵身一跃 拽住了下坠的无人机 操作师手中 屏幕传来无人机的拍摄镜头 终于不晃了 屏幕上出现了一张娇艳的笑脸 谢谢你送来的无人机 我却支不公了 操作师 谁说要给你送无人机了呀 我是用无人机 给你送物资的呀 第34章要不要我帮你入睡 弹幕再度沸腾 刚刚在咒骂 吓我喝了太多咖啡的我 此刻感谢咖啡店 咖啡浓度这么高 让我没能错过这么精彩的一幕 哈哈 我大姐头伸手太矫健了呀 这是什么操作啊 无人机操作师 发生了什么 我居然经历了劫机 松鼠擦着泪 风水轮流转 节目组 这次轮到你们被女强盗打劫了 节目组一脸猛逼 这位女嘉宾 这个节目不是这么玩的啊呀 质疑这种操作是不是不好啊 干嘛动无人机啊 就是这是节目组的资源吧 损毁节目组的东西 估计操作师会被骂死的 不爱看清 你们离开好吗 谁说不能用节目组的无人机了 绝境求生 顾名思义 就是利用一切资源 求的生存啊 就是不就是一个无人机吗 我们大姐头赔得起 赔不起也没关系 我们愿意中筹 虽然节目组没有料到 估计节目组此刻震惊 JPG 但节目组肯定高兴啊 不就是一个无人机吗 成林这一手 估计能让热度飙升 心疼那些睡着的观众 错过了一场大戏 哎 江影帝是不是动啊 江启云刚刚涌起了睡意 朦朦着要入睡 接着就听见了轻微的嗡嗡声 果然如成林所料 节目组真的用无人机半夜 送任务来了 江启云本来美美理会 他不想错失 好容易眷顾的睡意 直到他就听见成林 在外面蹦的声音 成林在干嘛 江启云有些好奇的挺起上身 向小鹏外看去 刚好看到成林那身姿潇洒的起跳 如走无人机的全过程 那一套动作 行云流水一般干净利索 一个多余的动作都没有 可这不是关键问题啊 成林为何要抓无人机啊 江启云立刻从小棚子里钻出来 冲向正在检查运输室无人机的成林 成老师哎 成老大 你又干嘛呢 成林手指点住无人机的开关 长按 侧头对江启云说 这还用问吗 收一下节目组的好意啊 我正愁物资太少呢 江启云无比震惊指着运输室无人机下悬挂的 包了好多层的塑料袋 这个袋子是节目组给准备的物资吧 无人机可不是啊 成林伸出一根手指 摇了摇 不赞成的说 谁说不可以的 咱们来节目之前 可是被告知 你们可以利用身边的一切资源生存下来 我记得没错吧 江启云 虽然 但是 我们毕竟是在录制节目啊 成林解下了无人机携带的袋子 把已经关机的无人机放在手上 像是看战利品一样 兴奋的说 啊 这无人机不错 四个螺旋桨 拆下来可以当刀子 工具用 电机 螺丝 配件 照相机 我可以拆下来 组装成简单实用的小工具 嗯嗯 江启云不懂 这些东西 有什么用啊 成林抬头 脸上 残存着狩猎到猎物的兴奋 在户外 趁手的工具 才是最重要的东西 没有工具 我们要制造工具 这样 才能大大增加生存几率 也可以过得稍微舒服点 螺旋桨可以用来干嘛 可以磨一下 当刀子捕猎用 也可以用来给鱼去淋除内脏 可以给食物削皮 还可以起到固定的作用 想象一下 你若掉到了深坑里 如何爬出来 若是有这种结实的一字型工具 插到坑壁上 就可以逃生了 成林娓娓道来 将起云目瞪口呆 当然 我可以保留这个无人机的大部分 留下一个螺旋桨 这样我打开无人机 固定好方向 就可以充当一个临时的风扇 若是把点燃的香脯 放在旋转的螺旋桨前 风会把香脯的烟 吹到指定的区域 屈蚊虫效果更好 当他看到江启云脸上 震惊的表情时 知道自己说多了 立刻转移话题 当然 这些也是我从书上看来的 纸上谈兵而已 江启云感慨 就算是纸上谈兵 你这些稀奇古怪的知识储备量 也是大的惊人啊 说完 他忍不住打了个哈欠 你是睡不着吗 成林看着江启云 略显悴的脸 要不要我帮你 弹幕 对不起 我看的小黄叔太多了 我一下子想歪了 实不相瞒 我也 不知道我怎么回事 我居然觉得 一点也不相言 甚至替江启云担心 我觉得成林帮忙的手段 很可能是一个手刀 积晕助眠 我刚进直播间 我错过了什么 什么人居然敢打江启云 别的我不说 成林这个女人 为了生存 绝对可以做出这种事的 成林这么贱的吗 麻烦我们成大姐头的黑子 赶紧退场 这里没有你们发挥的余地 江启云也明显是愣住了 半天后 他吞了口口水 迟疑地问 打算怎么帮 成林抬起右手 警惕万分的江启云 立刻向后退了一大步 成林 江启云捂着后脖子 别打我 我怕疼 成林哭笑不得 你武侠小说看多了吧 我要基于你 当着全国这么多观众的面 开玩笑吧 万一我真的基于你 完事 你粉丝再去公安局 告我一个殴打罪 我还混不混了 刺骨弹幕出音号 立刻有人抓住了 成林话语里的重点 成大姐头的意思是 若不是现在是直播 会留下证据 他会真的动手 你这么一说 我也觉得 江启云松了口气 放下护着后颈的手 那你怎么帮 成林举着的右手手指 从食指开始 依次中指 无名指 小手指 做出波浪一样的形状 循环往复 这是一种很受 催眠学家支持的 助眠手势 你躺着 看着我的手指 不要眨眼 很快就会睡着的 江启云将信将疑 不过他还是点头 那就麻烦你了 说完他回到小棚子 这刺头朝外躺下 成林蹲在小棚口 抬起手 放在江启云脑袋正上方 看着我的手 心里默默数一 二 三 三 二 一 这样反复 江启云奔了一声 乖乖看着成林的手 成林的手指 很细很长 可掌心和指腹 有磨出浅浅的茧子 有种奇异的反差美感 手指一根根 像海浪一样 起伏着 摆动着 第三十五章 任务 林间小屋 江启云感觉眼皮开始变重 但他仍盯着悬停在自己脸上方的手指 一会儿后 他像是被浸入了水中 什么声音都消失了 眼前只剩下晃动 摆动的手指 像一串串神秘字 浮落在他的视网膜上 咔 脑袋里什么东西断掉了 江启云的眼皮粘在了一起 然而那五动的手指 依旧在大脑中反复闪现 一遍一遍 他头一歪 陷入了深度睡眠中 成林察觉到了 江启云已经入睡 但他并没有停 而是继续蹲着 在他眼皮前捂动着自己的手指 直到他的呼吸 变得绵长而优远 成林这才收回手 撑着膝盖 站了起来 不是吧 江影帝真的睡着了 这才不到两分钟啊 演戏演的吧 怎么可能这么快就睡着 可能江启云太累了 成林的做法 不过是给了他强大的心理暗示 北大脑神经专业硕士毕业的我 负责任地告诉大家 优秀的催眠大师 可以利用规律的物体运动 能快速将人催眠的 太牛了吧 成林能不能开个班 传授一下这个技艺 感觉带娃的家长和月儿嫂们 肯定想学习这个技能 若成林开班了 我第一个报名参加 我儿子就是睡觉困难户 每天需要哄两小时才能睡着 成林站起来去火堆边 把江启云的双肩包拿了过来 放在了江启云头的一侧 不懂就问 成林为什么把包放僵引地脑袋旁边 因为白木川是头朝里睡 江启云头朝外 白木川一个不小心就会踢到江启云的头 放个书包可以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哦 这样子 成林好新鲜 等等 照这个逻辑 江引地的脚是不是冲着白木川的脑袋 那白木川的脑袋 谁来守护 怎么说呢 白木川有脑子这种奢侈的东西吗 说不定江引地的金脚 踢一下他的头 他就可以开窍了呢 成林坐到火堆边 抬手给火堆添了一点柴火 这才开始柴无人机送来的塑料包 包裹大概鞋盒大小 里三层外三层套着塑料袋 最上面是三张任务卡 三张任务卡上的内容一模一样 成林拿起一张就着火光看上面的字 欢迎来到野猪林原始森林 位于华国北部原始密林野猪林 流传着一个不为外人所知的传说 传说中 这片密林沉睡着一群可怕的野兽 孱弱的都市人 你们来的不是时候 沉睡的野兽苏醒了 他们惧怕阳光 只能等待夜晚降临 便会出发追捕你们 不要绝望 希望就在前面 在野猪林人既罕至的深处 有一所神秘的宝藏小屋 小屋的主人 掌握着巨大的财富 和一份野猪林的地图 孱弱的都市人 你能否在下次日落之前 平安抵达小屋呢 任务目标 下一次太阳落山之前 找到废弃的木屋 说服屋子的主人 给予你财富和地图 成林从头又看了一遍 就这 太简单了吧 也是 一个综艺娱乐节目 也不能要求太高了 成林面无表情 把任务卡放到一边 可击坏了屏幕前的观众们 啊 是不是任务卡 写的什么内容啊 这个角度 根本看不到大姐 投手里任务卡的字啊 节目组 别装损 把任务卡片内容 投放到屏幕上 你们别刷了 成林要打开不几包了 再刷就关弹幕了呀 成林拆开塑料包装 里面分了三个小包 成林放在手上掂量了一下 觉得重量毫无差别 便随便打开了一个 其他两个放在地上 一个长方形的药品盒子 一个不锈钢饭碗 一包卫生巾 成林扫了一眼 药品盒子上的简介 饮用水 消毒泡腾片 它抿了抿 有些发干的嘴唇 江启云找来的 几颗野果补充的水分 已经快消耗干净了 饮水 是它目前 最为需要解决的问题 虽然靠着小溪 但小溪水 不能直接饮用 必须经过 特殊的处理才行 否则容易腹泻 甚至喝到寄生虫 危害健康 这下好了 一个不锈钢饭碗 可以煮废水 这么一盒15包的泡腾片 有这两样东西 成林能在这片森林生活半年 虽然很想 现在就去西边打水回来喝 但他不敢离开营地 营地这俩水货 一个晒着一个睡的香 自己万一走开 真的被野兽叼走 自己心里也不烙人 星号 清晨 王真从睡梦中醒过来 作为一个明合格的经纪人 他的生活 被艺人的工作安排填满了 他昨天给成林送到了 绝境求生 节目组 就匆匆陪另一个艺人 去片场拍戏 这一拍 就拍到凌晨 拍戏的片场在山区 信号不好 虽然想看看 成林在求生节目中的表现 但网络太卡 直播间一直卡顿地转圈 而艺人在片场表现不太好 一直被骂 真姐还要去跟导演赔礼道歉 拍到深夜 真姐才回屋休息 本想着扫一眼微博 可她实在太累了 没等微博打开 就睡着了 第二天 带着的艺人 没有拍戏的戏份 真姐叮嘱几句 就坐车匆匆往山区外赶 点开微博 网页显示信号不好 屏幕的小圈圈转了好久 才终于姗姗打开 微博热门话题 热榜第一条 警号成林劫机 警号 五 两亿阅读 二十亿万人讨论 真姐搓了搓眼 警号成林劫机 警号 劫机 成林不是参加求生节目吗 怎么会被劫劫 还是她提前退出 坐飞机 回封城遇到劫匪 被劫持了 真姐心脏突突跳起来 山区路不好走 屏幕晃动的她 有点眼花 她手指颤抖着点开了 警号成林劫机 警号话题 长毛瞻使戳谁谁使 警号成林劫机 警号 成林加入节目后 先后打劫了松鼠节目组 好担心她会打劫 白牧川和江启云 什么意思 王真看得杖二和尚摸不着头吗 不过她稍微放下心来 看来不是遇到什么危险了 而是节目的效果 返回再一看微博热榜 好家伙 热榜头十条 成林足足 占了四条 其他三条分别是 警号成大姐头 受了两个小弟 一个江启云 一个白牧川 警号 警号成林催眠 江启云 警号 警号成林徒手抓无人机 跑酷技能比流战更强 警号 王真了解了来龙去脉 欣慰之余 有些哭笑不得 这孩子真是出人意料 他找了个舒服的姿势 打开了直播软件 找到成林的专属直播间 想看看成林现在在做什么 成林也没做什么 他用一晚上的时间 肢解了无人机 白牧川正一脸猛逼 指着地上的无人机 连声发问 这是什么呀 哪里来的 第36章 他的两个眼睛 跟探照灯一样亮 白牧川的大嗓子 吵醒了 尚在睡梦中江启云 江启云猛了足足十秒钟 才反应过来 自己在什么地方 他居然睡得这么沉 这么爽 一觉睡到了天亮 说好 自己要给成林换班呢 不知道白牧川 有没有换成林 让他休息一会儿 这时 他听到白牧川 继续惊奇地喊 我怎么看着这个像无人机呀 冲这句 对昨晚发生的是一无所知的话 还有这股神清气爽的劲儿 分明是 睡了一整晚的样子 成林无奈地看了一眼白牧川 这个人也是个人才 幽静的清晨 瞬间就变得喧嚣起来 一个人弄出的动静 跟十几个人似的 他简短地解释了一句 不是像 就是无人机 节目组好新送来的物资 节目组 我没有 江启云麻利 从小棚子里钻出来 先跟成林打招呼 早 不好意思 我睡过头了 你熬了一整夜吧 又累又困吧 要不要现在去睡会儿 白牧川看了一眼成林 他的长发为了方便 在脑后晚了的发际露出一整张脸 眉毛是眉毛 眼睛是眼睛的 坐姿挺拔 大姐头一晚上没睡 不能吧 你看他两眼多亮 跟探照灯似的 探照灯 江启云简直无奈 白牧川 求求你 赶紧回去补补语文吧 要不我怕迟早有一天 你会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被人套麻袋 挨闷棍 江启云真心实意地劝他 你的语文老师听到你的形容词 估计都要哭晕在厕所了 白牧川傻憨憨一摸脸 可是 我的粉丝 都说我潜词造句 特别鬼斧神功 神特么的鬼斧神功 江启云懒得废话 蹲到了成林旁边 这时 他才发现了 地上除了肢解的无人机 还有两个包 哎 这个是节目组给咱们的东西吗 江启云问 对 一共三份 我猜应该东西 都是一样的 我拆开了一份 你俩一人领一个 说完 成林站起来活动了下肩颈 对两人说 你俩准备一下 一会儿就要离开了 白牧川正觉得 这个地方 简直是风水宝地 自己绝对可以在这个营地 坚挺到节目最后 一听成林说过一会儿 要离开 立刻急了 为什么要出发 这个地方多好啊 有吃的 有喝的 有住的 不冷不热 还有屈蚊草 不是我想出发 是节目组要求的 成林说着 弯腰把放到一边的任务卡 捡起来递给两个人 你俩研究研究 江启云接过任务卡 还来得及看 就发现 成林把无人机的零部件 整齐地摆放好 用节目组送物资 包装的塑料袋包装好 塞到包里 背好包 转身要走 江启云一愣 他这是要走 不等他多想 江启云就扔下任务卡 一个剑步 快步拉住了成林的书包袋 成林脚步一顿 回头看他 用眼神询问 江启云张了张嘴 却没说出话来 成林明确说了 他不会跟他们组队 就像自己之前 拒绝白木川一样坚决 成林给他们俩人 准备了吃的 帮忙驱虫 还替两人守了一整夜 自己难道还要质疑他 为什么要扔下 他们俩人不管吗 白木川没有那么多心眼 一看俩人这架势 也慌了 哎 大姐头 你这是要走吗 成林看了一眼 拉着自己书包袋的江启云 一米八几的大个子 低着头看着自己 委委屈屈的表情 看到他这副样子 成林不自觉想起 自己五岁时候 短暂的养过半年的小狗 那小狗每次在他离开的时候 就是这样咬着他的裤腿 也不叫也不闹 只是用水汪汪的眼睛 看着自己 成林其实并没打算离开 他只是想先去解决一下 个人卫生问题 再打点吸水 回来烧开 喝点水 江启云意识到自己的失态 松开了手 一副懂事而可怜的样子 自己偷偷养在废墟里的小狗 也是这样 先是撒娇咬酷腿挽留 然后会懂事的松开嘴 这下更像那只小狗了 呜呜 江影帝这个眼神 我要什么都给你啊 江影帝原来这么软萌的吗 这是我看节目之前万万没想到的 十八线废柴小女星 居然是大佬 居然能让江启云 露出这样的小奶狗表情 成林心里一软 终于松了口 我不是扔下你们 待会儿咱们一起走 白木川惊喜地喊 大姐头 这是接受我俩的入队申请了吗 嗯 成林叹口气 是啊 我怕我一走 你俩 直接原地打包回封城了 江启云听到这句话 眼睛都亮了 那你快去快回 有没有什么任务安排给我们俩 找点果子 还是 江启云喜气洋洋地问 你俩待在这里吧 尽量别让火堆熄灭 还有 帐篷收一下 自己的背包也整理好 研究一下任务卡 回来我问问你们的看法 成林来到西边 脱了外套 举了一捧清水 洗了洗脸 脖子 甩了甩脸上的水 阳光透过树冠 洒了极光片语般的光在他脸上 为着粉黛的脸 浸润着水 在光的折射下 美得夺目 这个肤质 熬了一夜 还能这么饱满 痰润 成林真的好漂亮 爱了爱了 我宣布 成林是我新一任老婆 成林又采了十几株饱满的香蒲草 小心放到自己的背包里 用不锈钢盆咬了一碗水 放到地上 他没用净水泡藤片 因为现在有火堆 煮沸也是 简单粗暴 且保险取得干净饮用水的方法 净水泡藤片留着 万一什么时候需要大量用水 又没办法生火的时候使用 他把装满水的盆放在地上 冲着树丛说 麻烦节目组关一下摄像头 我要解决下个人问题 节目组本来就是打算看到 嘉宾要上厕所 就会主动关摄像头的 只是没想到 成林冲着的方向 正是他们摄像头所在的位置 屏幕外的所有人 都感觉成林的视线 落在自己身上 这个摄像头 套着手工树枝模型 别说嘉宾了 就算是将摄像头 安置在这里的道具组本人来 都要找好半天 才能找到伪装的摄像头 何导问 赶紧关摄像头 是不是摄像头暴露了 道具组擦了擦汗 不可能啊 隐藏的特别好 给您看看照片 说完他找到了 自己拍下的照片 何导拿过来 放大 在一大片树里 那个摄像头 一点影子都看不到 他是怎么发现的具体位置的 还是只是个意外 成林给了他们 太多难以置信的意外了 他的任何一个举动 都不能让人轻视 成林的确不是 简单的解决个人问题 他偷偷在这里 埋下了一个东西 无人机的 GPS信号定位器 或许是他多星了 但他发现了一些 不同寻常的痕迹 等节目结束后 他找个机会回到这里 细细搜查 第37章 野猪林 成林等了一分钟 给节目组足够的时间 关闭摄像头 黑屏后 弹幕更显得密密麻麻 啊 野外上厕所吗 感觉好不安全 之前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嘉宾上厕所很麻烦吧 大家难道不关心 成林跟江启云和白木川 组对这件新闻吗 其实我不怎么意外 成林一看 就是那种非常有责任心的人 嘴里说着烦 还不是照样照顾两个大老爷们 就是 两个大老爷们 呼呼睡了一晚上 我林又是天火 又是拆无人机 又是做运动的 做运动 做什么运动 麻烦客代表出来说一下 昨晚撑不住睡着了 我也是 成林催眠江启云那段 我也看着大姐头的手 不知不觉跟着睡了 啊 我是刚好错过了催眠那一段 成林昨晚每隔一会儿 就会做俯卧撑 卷腹 平板支撑 女明星能有那么好的身材 果然付出了很多 我说呢 她昨天 吃了那么多的烤兔子 我还想她 为什么身材保持得那么好 羡慕不来的 我下班 只想葛优贪吃薯片刷剧 节目组 如何确定成林解决完个人问题呢 该不会偷窥吧 大家纷纷担心起来 不一会儿 节目组给出了他们答案 成林再次出现在屏幕上 他端着水 背着书包 走在回营地的路上 西边的几组摄像头 才重新启动 他回到营地 江启云和白木川两人 正在激烈讨论 成林没打断他们俩的争论 搬来三块大石头 搭了一个简易的灶台 将装满水的不锈钢盆 放在石头顶部 从火堆里抽出几根柴火 放在三块石头中间 正对着盆地再添了一点柴 顺便竖起耳朵 听两人的讨论 白木川 这片林子有野兽 我看过 探秘神冬架野人 盘点那些不为人知的野兽 地球上人类不是唯一的智慧体 所以 这个节目肯定是发现了什么 让我们当小白鼠 我要回家 江启云耐着性子 你看的那些 都是无良公众号 为了博点鸡量 随便瞎写的 基本都是假的 还有 如果节目组真的发现了什么 上报政府找专业军队和研究员 来不行吗 干嘛找咱们来 江哥 我听说有一群人 喜欢找人当惜生品 献祭给恶魔 嗯 江哥 你替我干嘛 江启云捂着额头 我怕你再说下去 就会因为传播非科学愚昧迷信 被封杀 弟弟啊 你能闭嘴吗 白木川不服气 那你说 你是怎么想的 江启云说 肯定是节目组为了节目效果找人安排的 比如工作人员伪装的野兽啊 小木屋里的肯定也是节目组的工作人员 至于财宝 我们在户外求生 最需要的就是物资 我猜他们应该是提供给我们生存必须的物资 还有地图 我猜节目组后面 会安排让我们找到走出野猪林的任务 说完 江启云抬头问成林 成林 你怎么看 大姐头 你回来了 白木川背对着 才发现他的归来 我先不说 我的想法 你们试着从节目组的角度出发 如果你们是节目组的策划者 你首先最优先考虑的是什么 江启云说 安全 白木川想了想 跟着点头 没错 就是安全 成林赞同 接着他伸出手指 比了个二 那第二重要的呢 收视率 江启云想起负义宾反复提及的收视率问题 是这样的 成林点头认可 在保证嘉宾的安全前提下 要有收视率 要好看 要精彩 有看点 江启云和白木川认真听 做事情的时候 若是多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 就会让你减少很多麻烦 想想一下 我若是这个节目策划者 来到了这个地方 实地进行了考察 发现了一些安全隐患 如何让嘉宾避免呢 就是给你提示 为了达到目的 尽可能躲开危险 我认为 小木屋里的屋主 是工作人员没错 但野兽 可能是真的 江启云和白木川 同时愣住了 你们知道 地名这个东西 一般来说是怎么来的吗 成林问 两人摇头 成林耐心解释 有的以方向命名 有的以特殊标志性物品命名 有的以寓意 见两个人认真的表情 成林决定说的更详细点 他举例子 以方向命名的 比如说河北 他在黄河的北面 特殊标志性物品呢 比方说 黑龙江以省内的黑龙江河流冠名 青海以青海湖冠名 以寓意呢 比如重庆 双重喜庆 香港 因为他们那里香料出名 所以就是香料出名的港湾 哇 学到了新知识 白木川一脸惊叹 但他思考了一下微微皱眉 疑惑 大姐头 你说这个干嘛 江启云则沉声说 野猪林 成林暂许点头 没错 就是任务卡上说 我们现在所在的树林 叫野猪林 我猜想 野猪林这个树林的名字 应该是因为 这片树林里 有很多野猪 而我们任务地点 小木屋 这个地方附近 应该有比较多活跃的野猪 节目组用这个办法 让我们小心野猪 弹幕飘起了成片的 6666666 不是我吓唬你们 昨天晚上 我就听到了袍地的声音 成林说 若是我猜的没错的话 应该就是野猪吧 白木川 那我们快收拾走吧 成林摇头 不急于这一时 咱们先喝点水 吃点东西 野猪不喜欢这个时间 出来活动的 江启云 麻烦你去昨天摘果子的地方 再摘一点果子 白木川 你也去拿盆端点水 过来烧开可以喝 节目组 不是给我们进水泡腾片了吗 白木川问 省着点用吧 而且烧开的 谁比用泡腾片进化的水 味道要好一些 成林解释 说干就干 江启云采了果子 白木川端来了水 成林自己的水 已经滚开了 他用衣服垫着端下来放凉 大姐头 这片林子这么大 我们怎么找小木屋啊 白木川咬了一口野果子 酸得他鼻子眼睛都皱到了一起 第38章 成林 你呀开挂了吧 成林把书包里的干果拿出来 分了三份 自己手指按着栗子尾部三角 一掐 完整地取出了一颗栗子 小木屋悬址 一般都要避开地质危害 还要保证生活基本需求 我想小木屋应该在溪流附近 而且是在南岸 因为南岸阳光更充足 风也会比较小 另外 小木屋一般会在半山腰 不会太靠近溪流 因为雨季汛期 小溪水流变大 容易发生危险 也不能在山脚 同样容易积水和遇到泥石流 山顶风太大 也容易被吹散架 所以 我们应该找溪流南岸的半山腰 这是第一条线索 说完 他把栗子放到了嘴里 嗯 栗子有点干了 江启云在一边也拨开了一颗栗子 放到了嘴里 好香啊 今天再找找看 能不能找到些干果吧 江启云咽下嘴里香喷喷粉面的栗子 你说这些干果哪里捡的 今天我跟牧川也去找点 从松鼠的储藏室里找的 松鼠藏东西有一套 咱们时间没有那么宽裕 路上采点果子 凑合凑合先 成林说完 咬开了一颗橡果 嘎嘣嘣嚷嚼了 松鼠的储藏室 白牧川边吃边好奇地看着成林 能教教我怎么找吗 咱们没有那么多时间 先赶紧吃完收拾上路 早点找到木屋 早点踏实 江启云喝了口水 有些担心地问 可是咱们没有指南针 怎么分辨出东南西北啊 很简单 在北半球 树木枝叶茂盛的一侧 一般都是朝向南面的 还有风向 太阳在天空的位置 综合判断 还是很好找方向的 成林看着两人 一脸求之欲 但不想过多解释 干果好吃 但吃起来有些口干舌燥 自己滚开消毒的水 还有些烫 没办法喝 他舔了舔唇 你俩以后多看看相关资料片 研究研究观察观察 就能找到规律的 旁边递过来一个矿泉水瓶 是江启云 成林看着江启云 江启云很自然回答 我用消毒纸巾擦了瓶口了 你喝点吧 节目组有我的体检报告 我没啥传染病 成林没有解脾 别说江启云还擦了瓶口 H别动队出任务的时候 经常几十个人 用一个瓶子一副餐具 他接过来 一擦了擦嘴把瓶子递了回去 江启云一顿 看着瓶口湿润的那一小块 心脏忽然漏跳了几拍 成林看他没接瓶子 歉意一笑 用自己干净的袖口 擦了一下瓶口 再次递回瓶子 江启云这次没有任何迟疑 马里接过瓶子盖好盖子 成林这才继续说 方位不是重点 重点是我们如何找到小木屋 既然是废弃的小木屋 那么以前肯定有人居住过 或使用过 我说过了 人们生活离不开水 小木屋必然在西边不太远的位置 我们可以沿着小溪走 看到被人反复踩塌压出来的路 就可以顺着路往上找 我想 节目组不会把任务出得太难 到时候 一个嘉宾都找不到木屋 那就尴尬了 这是我说的第二条线索 节目组众人 何导和林监志 大眼瞪小眼 他们节目策划 团队几十个人 不眠不休加班了半年 才找到的方案 居然就这么随随便便 被成林给解密了 若不是他们将资料捂得严严实实的 他们真的会怀疑 成林拿到了剧本啊 而且 小木屋外野猪数量非常多 他们也很困扰啊 但整个林子最佳的任务地点 就是这个小木屋 就像成林所说的 小木屋很醒目 不难找到 就算找不到 节目组也会派人去接应嘉宾 当然 最后肯定会扣分 安全 是节目组第一要考虑的问题 节目组众人心中 同时涌上一种想法 成林 你呀开挂了吧 没想到成林伸出第三根手指 第三条线索 野猪 节目组众人 啥子 还有第三条线索 我咋不知道捏 第39章 渣渣中的战斗渣 搞笑 它明明是大老界中的王者存在 成林微微解释 将 起云找到了野果子 森林里只要有一颗野果子 就可以有几十颗 果实会被动物带到整片林子的 节目组织种枪条小型野兽 我猜想 即便我们找到小木屋 也最好不要轻易离开木屋 木屋附近应该活跃着很多野猪 野猪是杂食动物 在食物充足的情况下 它们会挑选更加易得 更加美味的东西进食 野果是个上好的选择 而为何小木屋外 会有很多野猪呢 应该是因为那一片 应该有个小型果树林 有了以上三条线索 我想找小木屋 应该不会太难 节目组 小木屋外 的确有一小片三十多株野果子树 它们想着 嘉宾去了小木屋 有野果子吃 也不至于太饿 小木屋唯一的缺点 就是附近活跃的野猪太多 原来 野猪跟它们一样 看中了果树林啊 节目组里 原本有些人嘀咕 成林是代资禁组 无脑花瓶 恋爱脑 渣渣中的战斗渣 非常鄙视他 现在 谁敢鄙视他 这特么是渣渣 这特么是牛逼 大佬界中的王者好不好 林总监回忆起成林跟自己说 下次他的签约费 不会这么低的原因是什么了 人家不是臭狂 人家是真有实力啊 就算好找 但今天做好思想准备 可能会走比较久的路 而且林子里路不好走 很消耗体力 也会比较磨脚 对了 说起这个 成林将果壳放下 将手里最后一颗栗子 放到嘴里 边嚼边拉过自己背包 拿出了一包东西 是无人机送来的物资中的卫生巾 你们俩的物资里 应该也有卫生巾吧 江启云和白木川 有点尴尬 但都点点头 成林打开卫生巾的塑料包装 拿出两个 撕开后面的包装 展开卫生巾 演示给他们看 你们这样展开 把这个铺到鞋底 对准了铺 下面有双面胶 能粘在鞋底 不会随便乱跑的 这可是应急时候 用的上好的鞋垫 包裹信号 弹力强 透气 稀罕 而且不抹脚 成林看了看外包装 上面的商标没有遮掩 说明这个牌子卫生巾 应该也是赞助商 他回忆了一下 自己网上看的 绝境求生的宣传广告 的确如此 于是 他拿起卫生巾 对着虚空打起广告 某某牌卫生巾 姑娘们 男士们 你们值得拥有 哈哈哈哈 我要是广告商 现在就给成林打钱 如此丝滑的打广告方式 我一点不反感 而且还想说 这种广告麻烦 多给我林姐安排一点 江启云和白木川一愣 接着都乐起来 没想到 成林看着冷漠严肃 其实应该是个 很闷骚的人吧 江启云哈哈笑完 觉得自己 越来越喜欢成林了 他不由得发出 真诚而疑惑的问 你以前为什么不火呢 还被全网黑 而且 江启云看了一眼 吃得满脸干果扎的白木川 嫌弃的继续问 我听说 你以前还挺欣赏这货的 白木川一听 不干了 哎哎 江哥 扎心了呀 你过分了呀 你捧大姐头就捧呗 干嘛非要踩我一脚 成林 也看了一眼白木川 哦 你说他 我那时跟岑姐关系好 顺带照顾照顾他 而且都是一个公司 你懂的 说完眨眨眼 江启云和众多观众 立刻明白了 哦 懂了 捆绑营销呗 反正这么长时间 大家也看明白了 要说成林 对白木川 一点感觉没有 那纯属瞎扯 如此浓烈的鄙视之情 怎么可能 说没有感觉呢 别的 是真的一点都没有 成林忽然玩耳一笑 那笑容 带着五分失落 三分不甘一分委屈 一分难过 至于我不火 主要是没有好编剧 好导演 瞧得起我啊 我接到的全是 无脑黑角色 网上大家都叫我 各自化 弹幕 五万五千五百五十五 我林好惨 能不能有个大佬 出来众筹 给成林来个好剧本啊 我立马转钱 我傲娇的大姐头 内心其实比谁都细腻 这么多年 大姐头 你也太不容易了 配合公司捆绑销售 还借一堆无脑招骂的角色 甚至我也骂过你 我真不是个人 别说了 估计今天很多人都会觉得 自己不是个人了 都说网上的信息不能信 怎么当初我就信了呢 成林 对不起 从今天起 我会好好呵护你 第四十章 男友力Max 将起云雄中 涌起强烈的呵护欲 妈的 乌烟瘴气的娱乐圈 天天搞鞋的歪的 什么破流量 把好的角色和剧本都抢走了 像成林这么优秀的明星 硬生生埋没了 我特么回去 就亲自给成林找剧本 成林要是活不了 我特么不信将 说完 他恶狠狠吃掉了 手里最后的相果 就像嚼着只看流量的万叶 资本主义家一样 差不多了 再多就做走了 成林想 成林瞬间受了那 掺杂着多种情感的笑容 像是察觉到自己失语了 恢复常态 装作若无其事的一拍手 好了好了 抓紧时间吃 我们收拾下 准备上路 会有机会的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大姐头 别上心 成林我二一笑 知道了 你们抓紧时间吃喝 白木川和江启云喝了水 吃完干果 在成林的指挥下 把卫生巾当作鞋垫铺好 他们将剩下的亮亮的水 灌进了矿泉水瓶里 学着成林的样子 用沙土将火堆盖岩石 确定 没有一丝火星了 这才背上双肩包 你们把裤脚砸紧 用袜子套住 这样不会有蚊虫钻到裤子里 成林边说边弯腰 别裤脚 江启云白木川 两根棍子棍子笔直顺流 没有毛刺 抓起来还挺顺手 这棍子好漂亮 白木川感慨 干嘛用啊 是防身吗 防身也可以 主要是探路 这片森林 可能会有捕兽家 蛇 或者兔子挖的洞 塌陷的小型泥潭 你们走路的时候 别光追求速度 草木茂密的光线不好的地方 一定要用棍子这样 他用棍子点了点地 试过没问题 再下脚 不过有我在 你俩不用担心 我打头阵 你们跟在我后面就行 有我在 别害怕 男友力max 完了完了 我弯了弯了 万万没想到 大周末的 我居然定了 比平时还要早的闹铃 就为了看成林 一点也不亏啊 我单方面宣布 成林是我下一任男友 成林来营地的时候 已确认了方向 他在脑海中画了个图 根据光照 溪流 树木的走向 三角定位 大致确定了小木屋的方向 于是他拿着棍子 一马当先 朝既定的方向前进 白木川是个画牢 一会儿说封城哪个饭馆好吃 一会儿说小时候 有意思的是 非常像小学生 结伴出去郊游 叽叽喳喳说个没完 说实话 成林不讨厌白木川 这孩子看上去傻乎乎的 没什么心眼的样子 其实内心还挺善良的 江启云没怎么说话 他只是 有一搭没一搭硬着 成林则全身心探路 他若自己独行 会轻松得多 因为 他下脚的时候 会留几分力 万一有什么不对 也能立刻拔脚 可后面俩人 没有那个能力 也不是三两句就能交汇的 于是 成林便格外多留意一点 绕开了几处凹陷的中空的洞 也绕开了腐臭的动物尸体 一走就是两个小时 白木川 从最开始叽叽喳喳 变得越来越沉默 脚步也越来越沉重 成林已经将脚步 放到了最慢 可白木川 还是跟不上 可白木川 咬着牙 一句没坑 直到 白木川 虚浮的脚步 抬得太低 被一根蔓延出地面的树根绊住 小心 成林眼疾手快 伸过棍子 挡住了白木川 即将摔倒的身体 江启云也掺住了白木川 看了一眼脚下 被树根绊倒了吧 成林看了看白木川额头的虚汗 嘴唇都白了 他说 我们也该休息一下了 江哥 你照顾一下木川 给他喝点水 我找块干净地儿 好 江启云说 成林手脚麻利 不一会儿功夫就找了几块大石头 跟石桌似的 挺平整的 也挺干净的 他绕着走了 一圈 没发现什么安全隐患 便反身回到分手的地方 带着两人过来 白木川实在坚持不住了 一屁股坐到大石头上 把双肩包扔了下来 累得他连吐槽的力气都没有了 江启云还好些 他把水递给成林 问 咱们走了多久了 在野外这种徒步走 又没有手表手机 对于时间的流失速度 一点概念都没有 他只是随口问 成林说 大约两个小时多一点 他一直数着自己的心跳 他没有剧烈运动 心跳速率平稳 倒不是他刻意去数的 都是长期待在 H别动队养成的习惯 第41章 成林献唱 真的是两个小时 刚刚他们出发的时候 我刚好看了眼时间 牛了呀 成林 不懂就问 这有什么牛的 一看就知道 你们平时都离不开手表或手机 就说拉屎这件事 在门外等待的时间 和在马桶上坐着的时间 完全不一样 他们在野外 那么累 还能准确的估算时间 不是一般的牛逼好不好 我真服了你们这帮脑残粉 这么明显的剧本 都看不出来吗 成林从开始 表现的就很神 说没有剧本 狗都不信 我也是 半天没说话 成林在哪里花钱请的水君 是兄弟别一个人闷头挣钱 发出链接 让我们挣点呗 你猜怎么着 我刚刚问了一条狗 狗说 我信 水君 我们是成林的自来水 成林花钱请我们 拜托 我们现在想给成林花钱 但没地方花 只能口头支持一下了 前面那位 麻烦问你一句 我现在 让你套兔子 你套得着吗 我让你徒手搭棚子 请问你搭得了吗 要不 你就来给兔子处理一下 去皮去那脏串起来烤熟 你上嘴皮 碰下嘴皮容易 不服气 自己去试试 还有 你来抓一个无人机试试 我负责任的告诉你们 徒手肢解无人机 才是最难的部分 谁知道那无人机 有什么猫腻没有 说不定 导演故意安排了一架 坏无人机 让成林出风头 我真服了你们这帮黑子 啥剧本啊 我只相信我的眼睛 我林熬了一宿 还这么精神 你熬一宿 就跟双打的茄子似的 拜托 这俩男的 睡了一晚都走不动道 我林脚步轻盈 要不是白目穿泪的 差点摔倒 我林根本不会停下 我也懒得给你们这帮 无脑粉丝争辩 我话放这儿了 成林绝必是开了剧本卦 你们爱信不信 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鸡同鸭讲 有没有管理员 这种人在直播间留着干嘛 太影响观看体验了 踢出去踢出去 高低也要安排个今年套餐 直播间炒翻了天 成林三人可不知道 三人安静 坐在大石头边喝水 享受着忙里偷闲的时光 白目穿虽然累 但到底也是 差点成为运动员的人 他就是最近一段两年 疏于锻炼 又过分追求 上进好看受的要命 底子还在 休息了一会儿 恢复了不少体力 一有体力 他就闲不住 刚缓过累的劲 便站起来 围着石头东 看看西丑丑 森林不同于都市 新鲜玩意儿特别多 很快 白目穿有了新发现 哇 这是蘑菇吧 咱们摘点一会儿 生火煮着吃 白目穿眼睛闪闪 找到食物了 他终于为组织 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成林头都没抬 他刚刚在检查 石头周围的时候 就发现了这几粗蘑菇 没采 那是因为 这些蘑菇是毒蘑菇 吃完就可以 进入幻境那种 成林没有回答白目穿 而是答非所问 哎 白目穿 我给你唱首歌吧 什么 江启云文言一呆 白目穿没多想 立刻捧场 大姐头的歌 我还没听过呢 这是我在网上看到的 成林第一次露出 有点腼腆的笑 就是我唱歌 有点不在行 你俩别笑我 大姐头 你别谦虚了 来来 江哥掌声走一个 江启云跟着鼓起掌来 作为歌王的他 真的挺想听听成林唱歌的 成林有个好嗓子 想来唱歌 应该也很棒 成林清了清嗓子 红伞伞 白杆杆 吃完唐斑板 唐斑板 睡观观 然后埋山山 埋山山哭喊喊 亲朋度来吃饭饭 吃饭饭有散散 大家唐斑板 唐斑板 没人管 全村风干干 江启云 白目穿 节目组众人和 众多观众震惊了 居然有人唱歌 能唱成这个样子 你若说他没调吧 你能听出他是有旋律的 你若说他有调吧 偏偏没有一个字在调上 成林这么漂亮的一张脸蛋 怎么就发出这么可怕的歌声呢 太不合理了 第42章 我做错了什么 你要这么对我 成林的期望很简单 想当年 他在H别动队的时候 可是出了名的金嗓子歌后 多少人听他唱歌 都激动得泪流满面 而他现在打定主意 要在娱乐圈混出一片天地 有个好歌喉 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光环 比如江启云 他就是影视 乐坛双齐明星 多受欢迎啊 成林握着拳 陶醉得自信地 边唱边看着天空 一曲罢了 他转过脸看着江启云 问 你觉得好听吗 论专业性 江启云无疑是业内精英 他若给出肯定的答案 他在乐坛成为星星这件事就稳了 改天接个唱歌比赛的综艺 再出几张唱片 然而 他没有得到江启云的回答 江启云一脸空白 成林笑容逐渐消失 转脸看了看白木川 发出丹音节疑问 嗯 白木川张了张嘴 无法发出声音 成林的歌声太震撼了 他一时之间无法分辨 自己是怕指甲滑黑板的声音多一些 还是怕成林的歌声多一些 弹幕也是 齐刷刷的 空白了十几秒 然后排山倒海 早晨起床那点残存的睡意 都给唱没了 瞬间精神 JPG 我的耳机说 我做错了什么 你要这么对我 我想回到两分钟前 对着充满期待的自己喊 快静音 有一瞬间的脑子发白 我觉得 江歌王跟我的感受 肯定是一样的 成林看这俩货的反应 绝对不是好听的反应 不应该啊 就算不好听 当着直播间这么多人的面 是不是也应该多少捏着鼻子 敷衍夸几句吧 成林脸色逐渐变黑 江启云终于从那 动人心魄的歌喉中清醒过来 咽了咽口水 看着成林的黑脸 小心翼翼的说 哎 那个你唱歌好像有点跑调啊 跑调 我 成林惊讶地指着自己的鼻子尖 怎么可能 他没听出来啊 难道他 江启云有了猜想 他说那什么 这个歌我刚好听过 你先听我唱一遍 看看你能不能听出什么区别来 说完 江启云连个准备的清嗓子之类的活动 都没有 直接开口 红伞伞 白赶赶 吃完糖斑板 糖斑板 睡关关 然后埋山山 成林认真听着 江启云唱了这么几句便停下来 问成林怎么样 你听出什么区别了吗 啊 谢谢歌王 洗干净 刚刚成林给我弄脏的耳朵 好听好听 这么俗气的歌都能唱出这么空灵的感觉 不愧是天使吻过的声音 区别 有什么区别 就是男女声线不同的区别啊 成林一皱眉 我觉得 我唱得跟你调一样 你听我再唱一下 红伞伞 白赶赶 吃完糖斑板 糖斑板 睡关关 然后埋山山 毫无防备 我再次被暴击 开心得太早了 刚洗干净的耳朵 林 你为什么 还要再唱一遍 为什么 你告诉我 咆哮 为了听江启云的歌 我刚调大的音量 不说了 我先去挂个耳鼻喉科 我的耳朵受到了一万点污染 那个 成林 你知道有个毛病 叫鹰吃吗 江启云是专业混音乐界的 自然更了解一些 他解释道 就是有一种人 他的音乐的感知障碍 也有可能是成长过程中 声带周围的肌肉 没有发育完整 都可能会造成五音不全 而且 有一种五音不全 唱歌的人自己都听不出来 成林知道 鹰吃 只是他不知道 自己穿越过来 这个小妹妹 居然是天选之子的鹰吃啊 早知道就不唱了 反倒起了反作用 刚刚心头涌现出 成为新一代歌后的希望火化 直接被现实扑灭了 从来没有人说过我唱得难听啊 我爸妈 我哥和妹妹 他们都很喜欢听我唱歌 江启云说 不知道你看没看过一片古文 邹记讽 其王纳贱 成林立马明白了 说不定曾经在H别动队的时候 唱歌也未必好听 只是他们不敢 或者不愿意说吧 成林花了三秒钟 让自己接受了自己是个鹰吃这个现实 然后他清了清嗓子 嗨嗨 知道了 以后不唱了 那什么 白木川 刚刚捡起魂的白木川 被突如其来一嗓子 猴腿插一丢丢 就再次丢魂 啊啊 大姐头 你有什么吩咐 可 这个歌 你不知道什么意思啊 白木川心里嘀咕 您那吊跑的 我都没心情听歌词 但他也就敢复义一下 面上一点都不敢录 不知道什么意思 我还以为 这是你给我们做抗压练习呢 你妹的抗压练习 成林直接翻篇 开始解释 这个歌的意思 说的是毒蘑菇 这些蘑菇都是毒蘑菇 不能吃 吃了会死人的 第43章 白木川和江启云 有口福了 听说蘑菇不能吃 白木川感觉挺可惜的 他盯着那几簇 长着散帽胖乎乎的蘑菇说 我很喜欢吃蘑菇 吃烧烤的时候 我都会点好多创烤蘑菇 成林巴布的赶紧转移话题 别继续讨论美妙的歌喉 听白木川这么说 便跟着说了一句 想吃蘑菇 那简单 这里蘑菇很多的 咱们中午就吃烤蘑菇 啊 白木川疑惑 你刚刚不是说 这蘑菇有毒吗 我说这个蘑菇有毒 不代表这个森林里的蘑菇 都有毒啊 成林指了指 几部外的一棵大树树荫 那里十几个蘑菇 是能吃的 你怎么知道的 白木川再次震撼 难道这也是你看过的书里 交给你的知识 成林心说 我特模去考个植物学的博士 都不成话下 这些寻常见的蘑菇 我当然认识了 能吃的 哪个是真菇 他换了另一个解释的办法 在野外找东西吃 有一个办法 就是 虫子爬过的植物 基本都是没毒的 野生动物 在食物安全方面 比我们更敏锐 他扬了扬下巴 刚刚我看见 有一个爬虫 从那边蘑菇上爬过 大姐头 你真厉害 白木川再次安排彩虹屁 并且拉上江启云 你说是不是啊 江哥 哎呀 是 你说的对 江启云点头 成林真的很强大 不夸张的说 是他见过最强大的女人 白木川 立马朝成林说的地方跑去 他是有点轻微近视的 他跑到成林说的树荫处 才看到那五六粗蘑菇 刚要伸手摘 成林喊了他一句 等等 你拍拍蘑菇头再摘 啊 白木川蹲着 手放在蘑菇饼上 疑惑回头 为什么 是因为他们睡着了吗 呆蒙白木川 笑死了 叫醒蘑菇告诉他们 他们马上要被做成烧烤了吗 成林无语了片刻 是因为蘑菇是包子繁殖吧 采蘑菇时拍几下 可以释放包子 包子落到地上 就可以帮蘑菇传播包子 这样过一段时间 这里还会长出新的蘑菇 江启云开口解释 随后望着成林 我说的对吗 成老师 成林竖了竖拇指 对 是这样 你俩待在这里 不要走开 我再去找点吃的 那你小心点 江启云叮嘱 嗯 放心吧 成林转身要走 刚走几步 停下来 回头问 你俩还有什么忌口没 牧川不吃兔子 没有忌口 江启云说 别的我都吃 白木川回答 行 成林背起自己的双肩包 从放到灌木丛上拿起棍子 早饭没吃多少 我想办法多弄点吃的 可能时间会久一点 不用担心 那我们怎么知道 你有没有遇到什么危险 江启云不放心 要不我跟你去吧 白木川毫了一嗓子 江哥 别抛下我一个人啊 我害怕 要不我去跟大姐头 打猎你留守 你俩好好歇着吧 一会儿会更累的 再说了 我要带着你俩 还得费神照顾你俩 太麻烦了 江启云捂着心脏 很夸张的表演 虽然你说的是事实 但我还是受伤了 成林笑了 想了想从旁边树上 揪了片干净的叶子 用衣经擦了擦 凑在嘴边 揪 他吹着树叶 发出响亮而悠长的声音 如果我有危险 就吹响树叶 哇 大姐头 你好厉害 什么时候教教我吧 白木川瞪着求知的双眼 这算什么 成林把树叶放到口袋里 回头就教你 走了 别说这点声音 他的绰号叶音 还有个原因 是他能把树叶 吹出很多好听的声音 这才几天啊 感觉那些事 就像是上辈子发生的一样 严格意义来说 的确是上辈子了 他甩了甩头 不想了 不如专注于眼前 想想待会儿吃点什么呢 烤鞍唇 烤野鸭 烤 哎 这是 蛇 成林的脚步一顿 看着树枝垂下来 弯弯曲曲的绿色蛇 然后咽了咽口水 白木川和江启云 有口福了 第四十四章 满载而归 弹幕 成林怎么不动啊 不知道是不是我眼花 我好像看到了 他前面的一根藤洞了 哎 不是好像 就是洞了 那是一条蛇 救命 蛇 蛇 我的天 快跑啊 可是我怎么看 大姐头一点都不害怕 甚至有些开心 成林当然开心了 看见吃的了 能不开心吗 只见他抬起拿棍子的手 罩着蛇头 就是一棍 那条蛇掉在地上 扭曲了几下 就不动了 随后 他掏出折叠小刀 力所将蛇头斩下 用棍子随便在地上 处了一个坑 将蛇头扔进去 拎着蛇尾巴 继续前进 发生什么了 蛇 我有同样的疑问 松鼠再次擦了把汗 还好我肉酸 裂开 原来应该喊救命的 不是大姐头 而是蛇啊 鲁迅曾经说过 没有一只动物 可以活着逃脱成林的魔掌 一条蛇 烤完跟两根鸭脖差不多 最多算零食 成林响 而蛇出没的地方 大概率都会有鸟巢 而森城的纬度和气候条件 这里应该会有很多的鞍唇 鞍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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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鞍唇一般喜欢在干燥 温暖 阳光充足的地方筑巢 而满足这一切的 成林看到了 在几株绿矮的树木中间 长着一大丛灌木丛 足有半个篮球场大小 阳光洒在灌木丛上 通风也不错 这个地方 太适合鞍唇筑巢了 成林把蛇蝉在树枝上 倒挂着空血 自己则朝着灌木丛走去 巴拉了几下 他成功看到了 自己想要见到的东西 鞍唇蛋的巢 巢里安静 躺着八九颗小小的鞍唇蛋 成林立刻从包里 袋子拿出来 小心翼翼地将鞍唇蛋放到里面 蛋和蛋之间 还塞上枯草 以免碰撞而破碎 他并不满足 这一片灌木丛条件太好了 不会只有一户鞍唇安身的 果然 他又找到了两个巢穴 一共25颗蛋 他这才满意地 把袋子放到书包里 再把书包放在树下 弹幕密密麻麻 全是惊叹号 一排排666和牛逼的间隙 有人问 成林怎么把包放下了 他还要干嘛 我猜 他应该是想抓鞍唇 烤蘑菇 烤鞍唇 烤蛇 烤鞍唇蛋 江启云和白木川 也太爽了吧 说好的成林蹭热度呢 他就是热度本身啊 可是 鞍唇怎么抓啊 他们不是还要赶着 去找小木屋吗 会不会浪费太多时间 百度百科 鞍唇鼠唇类 体长14至20厘米 喜欢几只成群活动 常在灌丛和草丛中前行 当其受到惊吓时 会发出鸣叫 遇有危险时 长前扶草丛中长时间不动 或在草丛中奔窜 很少起飞 成林蹲在灌木丛处 鞍唇们胆子很小 自己刚刚翻找灌木丛的时候 他们应该就躲在附近 但是鞍唇又很呆 只要自己安静待一会儿 他们就会以为 危险已经远离 就会成群结队的出来 若是再给一点点引诱的声音 那他们肯定会自投罗网 成林脱下外套 将衣服翻过来 拉锁全部拉开 下摆用抽拉绳 用力缩紧 两只袖子系在一起 把衣服做成开口包裹的形状 他拎着打结的袖口处 藏在灌木丛边的树根下 成林捉起嘴唇 咕咕咕咕 成林又在干嘛 雪鸟叫 卧槽 这口气 我老家上山抓安纯 就要弄出这种动静来 为什么成林口气这么好 唱歌偏偏不行吗 因为口气用到的不是五音啊 怎么可能会有用啊 安纯又不是傻子 视频链接 用鸟声诱补安纯 效果一级棒 链接甩给你们了 自己看 这时身后不远处的树林 慢悠悠钻出一只胖乎乎 傻呆呆的安纯 朝成林隐身的地方走去 接着又是一只 后面还有一只 成林并没有停下 直到五只安纯好奇心旺盛 脚程又比较快 探头探脑的 朝成林藏身的大树走来 这时成林模仿出来的叫声 忽然变得急切起来 咕咕咕咕 奇迹的一幕出现了 五只安纯一改之前的官布 就像发疯了 一般朝成林躲着的大树飞奔来 成林抓着自制衣服包裹 冲了出来 左一兜右一兜 五只安纯全部被包在了衣服里 而远处还有几只跑得慢的 见到成林一呆 扭头就跑 成林没有追那几只安纯 五只安纯就够了 安纯们在成林外套里拼命挣扎 成林缩紧了口子 从口袋里抽出准备好的绳子 伸手进去 抓住一只安纯扭断脖子 拖出来 用绳子把死安纯的脚套上绳索 最后五只扭断脖子的死安纯 全都脚套在绳子上 成林把衣服外套袖口解开 翻过来 再次穿好 再把套着安纯的绳子 绑在自己的腰上 我之前质疑 求生节目为什么不找专业人士 现在我想 还有比成林更专业的人了吗 他这衣服还能穿吗 他装安纯的时候 是用外套外面的那一面 我天 五只香喷喷肥瘦瘦的大安纯啊 我忍不住去缩了一下烤安纯的做法 现在 我已经在去往能吃安纯的烧烤店路上了 成林心满意足地站起来 背好书包 拎着蛇往回走 回去的路上 他还弯腰捡了一些黄色的片状蘑菇 在树上摘了一些圆枣子 野生猕猴桃和山楂 塞了满满两口袋 江启云和白木川等的 有些心急 没有手机真不方便啊 白木川感慨 真不知道 以前人们没有手机 是怎么过来的 也不知道成林会不会遇到什么麻烦 江启云皱着眉 大姐头很厉害 我倒不是很担心她 再说了 节目组的虽然没有露面 但肯定躲在暗处偷看呢 他们也不能让我们真出事吧 话是这么说 江启云越琢磨越担心 手撑着大石头 站了起来 要不我还是去找找看吧 正说着 就看见成林的身影 出现在不远的树木旁边 白木川兴奋地挥舞着手 大姐头 你回来了 成林扬起手 冲她挥了挥 白木川脸上表情一呆 她看到了成林抓了一条 长长的绿色东西 怎么看上去那么像蛇 第45章 烧烤派对马上开始 江启云看到成林的身影那一刻 悬着的心一下子放了下来 她快步迎上去 成林 你回来了 怎么样 江启云关心地问 收获满满 咱们麻利点 用不了半个小时就能吃上 成林语气轻快 她回来的时候 走路很缓慢 就是怕背包里的鸩唇蛋 会跟自己调料品罐子 碰到一起弄碎了 她抬手将手里的东西 递给江启云 你先拿一下 我检查包里的蛋碎了没 江启云毫无防备 伸手接过成林 递给自己的东西 咦 怎么 感觉手感怪怪的 滑腻腻的 软乎乎的 冰冰凉的 江启云自然地抬起手 想看看手里的是什么东西 一条没有头的蛇 没有头的蛇 蛇 江启云惨叫着 把蛇扔到了地上 疯狂的原地跺脚搓手 一身的鸡皮疙瘩 都直冷起来 整个人跟炸了毛的仙人掌一样 成林被一嗓子豪的 险些没拿吻双肩包 等好容易将启云平静下来 成林诚心诚意地问 你的经纪人 有没有给你的嗓子买个保险 这种叫法 总有一天 嗓子会报废的 白怒川看清那是条蛇后 压根没敢从大石头上下来 江启云哆哆嗦嗦 怎么怎么 会有会有蛇 有蛇还新鲜吗 成林把双肩包放在地上 小心翼翼拎出袋子 沉甸甸的袋子 没有任何蛋液渗出来 他这才放松扭头质疑 江哥 你不是说你喜欢户外吗 就没遇到过蛇 我是见过很多次蛇 但我从来没抓过呀 江启云快抓狂了 自己的掌心 还残存着死蛇 那冷冰滑溜的手感 一想起自己的手 刚刚抓了什么 江启云就恨不得 把自己的爪子切下来 哦 那么说你也不吃蛇了 成林问 江启云疯狂摇头 成林望向后面 那一脸惊恐的白牧川 你呢 牧川 你吃吗 蛇 白牧川疯狂摇头 星号二 嘖 两个没有口福的家伙 我烤的蛇 可好吃了 成林替他们惋惜 江启云和白牧川 一点也没觉得惋惜 他们只觉得 成林丧心病狂 好嘛 你俩吃烤鸳蠢 烤蘑菇吧 成林嘀咕 你俩不还说 自己没有忌口吗 关键是 我们也没想过 你会抓这么一个玩意儿回来啊 下次我是不是还要声明一下 我们不吃人肉啊 江启云搓了搓 自己胳膊上 退不下去的脊皮疙瘩 行行行 知道了 你俩把自己的不锈钢盆拿过来 我找到一些鸳蠢蛋 还有蘑菇 和一些椰果子 你俩拿着盆去溪边清洗一下 我处理一下蛇和鞍蠢 鞍蠢 江启云和白牧川 异口同声 成林腰部绑着的鞍蠢 虽然很强眼 但都没有成林手上的蛇 更射人心魄 两人问完眼神找了一圈 看到那五只 倒挂在成林腰间的肥瘦鞍蠢蠢 成林把口袋里的椰果子 书包里的蘑菇 鞍蠢蛋袋子 递给两个人 三人一起朝溪边走去 江启云和白牧川 在小溪上游洗果子 成林在下游 用拆快递的小刀 处理蛇和鞍蠢 成林从舌头处往下包蛇皮 一整张蛇皮取下来 放在水里清洗干净 蛇皮是个好东西 得好好保管 鞍蠢拔毛洗净 肢解的无人机零件 到了派上用场的时候了 无人机的底部支架 拆了六根 螺旋桨八根 大小铁棍数十根 都用作烤串的签子了 你俩把帐篷拿出来 不要打开 当餐不用 你俩洗干净的东西倒上面 再用不锈钢盆接满水 放旁边 待会儿我要用 另外 姜哥 你带牧川去找点干柴 我腌制一下食材 咱们尽快开吃 成林分工得当 他安排好两人的工作后 先从包里 拿出瓶瓶罐罐的调味料 从书包外侧袋子 拿出几根 昨天揪下来备用的野地沙葱 掐成一小段一小段 放到自己的不锈钢盆里 再倒入五香粉 盐 料酒 白芝麻 香油 白醋 蒜蓉和辣椒粉 用手抓弄好 均匀地涂抹到鞍唇内外 蛇的外面 反复揉搓 调味料 可以尽可能多且快地进入肉里 等五只鞍唇和蛇 都涂抹好了调味品 成林站起来 弯腰在树林里 找了两个长条状的小臂长的石头 这是 江启云和白牧川 已经搬了第一趟木柴回来 白牧川微微喘着气 额头沁着汗珠 他把木柴往地上一扔 摊坐在大石头上 看成林正在用无人机卸下来的金属壳子挖洞 大姐头 你挖洞到吗 白牧川问 做个简易的户外烧烤架子 待会儿 木柴堆在坑洞里 不容易被风吹得到处都是火星 也不容易把烧完的灰烬 沾污了烧烤食材 成林说着 看了一眼木柴堆 这些木柴恐怕不够 你们还得再去找找些来 江启云用脚踢了一下 赖在大石头上的白牧川 你不是一直念叨饿了吗 麻利点 继续找柴 好艰难 野外生活太艰难了 白牧川揉了揉肚子 饿死宝宝了 是我错觉吗 平时我也没这么容易饿的 户外的活动消耗量肯定大 而且在森林里跋涉 眼睛看到的 鼻子闻到的 肌肤感受到的 纷繁复杂 这些都会消耗人的精神力 所以比寻常户外更容易饿一点 江启云解释着 但他一直盯着成林 成林挖好了坑 木柴填到里面 将两个长条石头 挨着放在坑一侧一个 把两个装满水的盆放在石头顶部 确定放平稳了 这才弯腰给木柴点火 成林手脚太麻利了 江启云刚刚站在旁边 想给成林搭把手 都没找到下手的机会 白木川又跟着江启云去找柴了 生好了火 成林把洗干净的鞍唇蛋 放到其中一个不锈钢盆 另一个盆的水是 等着一会儿解渴用的 烧开了几遍 用布垫着 把开水盆放到了一边 他用拳头钻了钻蘑菇 蘑菇挤出了不少水 他又在蘑菇表面涂抹了一层香油 然后拆点蘑菇抹烧烤酱 串上串 江启云和白木川 把附近能找到的木柴 基本都找来了 最后他们去了稍微远一点的地方 搬来不少 成林看了一眼 行了 这些足够了 你俩去洗干净手 在旁边吃点野果子等着吧 烧烤派对马上开始 这俩人长舒一口气 坐在大石头上 忍着恶看成林厨艺表演 第46章 第一次对人看走了眼 鹌醇蛋的铁盆水滚了七八分钟 成林把盆拿下来 拿出一个无人机的机翼 把鹌醇蛋表壳按挤压 使得鹌醇蛋表面多了不少裂纹 再往盆里倒入沙葱叶子 食盐 五香粉和料酒 进行腌渍 大姐头 你这是做五香鹌醇蛋吗 白木川抓起一把圆枣子 好奇看着 多麻烦 不能直接吃吗 其实煮熟就能吃 但咱们户外消耗量大 不吃点带味的食物 身上没力气 刚好我这里有调味品 也不麻烦 成林解释 江启云则看着 手中枣大小的绿色果子 你说这个叫圆枣子 江启云问 需要包皮吐河吗 不用 圆枣子又叫野生猕猴桃 有强壮 解热 收敛的作用 吃了挺好的 就是别吃多了 容易复泻 你俩一人别超过时刻 成林说 稍等会儿 我把火弄旺一点 淘起来比较快 说完 他往火堆里添了一点柴 接着把五只鞍唇 和一条蛇的 全都放在火焰上方口 江启云和白木川 眼巴巴看着 火焰的外焰 舔着粉色的肉 不过一会儿功夫 就已经有淡淡的香味飘出来了 成林时不时抓起一点 调味料撒上去 翻动着每根铁签 让食材烤制的均匀些 他长得很瘦 胳膊长腿长腰细 即便穿着肥大的户外服 也并不显得臃肿 一头黑肠发为了方便 马尾团成了发际 入着银白圆润的额头 干净的修长的脖梗边 散落着几缕碎发 即便是不化妆 在野外搓磨了这么久 他却依旧面容干净 精神饱满 就像个高中生大学生一样 干净清纯 而这么一个看着像学生的女孩 坐在浓密的丛林里 手抓着铁签在火堆边 娴熟的烧烤 给人一种强烈的反差美感 再加上他烧烤的时候 几乎没有一个多余的动作 看上去行云流水 颇有种血液大师的风范 手一翻一转 肥胖的安纯表皮逐渐收拢 慢慢变成金黄色 竖着表皮往火堆滴答油脂 香味也越发浓郁 大姐头 好香啊 白木川用力咽了咽口水 他刚刚吃了好多山楂和圆枣子 满嘴满胃都泛着酸水 闻着热腾腾的香喷喷的烤鞍唇 真的要坐不住了 江启云也没好到哪里去 他出身正客家 家境优渥 从小就有专门的营养师和厨师做饭 家里管的盐 连学校饭菜都不怎么吃 而是专门找人送饭 或接回家吃 除了避不开的应酬和宴会 他很少在外面吃饭 更别提烧烤了 长大以后 不用受家人约束了 可他却不能去吃烧烤了 因为他出名了 吃个烧烤 要是被人认出来 就会引发不小的喧闹 偶尔也在五星级饭馆 吃过精致的小烤串 窗明激净 奢华大理石桌子 雪白的餐巾布 精致的小串 整齐的码放在银制餐具里 那么的高雅而无趣 而此刻 木天席地野虫悠悠 青烟滚滚 烤银唇发出 滋辣滋辣冒油的声音 卫生条件 江启云发誓 自己父亲和哥哥看到了 能当场晕倒 可江启云就在这一刻 品尝到了那么一点 自己从来没有 沾惹过的人间烟火器 成林烤银唇好吃吗 江启云问成林 会不会有什么奇怪的味道 你没吃烤银唇 哦 放心 没有什么怪味 而且比一般的琴雷 要味道更好一点 成林说着翻了面 用旁边的木汁搓了搓肉 检查熟度 他接着说 安纯的脂肪含量低 蛋白质含量高 吃起来清爽 鲜香不油腻 而且 安纯骨头很细小 我烤得酥一点 你们可以嚼着 连骨头带肉一起吃 听着就好吃啊 听成林的解释 白木川再次咽了咽口水 他好奇地发问 大姐头 你怎么烧烤这么鲜熟啊 看着你 不像是会做这些事情的人 个人兴趣爱好吧 成林说 就多少了解学习了一下 算不上什么好手艺 江启云听了立刻反驳 别谦虚 你昨天那只烤兔子 真的太好吃了 而且还是在这种条件下 烤出来的 我啊 还是第一次 对人看走了眼 怎么 来节目之前 挺瞧不起我的吧 成林逆着眼看他 江启云轻壳一声 毕竟 你也没有什么正向的新闻吗 江影帝 你哪里来的胆子 居然敢对大姐头说实话 成林 请您高抬贵手 我家江启云 被保护得太好了 从小没有受过什么苦 也不知道什么话 该说什么不该说 您大人有大量 居然敢得罪大腿 怎么这么想不开 成林没生气 他斜了江启云一眼 办事解释 办事劝说 说实话 你们现在的年轻人 太毛躁 太肤浅 有的事情 眼见不一定是实 我以前什么样子 还不是媒体说了算 我打个小比方 牟川 你在大巴上 那段爱护环境什么的介绍 是死基因背下来的吧 白牟川黑黑笑着 是啊 我姐和经纪人逼着我背了好多遍 其实我还是漏词了 就是说嘛 导演不是跟咱们说了吗 上节目 要保持本我 不要想着令人设 因为在野外艰苦的环境考验下 一个人呢 很难掩饰他的本性 再说了 其实我觉得 你这样反而挺好的 别老端着一副高高在上 神圣不可侵犯的样子 再说了 你能保持这个 人设一辈子吗 就算能保持 你不觉得累吗 白牟川和屏幕外的经纪人 大K都愣住了 第47章 跟他妈的休闲度假似的 这就是白牟川 目前职业生涯中的最大危机 白牟川借着东风 再有姐姐的助力 他很快变火了 他的人设是温润公子型 街道的角色 也多是这一类 容易讨好观众的清高类型 但观众会审美疲劳 而且会串戏 白牟川自己也会厌倦 演技只会退步 不可能进步 路会越走越窄 等有一天 青春不在 难道还要以一个三四十岁的状态 去演一个青年才俊吗 江启云也在旁边愣神了 他虽然比白牟川戏路广一点 但十分有限 也是那种玉树林峰 青年才俊 总裁帝王一类的 两人陷入思考中 就听成林喊他们俩 好了 烤鸯鸯烤好了 既然你俩都不想吃烤蛇 我就独享了 鸯鸯你俩一人两只 我一只 小心烫 成林一人给了两串鸯鸯 江启云接过 哇 好沉 看着比手机大不了多少 肉还挺多 成林把腌了许久的蘑菇 放到了火上 又把一边五香鸯鸯蛋的盆 放到火上 他添了几把柴 吹了吹蛇肉 啃着吃 蛇肉比鸯凉得快 成林把蛇肉搓成S型 肉丝劲到微微辣 吃起来别有一番风味 比鸭脖肉口感劲到些 也没有那么多的 金头八脑的淋巴 好吃好吃 白木川被鸯烫了一下嘴唇 这会儿 只能眼巴巴看着成林吃 大姐头 好吃吗 当然好吃了 成林吐了嘴里的骨头 你可以揪着腿 撕下来 这样凉得快一点 白木川和江启云 立刻照做 烤鸯唇的腿 色泽暗红 闪着油光 成林在表面 撒了一层薄薄的辣椒粉和碎芝麻 看着就让人口舌生惊 白木川两天没吃肉了 比江启云更急迫 他咬了一大口肉 肉刚入口 有些烫 但一旦适应了这个温度 其他的味道 就弥漫了整个口腔 肉汁饱满 有勤类特有的香味 还有木柴熏烤的独特烧烤 有的香味 几种调味料和烧烤 混合在一起 好吃的想连舌头一起吞下去 江启云 把自己其中一只鞍唇 两条腿掰下来 递给成林 给你 你这么累多吃点 成林却并没有接 他忽然表情变得极为神情严肃 竖着耳朵听着什么 怎么了 江启云问 有人来了 成林压低嗓音 白木川直接站起来 张望着 会是哪个嘉宾呢 难道是节目组好心 送资源来了 我怎么没听见呢 成林没说话 抿了抿唇 悄悄攥紧了手中的铁签子 拱着腰 叙事待发 过了好一会儿 在很遥远的地方 传来细碎的声音 刷啦 灌木丛晃动了一下 一个人亮呛着 从旁边跑出来 居然是跑酷男 刘战 成林默默松开了 紧握着签子的手 打亮了一眼刘战 则 这小哥一改 刚进节目的意气风发 他头发东倒西歪的 脸容憔悴又尾顿 背着书包 拿着棍子 非常像街头流浪者 你是刘战 江启云有些吃惊 怎么变成这副样子了 刘战双腿一软 直接坐到了地上 见到了江启云三人 他真的想跪地放声大哭 从昨天到现在 他吃了太多的苦了 被麻云抬下车后 所有嘉宾手都被绑住了 一般嘉宾折腾一会儿 也就解开了 可刘战不一样 他的双手 比普通人的比例要短一些 腰要长一些 背着绑在身后的手 死活没办法弄到身前 他光解绳子 就解了接近一个小时 物资背包里的东西还不错 有水果刀 露营灯 急救药品 和一件防水迷彩雨衣 可他这些东西 没有用啊 他想办法去寻找其他的嘉宾 可走了四五个小时后 发现自己竟然绕了一个大圈 回到了自己之前 被扔下车的地方 他是又渴又累又饿 森林超级茂密 蚊虫多到令人发指的地步 原本没蚊虫没烦恼 还勉强可以忍耐 谁知道天一黑后 蚊虫成群结队找他麻烦 他被咬得浑身上下 几乎没有一块不红肿的地方了 他忍不住抓闹 越挠越痒 最后生生把皮肤 给挠出了好多红稻子 更大的麻烦来了 汗水流过伤痕 刺杀刺杀的疼 暮色似合 天色漆黑 他放弃了寻找队友 窝在一棵大树下 将就着想过一夜 这里野生环境确实挺好的 还有不少亮着小绿灯的萤火虫 但刘战一点看的心情都没有 他还不能焦躁 因为摄像头藏在森林 不知道什么地方 若是他焦躁抓狂 那么全世界人都会嘲笑他的无能 只能睡觉了 刘战眼睛刚关上露营灯 闭上眼睛 就听见不远处 响起一串狼嚎声 他一个机灵醒了 这时狼不叫了 但森林中飘飘荡荡的 每一个萤火虫的光 都可能是狼的眼睛 刘战抓起水果刀 后背靠着大树 警醒地望着漆黑的森林 后来无人运输机来了 给他扔下了一包物资 就绝尘去了 刘战打开物资 满心希望里面会有吃的 然而 却只有三个卵用没有的东西 一盒饮用水消毒泡藤片 一个不锈钢碗 一包卫生巾 不过还有一张任务卡 刘战跟看到救星一样 立刻举着露营灯 凑近光亮读任务卡上的内容 欢迎来到野猪灵 巴拉巴拉 说服屋子的主人 给予你财富和地图 刘战难以置信 翻过卡片背面 卡片背面空无一字 没了 就这么语言不详的卡片 我还说服屋子主人呢 我说服你的老母 刘战心里开骂了 他简直要哭死 本来他就疑似听到了狼叫 这会儿任务卡片上明确说了 会有狼 他还怎么睡 还怎么敢睡觉啊 于是 他强撑着眼皮 撑过了一宿 前半夜还好说 后半夜起了夜路 冷得不行 他套上了迷彩雨衣 都冻得打哆嗦 又冷又困又饿 又浑身痒 刘战这辈子 都没今天这么多苦头 他一边煎熬着 一边心里自我安慰 我不可能是这七个嘉宾里最差的 至少白木川 和成林会比自己惨 尤其是成林 人嫌狗不待见的 又是个娇滴滴的小姑娘 这会儿 指不定在什么地方痛哭流涕呢 刘战的头一点点的 整个人靠在树上 一会儿就像融化的冰棍一样 顺着树干滑下来 再冷不定一个机灵下行 重新做好 再滑 再做 折腾了整整一宿 那种痛苦 无法用语言形容 然而 然而 刘战瞪着布满血丝的眼睛 看着眼前这三人 他们靠着火堆 吃着烧口 嚼着鞍唇蛋 啃着野果 聊着天 跟他妈的休闲度假似的 第四十八章 这个队伍里 只能有我一个逗逼小宝宝 刘战此刻心里不平衡 达到了顶峰 看看人家 再看看自己 人比人得死啊 还有 那个原本想象中 比自己凄惨无数倍的 成林和白木川 此刻却面色红润 精神饱满 开开心心 围着火堆 聊着天 妈的 江启云看刘战这副样子 开口问 刘战 你没事吧 没事 我有事 事情可大了 刘战立刻开始吐槽 从自己昨天麻药 进过了醒了之后 到此时 他遇到的所有困难 白了 滔滔不绝 弹幕 刘战怎么委屈成这个样子了 我刚刚用手机灯了小号 上刘战的直播间看了一眼 听说他吃了不少苦头呢 拜托 这是绝境求生节目啊 不吃苦不艰难 能叫求生吗 我没去关注其他几个嘉宾 我从一开始 就驻扎在成林的直播间了 有没有刻代表先生 说说其他几个嘉宾的情况的 这么说吧 看成林他们直播间 像是看向往的生活 看其他几个人的直播间 像是看美剧的荒野大逃亡 其他嘉宾这么惨的吗 是啊 被蚊虫咬 吃不好 睡不足 脚被磨出血泡的 走入陷进坑里的 掉进腐烂的臭坑 全身脏透了湿透了的 还有饥寒交迫 此刻面对着烧口哭诉的 江启云和白木川 真的要好好感谢成林 要不是成林 他们俩能这么逍遥自在 可是江启云和白木川 也帮了好多忙啊 不能说成林一个人牛逼吧 拜托回去看一下 之前我成林大姐头 是想独自一个人的 是江启云和白木川 死气白赖 非要加入成林的好不好 江米们 川粉们 奉劝你们一句 如果你们郑主知道 你们在网上这么说 都要跪着 请你们脱离粉集 我成林大姐头 以一己之力 把一款艰难的求生节目 硬生生变成了 惬意的田园养生节目 你看看我身上这些包 还有挠伤的 被带刺经济刮伤的 刘战撩起裤腿给他们看 白木川后怕的 拍了拍自己的胸口 麻呀 若不是自己做了成林的腿部挂件 这会儿 自己的腿 也是这样样子吧 刘战好惨啊 白木川无比同情 看着饥饿困苦的刘战 不知是不是错觉 他觉得自己手上抓着的鞍唇 变得更加美味了 嗷嗷 白木川撕了一大口 刘战盯着撕咬烤鞍唇的白木川 用力咽了一下口水 好想吃好想吃 刘战咽完口水 转头用充满哀求的 楚楚的望着江启云 他自然而然的认为 白木川此刻能这么逍遥 主要是因为 江启云这个大佬在 江启云必定是三人里领导者 刘战泪眼汪汪的看着自己 江启云一下子就明白 他在想什么 对于刘战的遭遇 他很同情 然而 他们这几个选到节目里 收了节目组这么一大笔钱 来之前也说明白 不是来度假 而是求生的 若是连这点思想 准备都没有 那能赖到了谁呢 再说了 他江启云没有资格 给刘战任何物资 因为 他心里十分明白 自己能坐在这里 如此安逸 都要归功于成林 成林是他们的队长 是灵魂 他有权力支配 这个队伍里的一切物资 成林没发话 他跟白木川两个小弟 又有什么资格 帮忙借花献佛呢 空气凝制了一刻 刘战脸色逐渐变得僵硬起来 他的脸有些挂不住了 没有人想要帮自己吗 自己都说到这份上了 难道还要自己开口求吗 这是在直播啊 他们不怕观众们 他们冷血无情吗 刘战 成林吐出嘴里的一节骨头 你的遭遇 我们已经了解了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这孩子不机灵啊 想要什么主动说啊 难不成等人家送上门吗 成林复义 他坐在石头上 一条腿 撑在旁边的大树上 做得大马金刀的 一手抓着烤蛇的铁签 那架势像急了一个大姐头 更关键的是 江启云和白木川 一左一右 像两大护法一样 坐在他两侧 刘战那又累又困 浑浊得像江湖一样的大脑中 闪过一丝疑惑 这三个人 最大的大腕 必然是江启云啊 那就应该是江启云说了算 江启云坐在C位啊 怎么看上去 就跟成林做主司的 不不不 那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 而且 成林不应该是被弃之如碧履般的存在吗 怎么反而跟被人拥护着似的 刘战有些疑惑 成林用拇指 将嘴边撕下的一节蛇肉塞进嘴里 后曹牙嚼了嚼 掀起眼皮望了望刘战 用眼神和动作表明 他等待答案 等得有些不耐烦了 刘战被看得一个机灵回过神来 气气爱爱开口 那个 我 我 我饿了 成林看了一眼江启云 江启云手里 还拎着本来想要孝敬成林的烤鸳唇腿 啊 让我把这美味的腿子 让给刘战吗 我不要啊 这么好吃的烤鸳唇腿 除了你以外 我不想让给任何人啊 成林盯着江启云扬了扬下巴 那意思是说 来 把烤鸳唇腿给他 则 江启云不轻不愿地 把烤鸳唇腿递到刘战面前 这个给你 刘战眼睛一下子亮了 那副狼狈不堪的样子 配合着这副饿了三天的样子 就跟难民似的 成林又从亮亮的鸳唇蛋盆里 捞出一小把鸳唇蛋 塞到了刘战空着的手里 吃吧 刘战张嘴就要啃鸳唇腿 连个道谢都没有 还不谢谢江哥 成林提醒他 刘战一愣 随后放下手中的烤鸳唇腿 冲江启云鞠躬 谢谢江哥 他略意迟疑 转过来冲成林和白木川也鞠躬 谢谢成老师 谢谢白老师 行了行了 成林拍了拍他的肩膀 吃吧吃吧 你一个人熬到这个时候也不容易 很努力了 一股酸一直冲敌枪 一直强行忍着的泪 终于夺框而出 我真的好难啊 刘战豪哭着接过了鸳唇腿 抹了一把泪 最新吃着烧烤的白木川 猛然警觉起来 这个家伙接二连三的示弱 万一大姐头一个心软 把他收入队伍中怎么办 当初自己和江启云 不就是卖惨示弱 才让大姐头接受的吗 不行不行 这个队伍里 只能有自己一个逗逼小宝宝 哦 对了 节目组要求里不是说了 一个队伍只能有三个人吗 那自己安全了 哎 等等 刘战这家伙 是跑酷出身的 身手敏捷 而且他的物资还都相当不错 不管怎么看 都比自己更有利用价值 万一大姐头把自己踢出队伍 那自己就完蛋了 我不能坐以待毙啊 第49章 你为什么要害我 危机感重重的白木川 恋恋不舍地放下了 啃了一半的烤鞍唇 满嘴油光的冲流战说 哎呀 你不用那么客气了 我们成林队长 就是这么有同情心的 你说是不是啊 江哥 他着重咬了 我们成林队长 这六个字 暗示刘战 我们是一个队伍的 你不要打什么歪主意 听了白木川的话 刘战含着泪 茫然抬头看了一眼成林 又看了一眼江启云 啊 成林队长 他居然是队长 怎么可能 然而 刘战很惊讶地看到 江启云居然点了点头 刘战困惑了 成林是队长 凭什么 因为他是个女人 所以两个男人都让着他 于是他一脸智障开口问 啊 成林是队长 为什么啊 照顾女性吗 恐怕陈老师没少拖后腿吧 就差把我瞧不起成林几个字文在脑门上了 屏幕前 刘战的经纪人绝望地捂住了自己的额头 这个节目目前网络上大火了 谁能搭上成林这班车 肯定能跟着火一把 还能少吃不少苦 但是 但是 你刘战什么情况啊 上来就把成林得罪了 参加节目前 自己还反复叮嘱他 不要跟任何人起冲突 也不要瞧不起任何人 更不能表现出来 今天的十八线 说不定明天就是当红一个一姐 吃了点苦 就忘到脑后了 就算成林真不行 你当着亿万观众的面 直接吐槽女性 还不得被喷死吗 成林收起了自己的笑容和同情心 如果可以的 他甚至想收回给刘战的安纯蛋和安纯腿 也许我有拖累姜戈和牧川吧 成林冷冷地说 不过 他们俩没说什么 你也不用过分担心吧 你呢 这一路的确挺不容易的 不过 后面恐怕 只会更辛苦 你赶紧吃完这些东西 补充一下体力 别担得赶紧上路吧 刘战 你看看 你把大姐头得罪了吧 白木川心说 他立刻打折顺肝上 是啊是啊 我们队长说的对 艰苦的日子还在后头呢 你吃完 赶紧想办法 去找别的嘉宾组队 别等到天黑了 就麻烦了 这就赶人走了 刘战的眼睛 在白木川和成林身上 来回巡视了一下 忽然恍然大悟了 参加节目之前 他就听说网上 成林跟白木川两人 不清不楚地 搞你追我敢的绯闻 在录制宣传片的时候 他还想看看 成林和白木川 两人现场出丑呢 也没看成 想着这俩人 多少顾忌一点镜头 没想到 参加节目了 居然这么肃乌忌惮起来 白木川一而再 再而三的拥护成林 一点也不知道避讳吗 江启云 一定也快受不了 刘战擦了擦泪花 一副 我明白了 他神情 转脸对江启云说 你俩关系可真好啊 不过 我也不用去找别的嘉宾吧 既然程老师和白老师 关系这么好 要不这样 江隐帝 你离队跟我组队 他们俩一队 两全其美 你说是不是 江启云脸色一变 声音低沉 我跟你什么愁什么愿 我的考安纯腿 不是给你了吗 那你为什么不想着感激我 反而要害我呢 完了完了 刘战完了 他居然没看出来 这三人组 真正的大佬是成林 这一下把三人全得罪了 666 你们看 刘战像不像心机满满的小表子 就是就是 人家明明帮了你了 你还来挖墙脚 真有你的 刘战他急了急了 刘战一手抓着烤鞍蠢腿 一手捧着一把鞍蠢蛋 目瞪口呆看着江启云 江启云说的每一个他都认识 可怎么组合在一起 他就听不懂了呢 自己不过是请求江启云 放弃成林和白木川 跟自己组队 怎么就是害他了呢 江哥 你是不是误会了 我是说 我想请你离开他们的队伍 跟我一队 不好吗 刘战再次解释 江启云生怕成林真的把自己踢出去 很少在人前露出情绪的他 冷着脸说 我绝对不会离队的 更不可能跟你组队 你要么拿着东西直接走吧 成林懒得开口 只是低头安静啃着自己的吃的 养精蓄锐 心想 这个人的这个情商 注定他的娱乐圈生涯 不可能顺顺利利的 刘战莫名其妙得罪了江启云 还战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我这不是帮你摆脱成林和白木川吗 我只是一个提议 江哥不愿意 我不会勉强的 刘战略卑微委屈地开口 打扰你们吃东西了 你们接着吃吧 不用管我 说完 他拿着吃的 坐到了一边的大树下 默默吃起来 因为他太饿了 第一口居然没尝出味道来 第二口 他才惊觉 这个烤岸纯腿 他怎么那么好吃啊 这时 他才发现自己忽略了一个细节 成林正在负责烧口 原来如此 成林会做饭 所以他们才跟成林组队的 成老师 这个是您烤的吧 真是好吃啊 刘战举了举手中的烤腿子 成林表情略有缓和 总算他还能说句人话 他点了点头 刘战咬了一口肉 那成老师以后 不愁找不到好婆家 我这个人 在吃的方面 特别挑剔 我妈妈说 将来我谈恋爱 一定要找一个会做饭的女朋友 就可以好好照顾我了 妈呀 这刘战这么妈宝男的吗 他是不是误会了 他以为我们大姐投入队的原因 是因为他会烹饪 我是刘战的粉丝 可他这句话 让身为女性的我 非常不舒服 对啊 好多家长都在养女孩的时候说 你要学会做饭 洗衣服 以后在婆家 不会被人说三到四 找个女朋友 就是为了照顾自己吗 皮笑肉不笑八十八 JPGE 亏我之前还觉得 刘战是个精神小伙呢 好敢败光 对方撤回了一条烤鞍纯腿 第五十章 我不会找圈里的人做女朋友的 江启云忍不住缓慢低沉开口了 怎么 你吃饭挑剔 就没想过自己学厨吗 是批评 也是提点他 刘战完全没有意识到 自己说错了话 他继续说 我学厨干嘛呀 女人不应该都会做饭吗 只是有的做的好吃 有的做的不好吃 说完 刘战嚼了嚼嘴里的吃的 努力品味了一下 再次总结 陈老师这手艺是真不错 可惜 我不会找圈里的人做女朋友的 呵呵 蠢货 白木川安心吃起烧烤来 这个人 大姐头不可能收他入队的 一张破嘴 真是自寻死路 江哥说的对 原来说话 也是一门艺术 说不好 真的会惹麻烦 这次彻底没有人理睬刘战了 成林吃完了自己的烤蛇和烤鞍纯 把烤好的蘑菇 分给了江启云和白木川 烤蘑菇是白木川的最爱 若是没有刘战在旁边蹲着 那么自己可以肆无忌惮地采红屁 夸奖大姐头了 刘战吃完了自己那一点东西 垂涎欲滴 看着成林他们撸蘑菇串 他希望 这三个人 无论是野狗 能良心苏醒 分自己一点似的 自己已经表现得这么明显了 不会有人看不出来吧 实际上 成林他们都看得出来 但没有人想理他 反正饿不死饿不坏 让他吃点苦头长点心 成林先吃完 东西都烤完了 他得把火扑灭 成林 我也吃完了 我跟你一起收拾 江启云三两口 把自己那份吃完 帮成林扑火 白木川也吃完了 三人分着喝了晾凉的白开水 把东西擦干净收拾好 各自放回各自的双肩包里 刘战也跟着站起来 那个我不跟你们组队 跟在你们后面 总可以吧 刘战问 可以是可以 但是你可能会错过 跟别人组队的机会 江启云说 他是更不喜欢刘战了 刚刚成林 自己和白木川 三个人收拾残局 刘战就老老实实坐在一边 也不说上前帮个忙什么的 甚至连帮忙的意思都没有 没事没事 你们别嫌我碍眼 赶我走就行 刘战笑 哇 刘战好心机啊 人家也没说 会赶你走啊 但是节目组说了 这个是要比赛的 你这样跟着人家 人家帮你开路了 你得的便宜还卖惯 拿好你们的棍子 这次要走得比较久 坚持坚持 成林背起自己的书包 白木川连连点头 他拍着自己吃得 鼓鼓的肚皮说 放心吧 大姐头 这次我吃得饱 有充足的力气走的 成林点点头 白木川这点比较好 挺能咬牙坚持的 之前跋涉的两个小时 他一生没有抱怨 三人再次出发 之前爱说笑的白木川 知道了要保存体力 所以没有闲聊 再加上后面 还挫着一个刘战 三个人都有种外人 在不方便讲话的感觉 于是默默前行 不过才半个小时 刘战有点受不了了 他的脚被鞋子 磨出了好几个大水泡 一走路就疼得不行 而且他昨晚几乎没合眼 体力也跟不上了 之前还能勉强 跟上三人的节奏 这会儿跟着都费劲了 于是他开始了 无穷无尽的抱怨 哎呦累死了 这个节目组 不是折腾人吗 这户外有什么意思啊 到处都是蚊虫 哎你们什么血型啊 居然都没有蚊子咬吗 刘战啪的一声 拍了一下自己脖子 脖子又被咬了一个大包 估计是我的血太香 把蚊子都吸引过来了 你们就不会被咬了 哈哈哈哈 你们脚疼不疼 我的脚好疼啊 森林里走路好累啊 深一脚浅一脚的 本来一件不算愉快 甚至有些艰难的事 能去做就不容易了 若是旁边还有一个 负能量满满的人 不停的抱怨 就会让人无法承受 三人都没理他 只是埋头赶路 成林偶尔会停下来 看看树 看看阳光 确定自己方向无误 最后刘战跟不上了 他实在走不动了 看到了一个木桩后 一屁股坐了下去 成林他们没有等他 把刘战远远甩在身后 成林回头看了一眼 刘战坐下去开始休息 他是真的跟不上了 成林停下脚步 回头看着什么 还要等他吗 白木川也跟着回头看了一眼 不用 成林皱眉 但他并没有继续前行 而是站在那儿 看着黑曲曲的森林 江启云安慰他 不用担心 节目组的人肯定在附近 他不会有危险的 成林皱了皱眉 他看的不是刘战 他感觉有人在暗处 鬼鬼祟祟地观察着自己 是节目组吧 可是 那是一种令成林 有些毛骨悚然的感觉 成林捏了捏裤子口袋 那里有一颗使用过的子弹壳 是9毫米巴拉贝卢姆弹药 而巴拉贝卢姆弹药 适配于VSWZ 35拉多姆手枪 这款手枪结构简单 动作可靠 性能稳定 二战前 大概生产了46000只左右 是牢骨董枪 市面上很少见 特别是在华国这种 全面进枪的国家 成林攥紧了拳头 他刚好认识一个人 最喜欢VSWZ 35拉多姆手枪 特意花重金 从全世界各地收集了5把 这个人 正是他失踪的队员 阿里克赛 失踪前 这名队员 正在俄国和华国交界 出出任务 曾经成林调动了所有力量 寻找这名队员的下落 但无果 而机缘巧合 他昨天在小溪边 居然发现了几枚 使用过的VSWZ 35拉多姆手枪 留下的子弹 真的太巧了 所以 他才劫持了无人机 在小溪边 埋下了GPS定位器 想等节目录制完后 自己来查看线索 他不能让人发现 他在搜查这件事 他说不清的 成林沉默着 江启云迟疑了好一会儿 才靠近他的耳边 用只有他听得见的声音说 成林 你是不是有什么发现 就刚刚流战来的时候 我就发现 你好像挺紧张的 他居然发现了 成林颇感意外地 看了一眼江启云 但他没正面回答他的问题 没什么 就是在森林里 有些条件反射的 神经紧张而已 别担心 成林收回视线 我们抓紧时间赶路